第069章 长江母亲河 经过这件事之后 秦家的声名再一次被抬起来 而且抬得越来越高 几乎升到了云端里 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在这落后的旧中国 到处受欺凌的年代 每个人都活得很憋屈 而秦家的两位女性 竟然脱颖而出 仿佛一柄犀利的长剑 刺向长空 划破了阴霾 看到了一丝曙光 她们成了振奋民族精神的女英雄 和国家偶像 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提起他们的名字 所有人都竖起大拇指 发出由衷的赞叹 而秦家的男人 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虽然说秦迪写了一本旗经 被赞为当代旗盛 然而围棋毕竟是小道 原本就不受人重视 再加上 她只跟锦上龟三郎下过几盘旗 不像后世的聂卫平一样 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 过五关斩六将 天天有电视转播 就算秦迪赢了两三局 谁知道是真是假 说不定连那位锦上龟三郎 都是她请来演戏的西背货 至于说 她一连推出三张 快制人口的专辑 这件事并没有宣扬开来 绝大多数人都不晓得 像婉慈 叶上海和长城瑶 是秦迪和燕雪弄出来的 否则他们的知名度 并不在朱婉和秦林之下 比较而言 就连大诗人秦月 都会显得暗淡无光 十一月初 秦月忽然接到一封信 是卓清秋寄来的 卓清秋在信上说 她已经从苏联回来了 正在中央苏区工作 经过多日的思索 她觉得革命很危险 所以不能跟秦月在一起 这段感情可以结束了 她还说 大丈夫马格果师 鉴于敌人势力之强大 一次次围剿连绵不断 战士们每天都在厮杀 所以秦迪的判断 可能是对的 我的生命不知道哪天终止 所以不想耽误你的青春年华 秦月读了信之后 心中十分苦烦 关起房门响了两天 第三天凌晨 天还没有亮 她便提着个皮箱 悄悄离开了秦府 她走的时候 连贴身女保镖都不晓得 等到发现人时 都已经到下午了 其实 秦月半夜里收拾行囊 怎么能忙过秦迪的耳朵呢 秦迪耳聪目明 别说住在一个石库门的建筑里 就算隔着三里路 她都能听见风吹草动 不过 秦迪并没有立即起身 而是等天光大亮才出门 她没有通知燕雪 因为燕雪还要上课呢 一年到头牢请假 也不是什么好事 秦迪穿了一件长衫 衣领竖起来 头上戴了宽颜的西式毡帽 来到十六里铺码头 那里有魔都轮船公司的客轮 秦月在冷风中等了一早上 才刚刚登上了轮船 秦迪赶在最后时刻上船 此时已经没有小包舱了 便跟普通旅客一起 待在大舱中 她有练气八层的功力 可以控制面部肌肉 改变自己的容貌 还能调节骨骼关节的位置 让身高增减数寸 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就算迎面碰见秦月 也不会让对方不出来 但是此时 她并没有改变容貌 因为维持容貌的变化 需要消耗自身的功力 不到关键时候 最好不要用 大舱里有一排排的座位 大约坐着五十多人 这些人都穿着普通的服饰 既没有衣衫褴褴 也没有衣着华柜 太穷的要放花子 自然坐不起轮船 他们只能徒步跋涉 但凡富有的商人 都订了头等舱 或者二等舱 静单间休息去了 这种大舱属于三等舱 票价相对便宜得多 秦敌对此并不介意 他一个修真人 可以随心所欲 随遇而安 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放松身心 我 随着三生汽笛长鸣 轮船总算开动了 沿着黄浦江向下 再从长江逆流而上 目的地是武昌 十一月的天气 空气阴冷而又潮湿 将风透过窗子的缝隙吹进来 让坐着的旅客缩着脖子 有些穿得单薄的旅客 则止不住瑟瑟发抖 秦敌坐在最靠边的位置 那里因为有冷风吹着 所以还有几个空位 有些人宁愿坐在地上 也不愿被风吹倒 秦敌无所谓冷热 静自坐在那里 闭目养神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轮船进入长江 冷风吹得更加猛了 大仓里有人高声抱怨 也有人走出去 跟船上的人交涉 秦敌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佛没有冷暖不适的感觉一样 实际上 他的从进入长江的那一刻起 心里就已经起了波澜 因为他在大江之中 感受到稀罕的灵气 没想到这一条母亲河 竟然还潜藏着水灵脉 灵脉也是分五行的 包括木火土金水五种 在那些名山之中 主要是土灵脉 金灵脉和木灵脉 有些地方 比如说火焰山 则潜藏火灵脉 随着时代的变迁 土灵脉和火灵脉渐渐浩劫 只有极少的地方还能找到 但是 长江这条母亲河 从青藏高原 直到大海 远远流长 浩浩荡荡 底下蕴藏的水脉 还没有浩劫 因此 秦敌很激动 他终于多了个修真的途径 他心想 奇怪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我在崇敏岛建了医药厂 来来去去很多次 为何没有 察觉到水灵脉 难道水灵脉并不连续 只是一段一段的 有的地方有 有的地方没有 难道说 长江口不是龙头而是龙尾 崇敏岛位于龙尾 所以灵脉稀缺 还是说 我以前太过于粗心 所以没有发觉呢 他心里存疑 决定等回程的时候 再去崇敏岛 长兴岛和横沙岛看一看 如果能在岛上 找到灵脉汇聚的地方 那就太好了 这时候 有轮船管理人员走进来 拿了破布 报纸 封堵窗子的裂缝 大裂缝堵住了 小裂缝还在透风 但是不管怎样 船舱里的人感觉 略微好受了一些 秦敌的感觉很敏锐 并不受缝隙大小的影响 随着轮船的一路行驶 他觉得 长江里的灵气实强实弱 有的地方连续百里都没有灵气 等到天色傍晚 他忽然感到江中灵气大盛 经不住精神振奋 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走出船舱 来到船头的甲板上 看见前方左侧有一座小岛 岛上有一小座山 山虽然不高 但是风景秀丽 仿佛海上仙山一般 于是他找船上的人询问 那是什么地方 有船员回答 船到镇江了 那座山叫 礁山 高有七十米 山上有座寺庙 叫定会寺 情敌大喜 多谢告知 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感觉这里的灵气很丰富 比普陀山还要强五倍 虽然赶不上昆仑山的灵洞 但也算非常难得 而且距离魔都比较近 算是适合修炼的好地方 第零七零章 树上的人头 轮船继续前行 经过事业周的时候 情敌又感受到灵气的存在 但比江山弱了一半 半夜三更 轮船经过精灵梅子周 情敌发现 那里的灵气 比事业周又低几分 或许因为去的人太多的缘故 轮船再往上行 只剩下若有若无的灵气了 第二天中午 船到安徽宿松县小孤山 情敌又一次感受到浓郁的灵气 并不比江山差多少 小孤山又名海门山 海门第一关 据说海潮至此为止 不再往上涌 隔着数百米的距离 情敌看见山上有亭台楼阁 还有一座寺庙 庙门上写着 启秀寺三个字 还有两三座古塔 似乎是一处风景名胜地 情敌暗暗点头 将这个位置记在心里 第三天天不亮 轮船来到江西九江靠岸 情敌看见情乐 提着个三尺长的皮箱下了船 于是也从后面跟着下船 情乐还是富家小姐的打扮 披了一件毛料的长款大衣 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 带着包头的小礼帽 走在坑坑洼洼的江边 周围有很多衣衫褴褴的百姓 看上去显得格格不入 他一路走一路打听 费了半天的功夫 才找到公共汽车 车不算很大 但却坐了五十多人 因此挤得风雨不透 情敌并没有上车 只是问明了目的地 然后徒步跟在后面 因为路况不好 汽车跑得不快 一个小时也就是二十多公里 情敌如果全速奔行 一步迈出就是三十米 每秒钟移动百米 一小时两百多公里 跟后世的动车差不多 不愁跟不上这年月的汽车 情乐坐在汽车里 憋得喘不过气来 所幸是冬天 人身上的臭味 被厚厚的大衣裹住了 否则他恐怕一刻也坐不住 吐露颠簸得厉害 人在车中 前仰后合 差点把上车前吃的东西吐出来 这种沉闷的感觉 大约持续了两三个小时 忽然间就听见车里的人惊呼 哎呀 快看那儿 挂着人头 情乐吃了一惊 抬头看时 透过车窗 他看见路旁树梢上 挂着十几颗人头 脸上满是血污 眼角裂开 呲牙咧嘴 看上去十分猙獰 他被吓坏了 心脏骤然缩紧 似乎停止了跳动 气也喘不过来 他面色煞白 头脑一片空白 他一个富家娇小姐 平日坐在家里写文章 天天受人追捧 赞他是了不起的大诗人 哪里会想到 竟然看见这一幕 对他而言 这是巨大的冲击 是生与死的危险 是赤裸裸的恐怖 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噩梦 秦月的嘴唇在颤抖 浑身都在哆嗦 几乎一瞬间 他就想叫住汽车 赶紧逃回魔都 可是他说不出话来 他身上所有的肌肉 在这一刻都僵住了 他觉得胃里一阵翻腾 忍不住想啊呕吐 可是车里没有空间 他不敢吐到别人身上 所以只能捂住嘴 拼命忍着 他看见树干上写的字 分明是洪匪余孽 格杀勿论 这时候他才明白 那些被砍下的头颅 可能是大赤党的人 秦月的心一片冰冷 就像掉进冰窟窿里 直到此刻 他才意识到 两党之间的纷争 是多么的残酷了 这是血淋淋 你死我活的斗争 绝不是报纸上的口水战 他需要重新考虑 该不该继续往前走 他浑浑噩噩过了许久 一直到天黑 汽车进入南昌城 他才醒过神来 他找个旅店住下 几乎一夜未眠 思索自己该怎么办 或许我不该来这里 我擅长写文章 留在魔兜就好了 又何必拔山射水而来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能打枪吗 我愿意杀人吗 我能跟清白党的人 杀个你死我活 三叔就属于清白党 秦月想来想去 觉得自己做不到 我还没准备好 不能加入大赤军 我只是过来看看 看一眼卓青秋 然后就回去 他在心里自我安慰 经过一夜的休整 早上勉强吃了点东西 然后问店家 如何才能前往吉安 有没有汽车可以坐 店家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头 头上戴着瓜皮帽 身上穿着对筋假袄 面目和善 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 姑娘 你去那儿干什么 吉安属于匪区了 别说不通汽车 就算通车 你也不能去 路都被封住了 所有进出的人 都要被搜身 所有的财物 都可能被抢走 你一个年轻姑娘 看上去像洋学生 如果再往前走 要么被官兵捉住 要么被土匪抢去 我好心劝你 别自寻死路啊 秦月文言 面色一会儿轻 一会儿白 心中很是忐忑 口中说道 老人家 你别吓唬我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谁敢这样作念 麻烦你告诉我 怎么前往吉安 店家不断地摇头叹息 姑娘 不能去啊 请你告诉我 好吗 南城有家 风龙车马行 经营多年 比较靠谱 你去那里看看 若是愿意出高架 或许有人愿走一趟 如果他们不愿去 你就别往前走了 从哪来 回哪去 若是胡乱在路上 顾大车 当心被车夫拐卖了 秦月的心里又是一惊 赶忙道 多谢您老提醒 他提了皮箱出门 叫了辆洋车 来到风龙车马行 车马行是一个大院子 里头停了十几辆马车 秦月走进去问 结果车行的老板 却一个劲地摇头 南边打仗呢 没法送你去吉安 最多走一半路 秦月越来越担心 不过他咬紧牙关 火道 走多远 算多少钱 如果能到吉安 我给五十块 走一半路 只能给半价 老板一听 觉得是好价钱 于是让他先付了三成车费 然后叫了个中年车夫 把马车套好 徐三 将这姑娘送去吉安 尽量送到地头 车夫徐三有四十多岁 浓眉大眼 看上去比较老实 头上戴着个破旧的毡帽 身上穿着羊皮袄 答应一声 将皮箱接过去 放在车厢最里边 带秦月坐进去 再将车帘放下 叮嘱道 姑娘 你老实待在车里 千万别抛头露面 你长得太俊了 在城里不要紧 出了城 经常碰到土匪 要是给人看见 肯定会出事 秦月心里突突地跳着 问道 哪来的土匪 徐三一面驾车 一面苦笑道 这年月 土匪可多了 兵就是匪 匪就是兵 第071章 险些受辱 秦月听对方说起土匪 试探着问道 你说的是那些红匪吗 徐三回头望他一眼 摇头说道 红匪是人家的污蔑 那些人打土豪分田地 不抢路上的行人 我说的是零散的官兵 他们手里有枪 有人管就是兵 没人管就是匪 比真正的土匪还坏 碰到像姑娘这样的人 后果不敢想象 听见这话 秦月的心里更乱了 很想停下来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他还是有些不幸 觉得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这些人说的话 未必就是真相 徐三叙叙叨叨地道 姑娘 我跟你说吧 若是被当官的抢回家 结果还不算太差 至少能留住性命 最怕碰见乱匪 那就太可怜了 我们走大道 乱匪比较少 能不能到吉安 看你的运气了 秦月摇紧牙关 坐在马车里 心里很后悔 早知如此 我该把保镖带过来 虽然不能对付官兵 至少能抵挡零星的乱匪啊 他平常出门 都有四个保镖 两男两女跟着 身上都带着枪 他这次仓促出门 不想给家人知道 所以就没有通知保镖 如今走在半道上 才感到寸步难行 不过 他活到24岁 日子过得太顺了 压根没碰到挫折 所以 并不相信 额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他总是寄希望于侥幸 或许能顺利抵达目的地 秦迪从后面远远地跟着 并没有立即现身 不到生死关头 他不会出手 没办法 就像歌里唱的 人生路 美梦四路长 路里风霜 风霜扑面干 红尘里 美梦有几多方向 梦里依稀 依稀有泪光 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事 每个人的路 都要自己走 像秦月这样的年轻人 不到黄河心不死 传到桥头自然之 这条路对他是一种考验 如果能挺住 必将提升他的意志 达到坚强不屈的地步 如果挺不住 那也很正常 像他这样的富家小姐 十个有九个会放弃 持出犹豫之后 转过身来 打道回府 马车的速度很慢 走了一天 才走了七十里 所幸 一路都是大道 路上有一些往来的行人 并没有碰到强匪 秦月在路边旅店内 休息一晚 第二天 马车继续上路 然而这一次 走不到三里 忽然听到 喷喷的枪响 秦月的心悬了起来 将车帘拉开一条缝 悄悄向外看 低声问 哪里打枪 徐三勒住马车 瞪大眼睛四下里张望 道 听枪声 大概有五六里 姑娘 这条路要走三天 越往前越难走 我怕你的皮箱 会被人抢走 能不能先给今天的车钱 秦月心想 这时候你跟我要车钱 是准备随时逃走啊 不过 他并没有跟对方争执 静止打开皮箱 取了十五块大洋 道 剩下的钱 明天再给你 徐三大喜 结果一落大洋 当着秦月的面 一枚一枚 塞进车厢把手里 然后 他继续赶车往前走 过了一道山坡 忽然惊叫起来 哎呀 死人了 秦月透过车帘的缝隙看去 看见路边躺着两个人 一人仰面朝天 好像是十几岁的少年 睁大双目 露出惊恐的神色 另一位脸向下趴着 看不清相貌 地上都是烟红的鲜血 雪还没有干呢 看见这一幕 秦月忍不住将头伸出来 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他心里太难受了 看见少年死不瞑目的样子 止不住胃里翻腾 正在这时候 忽然听见有人奸笑 哈哈 今天有福了 碰着个好看娘妈 然后从路边草丛里 钻出三个人来 穿着蓝色的军装 没有戴帽子 一人拿着短枪 另外两人拿着长枪 一下子跳到马车跟前 三人显然都是匪徒 不知道做了多少恶事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埋伏在路边抢劫 已经杀了人 竟然还不肯走 车伏徐三 直接跪倒在地上 三位爷爷 饶了小人性命 我只是赶车的 上有七十老母 下有三岁的孩儿 求你们高抬贵手 别杀我 三人的目光 并没有落在徐三身上 仿佛当他不存在一样 六只眼睛盯紧了秦月 脸上露出得意的音效 哈哈 这娘们可真水灵 好像仙女下凡一样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晓得脱了衣服 是不是跟别的女人一个样 等等 看他这模样 只怕大有来头 我们哥仨得小心 不能留活口 否则都要完蛋 哎呀 看见这样的美人 我都不忍心下手了 大哥 能不能别弄死他 至少留两个月 滚 夜长梦多 留着就是找死 秦月听见这话 面色变得像白纸一样 浑身冰冷 一个劲地颤抖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到了这时候 面对这样的兵匪 讨饶的话是没有用的 威胁的话更没有用 他一个弱女子 在这荒郊野岭 只怕是南逃升天了 眼见对方一步步逼近 他宁肯自己早一点死了 也不要落入对方手里 可是就算死了 他又能保住清白吗 一个身材高瘦的匪徒 往前靠近了马车 伸手去摸他的脸 口里嘖嘖称赞 哎呀呀 这皮肤太光滑了 另一个粗壮的匪徒 已经掀开了车帘 想把秦月拉出来 秦月的星辰到了井底 觉得自己已经死透了 可是身子去机灵灵 打个寒战 自动蜷缩起来 想躲在车厢的角落里 那粗壮的匪徒面带宁笑 满脸横肉的面颊上 有一道明显的刀疤 看上去无比的猙獰 他伸出大手 抓住了秦月纤细的胳膊 秦月拼命挣扎 然而却像弱小的蚂蚁一样 难以挣脱对方的大手 恰在这时候 忽然有一道黑影掠过 那粗壮匪徒的脑袋 啪得碎了 好像西瓜一样碎裂开 索性他倒下的方向向外 虽然血迹四散 并没有沾染到秦月的衣裙 另外一侧 那身材瘦高的汉子 也同样倒下了 脑袋被打扁 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匪徒 赫然被斩下头颅 咕噜噜滚到草丛里 然后周围一片宁静 仿佛风吹过了无痕迹 第零七二章 不一样的战场 秦月的眼前一片血红 脑袋里嗡嗡作响 尸魂落魄 呆愣半晌 醒不过神来 直到耳边传来 车夫徐三大呼小叫的声音 俺娘哀 又死了三个 老天保佑 三个匪徒都死了 咦 这是咋回事呢 这三个家伙 刚刚还气势汹汹 怎么就死了呢 他刚刚碰到劫匪 几乎被吓个半死 为了保住性命 按照掌柜的交代 一直跪在地上 头都不敢抬 所以他并没有看见 是谁杀了那三个劫匪 对他来说 这也算是死里逃生了 他从地上跳起来 左顾右盼 四处张望 然而却看不到一个活人 徐三定了定神 深吸一口气 走到尸体跟前 将两长一短三支枪捡起来 快速丢进车厢里 又摸了摸死尸 找出几十块大洋 经不住洗行余色 心道 古话说得好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没想到 我今天不但没死 反而发了大财 他回头一瞧 看见车厢里 吓傻的秦月 心想 这姑娘怎么办 她怎么运气这么好 竟然能逃过劫难 是不是观音菩萨显灵啊 虽然周围没一个人 但是 徐三却不敢起邪念 这是车马行的规矩 入行时就发过誓 再者说 他心里还在不停地嘀咕 那三个持枪匪徒 不会无缘无故死掉 或许这姑娘受老天眷顾 老天既然能击杀匪徒 他也能杀了我 我要是有歹心 不会有好下场 因此支故 徐三也不敢将秦月抛下 他拍打着车厢 叫道 姑娘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别害怕 匪徒都死光了 秦月身躯猛的一颤 从喉咙里 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尖叫 徐三安慰道 好了 没事了 那些坏人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说来也奇怪 不知道谁下的手 我连人影都没看到 我听说有一种抬枪 威力极大 门隔着老远 将头颅打碎 过了一会儿 他问道 姑娘 你还往前走吗 再往前 可都是山区了 匪徒只会更多 秦月惊恐失色 颤抖着说道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徐三道 这就对了 世道乱了 出门不易 你一个女娲 最好待在家里 千万别出来 她将马车调转了方向 挥动鞭子使劲打马 想快点离开 因为看见那些死尸 她心里只觉得甚得慌 而且 颜知这些匪徒的身后 没有更多的同伴呢 当天晚上 马车便回到南昌城 徐三将秦月送进旅店 然后讨要剩下的车资 她虽然没将人送到地头 但毕竟将人带回来了 秦月给了她车钱 晚上也没吃饭 双手抱着膝盖 身子蜷缩在床脚 一夜没合眼 她不敢合眼 一闭上眼睛 就看见宁笑 然后是漫天的血红色 这是一场噩梦 恐怕要伴随她很多年 秦迪就住在同一家旅店里 她第一世是医学家 自然知道心理创伤的危害 可她第二世是仙人 心地变得有些淡漠 当年的仙界大战 经她手斩杀的仙人 不知道有多少 仙王和金仙都 死了数千位 浮尸百万 血流飘渍 比较而言 杀三个毛贼算什么 她不想刻意阻止秦月 前往苏区 却也不愿她像现在这样 不做准备 贸然行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经过这件事 秦月仍然铁了心往前走 秦迪一定会尽心尽力 将她送到目的地 在她看来 这是一场必要的考验 只有秦月通过了考验 才能迎接未来艰苦的岁月 因为1928年底 针对苏区的一连串围剿 快要开始了 清白党调动千军万马 从四面八方围攻苏区 等到1934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大赤军不得不开启万里长征 爬雪山 过草地 别说秦月这样的娇小姐 就算是体力充沛的女战士 那也是九死一生啊 按照历史记载 大赤军第一方面军 八万六千人 只有32位女战士参加了长征 第二方面军有21位女性 第四方面军女战士最多 有2500人 最后抵达延安的 不足300人 要知道 并不是每个女战士 都能参加长征 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党员思想坚定 第二有独立工作能力 会做群众工作 第三身强体壮 能适应艰苦环境 所以第一方面军只挑了30人 有两人偷偷参加了长征 不管怎样 冒着枪林弹雨 进行25000里跋涉 对秦月而言难度太高了 如果他落选了 没能跟随大部队北上 不得不留在苏区的话 那样会更加危险 方敏之 卓青秋 都是因此而牺牲的 秦敌不愿妹妹送命 所以才给他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当着他的面 击杀三个匪徒 让他看到鲜血和脑浆 相当于设置了一道门槛 然而这个考验 对于秦月来说 实在太恐怖了 这一次的经历 会让他终生难忘 他不是逃兵 因为他不是大赤党员 他的战场也不在这里 他不应该短兵相接 而应该拿起笔来战斗 他受不了这种威胁和侮辱 不适应淋漓的鲜血 所以他退缩了 回程的路上 秦月仿佛变成了小雏鸟 一路战战兢兢 低头坐车返回九江 又从九江坐船回到魔都 然后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连吃饭都不敢出来 他一去十来天 自然让家人担心 朱婉进入他的房间 问他去了哪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 秦月一声不吭 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此后一连两天 他都从梦中惊醒 惊声尖叫 大汗淋漓 第三天 秦迪拿了一颗绿色的药丸 给他 他二话不说 一口吞了下去 当天夜里 他虽然没做噩梦 但是睡眠依旧很少 秦迪每隔两三天 给他一颗指甲盖大小的药丸 一个月后 他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有心思询问了 哥 你给我吃的什么药 我自己练的宁神丹 主要是 人参 当归 和欢 远质等中药 档次太低 药效很慢 哥 你说 现在是不是乱世 女孩子 是否该留在家里 哪都不要去 当然是乱世 但女人不是金丝雀 不必一直留在家里 你看母亲和姐姐 她们没有想轻浮 而是执着的研究 拿到诺贝尔奖 成了女性中的楷模 秦迪思索了几天 然后继续写文章 她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文章的笔风 也变得锐利起来 秦迪还年轻 退缩不等于失败 只有真正的勇士 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 正是淋漓的鲜血 第073章 江中的阁楼 转眼进入1929年 刚刚过完春节 秦迪便带着雁选 和两个手下 一个叫孙胜 一个叫李晨 前往礁山和小姑山 礁山是一个江中小岛 形如瓜子 位于镇江附近 占地1500亩 这是一个 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岛 东汉时期的影视 焦光住在这里 因此后人叫他 礁山 岛上有个定会寺 施奈安在水浒传中 就有描述 礁山有座寺 藏在山洼里 不见形式 未知山果寺 定会寺是江南 最早的寺庙之一 康熙南巡经过江山 曾经给寺庙提了匾额 秦迪在岛上走了一圈 聆听古叉范音 看着古碑晦翠 古树葱龙 鼻子里呼吸着诱人的灵气 心中感觉不虚此行 可惜在这座小岛上 已经有不少的建筑了 宝墨轩 观兰阁 华岩阁 别封安 百寿亭 除此之外 还有个废弃的炮台 留下了历史的沧桑 1842年 英军侵入杨子江 70多艘战舰 对焦山炮台发动攻击 最终首导的1500名军民 全部壮烈捐躯 这又是一笔羊鬼子留下的血债 可惜到了后世太平的日子 一笔笔血债 都被人忘记了 秦迪费了一番心思 在炮台的西侧 买了一片毁损的房屋 又让手下孙盛去附近的镇江 请了风景园林设计人员 在这里建造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 准备将它取名为向晚堂 他对焦雪说道 等到建成以后 你可以来这里修炼 这座礁山的底下 连通着长江水脉 跟你的水灵跟香河 在这里修炼 可以加快进阶的速度 焦雪十分欢喜 道 这里的风景很美 可惜距离魔都有些远 秦迪微微一笑 才不过五百里 你趁着夜色赶过来 用不了两三个小时 这怎么能较远呢 他将这件事交给孙盛去做 准备撒下大把的银钱 半年内看见宅院建成 随后 他们又去了小孤山 小孤山不是岛 而是江中一座山 山上开凿了狭窄的地盘 修建了亭台楼阁 都被别人占了 除此之外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秦迪在山上转了好几圈 发现要想在这里住下来 只能去先月楼租个房间 他不想租房间 感觉太憋屈了 燕雪忽然道 先生你看 东边还有个小岛 不知道那儿有没有灵气 秦迪放眼望去 发现小孤山向东五六里外 还有一座小岛 地势平坦 全被绿树覆盖了 于是 他们雇了个小船 前去登岛查看 小岛只有三十亩大小 高出水面障许 没有房屋瓦舍 也没有人开墾田地 所幸 这里的灵气还很丰富 秦迪忍不住暗暗点头 吩咐李承聘请工人 在岛上盖一座阁楼 这一次 他准备借用母亲的名字 给阁楼取名为 朱婉阁 他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有想法的 因为秦家资金充足 建楼不成问题 比较麻烦的是 如何才能长期占有阁楼 现在是1929年 再过三十年 绝大多数房产 都会收归国有 秦家凭什么占据这座小岛 对此 秦迪深表遗憾 他在摩都有很多房产 全捐献出去都没问题 可是在郊山和小姑山 这种灵气丰富的地方 就不能保留一座房舍吗 他想试一试 能不能借助母亲 三次诺贝奖获得者的名誉 将这座阁楼转化为历史遗迹 如此才有可能保留下来 否则历史的车轮不断滚动 会将所有的撕心杂念化为乌有 秦迪将建阁楼的事交给李晨处理 然后跟燕雪一起前往各地 巡视慈安外科医院 慈安外科医院总共有十家份院 分别坐落于长沙 武汉 重庆 金陵 徐州 济南 杭州等地 经过一年的建设 这些医院都已经建成了 分别拥有200张病床 位于各大城市的中心 有独立的楼房和停车场 周围移植了苍松脆百 看上去堂皇大气 外科医生还没有完全到位 因为这年月 合格的医生并不多 手术已经开展了 哪怕只有两三个医生 也能让医院运转起来 因为军阀混战 再加上围剿和反围剿 受伤的军人太多了 普通的士兵没机会来这里做手术 一则因为慈安医院要收钱 他不是免费医疗 二则因为他坐落在城市中心 普通伤员没法长途跋涉抵达这里 能进来接受手术的人 七成是清白党的军官 两成是各地军阀 还有少量大赤党人偷偷地混进来 大赤菌缺医少药 很多手术都没法做 不得不冒险前往正规的医院 情敌要求各大分院 不去考究患者的来历 不分青红蓝绿 只要缴纳费用 统统一视同仁 而且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医生还可以出诊 为患者提供方便 他建立医院的宗旨 是为了救助国人 所以 收的费用并不高 能维持平衡就好了 每到一处分院 他都跟院长详谈 询问医院还缺少什么 好几位院长都说 因为外科医生不足 医院没办法充分运转 超过一半的床位空着 而外面 来的病人连续不断 有些人为了及时手术 不得不给医生送礼 对此 情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因为好医生 需要慢慢培养 再急也不能烂于充数 因此 当他巡视一圈 回到魔都的时候 便跟母亲建议 能不能扩大 慈安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的规模 将第二届招生的人数 从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 朱婉点头同意了 可以 这件事交给你来办 学校规模的扩大 也面临一堆麻烦事 不但要增加小舍 还要邀请更多的讲师 专业老师并不容易找到 情敌忙了好些天 直到三月初 才将大部分事物搞定 这其中 还得益于朱婉 和秦林身份的转变 朱婉成了中央研究院的 名誉院长 秦林挂名卫生部 副部长 有了官方身份之后 更容易招到资质好的学生 也容易被各方势力接受 从而减少学校运行的阻力 三月中旬 阳光明媚 秦迪在距离秦府不远的 一所宅院内 召见两位寄名弟子 杜容和杜兰 这一对孪生姊妹 都已经十六岁了 因为修炼了内功心法 再加上刻苦努力 练功不错 他们的功夫 进步很快 已经突破了明镜 所谓明镜 是说打拳 发出清脆的声音 看上去十分刚猛 一拳击打在三寸厚的石板上 能将石板劈成两块 明之为开杯烈石 相当于硬气功 也即是江湖上说的外加功夫 正常人一拳打出 如果不用权力 男人有六十公斤 女人有四十公斤 如果权力击打 男人大概有一百公斤 拳王泰森一拳 能打出二百四十四公斤 要想达到明镜这种层次 至少也要有二百公斤的冲击力 而且拳头要结实 不能说打在石头上 石头好好的 而拳头却鲜血淋漓 那就不叫明镜了 那叫盲镜 俗话说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所谓明镜 就是锻炼筋骨皮 筋肉 骨骼和皮肤 都要练到家 而按照秦迪的判断 明镜的基础 是手臂外侧的筋脉 得到储部开发 因此增加了爆发力和耐受力 达到开杯烈石的程度 但这跟修真人还有所不同 修真人要打通整条筋脉 气血在筋脉中鼓鼓流动 仿佛大江大河一样 而且 修真人的真气极为凝炼 能化成剑气脱体而出 杜容和杜兰都很开心 本来按照杜心武的说法 他们要想练出明镜 至少也要等十八岁 或者二十岁 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 秦迪并没有传授他们拳法 因为杜心武的拳术并不差 只是欠缺更深层次的东西 这就像普通人练剑美 吃足了苦头 也未必能练出完美的肌肉 秦迪传授的功法能由内极外 改变人的血气和力量 杜容和杜兰虽然是费灵根 但也比没有灵根的普通人强多了 秦迪检查了他们的进步 然后阴才师教 传授新功法 叮嘱他们 照着我说的方法练 不出三年 就能练出暗境 二女欣喜不已 因为他们的叔叔 青帮第一高手杜心武 练了一辈子武功 也只处于暗境巅峰 至于说化镜 那是传说中的东西 现实中早已失传了 杜兰毕竟还年轻 有些不死心 问道 师父 您说 这世上 还有化镜吗 秦迪微微一笑 当然有 杜容问 师父 化镜是什么样子 秦迪冲着燕雪一台下巴 诺 你给他们露一手 燕雪从窗台上的花盆里 摘下一片指甲盖大小的叶子 手一甩 隔着窗子抛了出去 秦迪对杜氏两姊妹道 你们去找找 那片叶子去了哪里 二女看得真真切切 叶子抛向树杖外假山的方向 于是 快速走出屋门 一路找过去 他们以为 叶子落在了地上 所以低头在地上找 然而 地上并没有 一直来到假山跟前 他们才赫然发现 那片叶子 竟然深深地嵌入假山内 飞花若见 落叶如刀 难道说 这就是花茎 两人看得目瞪口呆 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天哪 如此柔弱的叶子 怎么能嵌入石头里呢 先生 这是传说中的花茎吗 秦迪笑道 花茎就是花茎 燕雪刚才没控制好 展示的功力超越了花茎 正常的花茎 只能粘在石头上 入石不足两分 而你们看到的 分明入石一寸 杜容夸张地瞪大了 乌溜溜的眼睛 张大了嘴巴 问道 燕雪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按理说 燕雪跟他们年龄相仿 就算从娘胎里开始练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燕雪只是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情敌 并没有回答 情敌道 今天你们看到的 出去之后 不要乱说 每个人资质不同 机遇不同 道路也不一样 你们只要尽力修炼 将来会明闻天下 二女更加兴奋了 神情显得很激动 先生 我们会努力的 情敌道 如今乃是乱世 光炼拳还不行 还要懂得用枪 走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四人一起出了魔都 坐船来到长江口 这里有一座大岛 岛上有阿斯匹林的制药厂 从制药厂向北 靠近海边的地方 有一片开阔地 树立了几个标靶 情敌从世界各地 进口了各种枪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品种繁多 总计十几种 情敌建这个地方 不是为了建立私人武装 而是为了培养保安人员 不管是药厂还是医院 都需要强化安防 特别是青霉素制药厂 必须有过硬的安保 才能保护菌株 不至于失窃 外面请的人不可靠 不如从情家下属的工厂 抽调人员来培训 枪械管聘请了两位教练 一个叫张强 一个叫李恒 都是轻度残废的退伍士兵 腿脚有点薄 上肢健全无碍 射击水平很高 情敌将杜蓉和杜兰二人 交给张强和李恒培训 他自己则和燕雪 一起摸索狙击枪 这年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加装了瞄准镜的狙击步枪 狙击步枪的辉煌 是从二战才开始的 秦敌的眼神很好 用不用瞄准镜一个样 而且以他的功力 也未必要用狙击步枪 不管什么枪 都能百发百中 燕雪也练得津津有味 他仿佛不是在瞄准标靶 而是在江边绣花一样 他们在崇明岛训练了一周 然后才回来 不久 秦敌提前半年订购的一批新枪到了 自此之后 他的储物腰带和燕雪的戒指中 都储备了几支长枪和短枪 以备不时之需 除了枪之外 秦敌还有几口飞剑 同样能在百米之外取人手机 只不过他的功力还不够强 所以他尽可能不用飞剑 第074章 明镜与化镜 三月中旬 一个明媚的春日 秦敌在距离秦府不远的 一所宅院内召见两位寄名弟子 杜荣和杜兰 这一对孪生姊妹都已经16岁了 因为修炼了呼吸吐纳的方法 再加上刻苦努力 练功不错 他们的进步很快 已经突破了明镜 所谓明镜 是说打拳发出啪啪的声音 看上去十分刚猛 一拳击打在三寸厚的石板上 能将石板劈成两块 明之为开杯烈石 相当于硬气功 也即是江湖上说的外加功夫 正常人一拳打出 如果不用拳力 男人有60公斤 女人有40公斤 如果拳力击打 男人大概有100公斤 拳王泰森一拳能打出244公斤 要想达到明镜这种层次 至少也要有200公斤的冲击力 而且拳头要硬 不能说打在石头上 石头好好的 而拳头却鲜血淋漓 那就不叫明镜了 那叫莽镜 俗话说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所谓明镜 就是锻炼筋骨皮 筋肉 骨骼和皮肤 都要练到家 而按照秦迪的判断 明镜的基础 是手臂的阳筋得到初步开发 包括守阳鸣 守绍阳和守太阳三条筋脉 部分穴位受到激发 因此增加了爆发力和耐受力 达到开杯烈石的程度 但这跟修真人还有所不同 修真人要打通整条经脉 气血在经脉中鼓鼓流动 仿佛大江大河一样 而且 修真人的真气极为凝炼 能化成剑气脱体而出 杜蓉和杜兰都很开心 本来按照杜心武的说法 他们要想练出明镜 至少也要等18岁 或者20岁 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 擎敌并没有传授他们拳法 因为杜心武的拳术并不差 只是欠缺更深层次的东西 这就像普通人练健美 吃足了苦头 也未必能练出完美的肌肉 而有些人吃了激素 随便练几下 就有令人瞠目的肌肉快 擎敌传授的功法 效果不亚于激素 能由内及外 改变人的血气和力量 杜蓉和杜兰 虽然是费灵根 但也比没有灵根的 普通人强多了 擎敌检查了他们的进步 然后阴才师教 传授新功法 叮嘱他们 照着我说的方法的练 不出三年 就能练出暗境 二女欣喜不已 因为他们的叔叔 青帮第一高手杜心武 练了一辈子武功 也只处于暗境巅峰 至于说化境 那是传说中的东西 现实中早已失传了 杜兰毕竟还年轻 有些不死心 问道 师父 您说 这世上 还有化境吗 秦迪微微一笑 当然有 杜蓉问 师父 化境是什么样子 秦迪冲着燕雪一台下巴 诺 你给他们露一手 燕雪从窗台上的盆花里 摘下一片指甲盖大小的叶子 手一甩 隔着窗子抛了出去 秦迪对渡市两子妹道 你们去找找 那片叶子去了哪里 二女看得真真切切 叶子抛向树杖外假山的方向 于是快速走出屋门 一路找过去 他们以为叶子落在了地上 所以低头在地上找 然而 地上并没有 一直来到假山跟前 他们才赫然发现 那片叶子 竟然深深地嵌入假山内 飞花若见 落叶如刀 难道说 这就是化境 两人看得目瞪口呆 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天哪 如此柔弱的叶子 怎么能嵌入石头里呢 先生 这是传说中的化境吗 秦迪笑道 化境就是化境 燕雪刚才没控制好 展示的功力超越了化境 正常的化境 只能粘在石头上 入石不足两 而你们看到的 分明入石一寸 杜蓉夸张地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睛 张大了红红的嘴巴 问道 燕雪姐 你是怎么做到的 按理说 燕雪跟他们年龄相仿 就算从娘胎里开始练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 燕雪只是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秦迪 并没有回答 秦迪道 今天你们看到的 出去之后 不要乱说 每个人资质不同 机遇不同 道路也不一样 你们只要尽力修炼 将来会明闻天下 二女更加兴奋了 神情显得很激动 先生 我们会努力的 秦迪道 如今乃是乱世 光练权还不行 还要懂得枪械 走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四人一起出了摩都 坐船来到崇明岛 岛上有阿斯匹林的制药厂 从制药厂向北 靠近海边的地方 还有一个露天的枪械馆 秦迪从世界各地 进口了各种枪械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品种繁多 其中包括英国的马提尼步枪 德国的毛色步枪 美国的科尔特手枪 白朗宁手枪 春田步枪 法国的格拉斯步枪 俄国的莫星大干部枪 德国的MP冲锋枪 甚至还有一挺马克庆机关枪 秦迪建这个枪械馆 不是为了造反 而是为了培养保安人员 不管是药厂还是医院 都需要强化安防 特别是青霉素制药厂 必须有过硬的安保 才能保护菌株 不至于失窃 外面请的枪手不可靠 不如从秦家下属的工厂 抽调人员来培训 枪械馆聘请了两位教练 一个叫张强 一个叫李恒 都是轻度残废的军人 腿脚有点薄 上肢健全无碍 射击水平很高 秦迪将杜荣和杜兰二人 交给张强和李恒培训 他自己则和燕雪 一起摸索狙击枪 这年月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加装了瞄准镜的狙击步枪 狙击步枪的辉煌 是从二战才开始的 他用的是美国的李氏步枪 和俄国的1891末新纳竿步枪 秦迪的眼神很好 用不用瞄准镜一个样 而且以他的功力 也未必要用狙击步枪 不管什么枪 都能百发百中 燕雪也练得津津有味 他仿佛不是在打枪 而是在江边绣花一样 他们在崇明岛训练了一周 然后才回来 不久 秦迪提前半年订购的一批新枪到了 自此之后 他的储物腰带和燕雪的戒指中 都储备了几支长枪和短枪 以备不时之需 除了枪械之外 秦迪还有几口飞剑 同样能在百米之外取人手机 只不过他的功力还不够强 所以他尽可能不用飞剑 截至1929年3月 秦迪掌控的资产 主要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医药相关的企业 首先是国泰制药厂和药业行销公司 这是赚钱的主力 每年盈利上千万 其次是医药研究所 慈安外科医院和慈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研究所投入不菲 但是开发的专利赚了大钱 外科医院的年利润控制在15%以下 赚的钱全部用于自身的维系和扩张 学校则是赔钱货 一年赔百万元不止 最后是医疗器械厂 生产纱布 绷带 手术工具 暂时不赚钱 第二类是秦汉城主管的秦市粮行 每年以10%的盈利增长 这个数字并不高 主要是为了压低粮食价格 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行善 第三类是百代唱片公司 以及李景辉的明月歌舞团 唱片公司有周天林管着 有三张白金专辑称厂子 像晚辞 叶上海 长城谣 长盛不衰 不管出多少张都能卖掉 所以秦迪很少去小红楼 只是贯唱片的时候才露面 而关于明月歌舞团 他只是投入一笔资金 并不干涉歌舞团的运营 赚不赚钱无所谓 第四类是魔都的房地产 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因为多年来的不断加码 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和平年代 想做生意赚大钱的人多如牛毛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位于魔都的法租界和公共租 类似于国中之国 世外桃源 人口增长很快 房价一路上涨 比十年前翻了三倍 秦迪因为下手早 提前洞茶商机 抢占了不少好地方 许多繁华四景的地带 背后都有秦家的资本 举个例子 魔都三十多家舞厅 其中五家房产归秦家所有 还有三家的地皮 属于秦家 二三十年代的魔都 被称为东方巴黎 洋人来来往往 内地人也涌过来 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 歌舞升平 所以像杜月生 黄金融这样的人 都喜欢开舞厅 有些国民大员 为了聚会和交流 也喜欢开舞厅 开舞厅要有大房子 大地盘 还要处于闹市区 有些人看中了合适的场地 然而左右一打听 才知道是属于秦家的 秦迪手下有两个房地产经理 一个叫游龙 是杜月生介绍的 拥有青帮背景 所以举了这么个混号 另一个叫张斌 是张乃景推荐的 算是张家的族人 老实讲 秦迪只要手里拿着房器和地器就行了 对于是否要租出去 是否在空置土地上盖房子 并不是太在意 但是两个经理 则不然 他们觉得这是一笔大生意 需要好好折腾一番 所以早在三年前 就跟秦迪申请了一笔资金 挖空心思在繁华的地方盖楼 然后再租出去 其中有几处地方 被人拿来开舞厅了 因此之故 秦迪相当于幕后老板 若出现在舞厅里 则被黑道中人称为秦也 秦迪29岁 就已经成也了 而他的父亲则不然 秦汉成即便出现在舞厅 也没人上杆子追捧他 因为秦迪 老早交代游龙和张斌 不要将经营房产的事 禀报给秦汉成 因为秦汉成年纪大了 眼看接近60岁 管太多不利于健康长寿 而且 开舞厅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要么是帮派的流氓头子 要么是政府的贪官污吏 这些人不好接近 秦迪不想让父亲受伤害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成天闲的无聊 巴不得跟人打架呢 有时候 秦月也会跟一帮文人去跳舞 有时候 秦迪也会带着艳雪 进去转一圈 这年月 魔多有很多舞女 总数至少有两三千人 舞女是交易舞 传入中途的产物 没有交易舞 就没有舞厅 没有舞厅 就没有舞女 舞女产生以前 卖身者为妓 卖艺者也是妓 统称为商女 舞女以祸妖为业 并不是直接的出卖肉体 当然 其中也夹杂着卖肉的人 交易舞刚进入魔都时 一直在洋人的夜总会 和俱乐部之中流行 是一种与中国人的生活 相当遥远的娱乐活动 1922年 一品香旅社 仿照洋人举行交际茶舞 不售门票 参加者都是达官贵人 从此拉开了魔都中国人 跳跤异舞的序幕 1927年下半年 有舞女伴舞的 营业性舞厅 巴黎舞厅开业 因为布置富丽堂皇 吸引了一般时髦的男女青年 常去常往 鉴于舞厅生意兴隆 国人于是竞相争设舞厅 大华 星星 绝路 月宫等舞厅迅速崛起 至1928年4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几经达到三十几家之多 其中 月宫和绝路 就开在秦家的地盘上 舞女的经济收入 远远超过其他女性从业者的经济收入 1928年 申报上的一篇文章 记载了普通舞女的收入状况 按舞女的收入调查 每夜和五场对折 至少竞争四五元 多至一二十元不等 统计一月起来 均有一二百元 其数也很客观 像我们脚脑之弄 比头尾实望沉默及 恨不化作女儿身呢 一名普通舞女的这种经济收入 不但可以 使自己过上摩登女性的生活 还有能力改善家人的生活 这还是在二十年代末 若是在过几年 舞女的收入 还要拉高数倍 舞女的高收入 不仅吸引了一般家庭女子 也使得女电影演员 高级妓女和女学生 投身舞厅充当舞女 比如 红遍魔都的五星 李丽娜 就是电影明星出身 出为国光影片公司演员 所作片《成绩贤家》 国光亭产赴为明星演员 继而入绝录为五星 五星黄秀英 则是高级妓女转业而来 不仅青楼女子要当舞女 就是一些有名的 女子中学里的高材生 也甘下舞池 成为二十年代末 早期舞女的来源之一 绝录五星李湘斌 为爱国女校之高材生 巴黎五星徐晓曼 为镇德女校之高材生 当舞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周旋于达官贵族 文人雅士和各国洋人之中 充当舞女要有些看家本领 除了跳舞外 还要会讲外语 懂西方礼节 会骑马 能游泳 会打网球等等 除这些西方的事物要精通外 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能够和客人边跳舞边谈论歌词师傅 也是舞女要掌握的本领 情敌进舞厅 不是为了跳舞 而是为了获得资讯 因为外国洋人 政府官员 大赤党 清白党 三教九流的人 都来舞厅凑热闹 凭借人来人往 掩护自己的身份 更好的传递信息 情敌的耳朵很灵敏 能将所有声音听进去 所以他得到的资讯很丰富 有时候 他甚至听见大赤党的人偷偷商议 采用何种方式除掉叛徒 有时候 他还能听见 清白党的人相互勾结 想要操纵骨架或者威逼利诱 侵吞别人的产业 第076章 仙人做媒婆 情敌一面慢慢喝着红酒 一面听舞厅里嘈杂的声音 大多数时候 他即使听到各种信息 也会置若网闻 少数时候 他准备介入 则要掐指算一算 会不会影响大局 进而承受天道反噬 实际上 能被载入史册 影响大局的事情并不多 很多情况下 他即便介入也没有问题 古语有云 天之道 损有余 而补不足 那些载入史册的人 每一位都是强者 可谓天道眷顾的强人 他们即便牺牲了 也不接受怜悯 不容许别人插手 改变固有的命运 因此之故 情敌知道徐志摩会死 却不能告诉对方 别去搭乘那天的飞机 他知道 着青秋会牺牲 也不能提醒此人 别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出行 云云众生 如流星一样划过 很少被人记住 别说是普通的平民了 即便是革命者 也同样如此 比如说 早在1927年 大赤党就有 两万五千名党员 然而到21世纪 依然能为人所知的 还剩下几个人呢 历史很容易健忘 除非是顶尖的大人物 才会被人记住 而卓青秋偏偏是大人物 徐志摩虽不是党员 他的名字永垂青史 这样的人 即便死了 也活在人民心里 形同于散仙一般 用不着别人插手 经历的次数多了 秦敌甚至发现 若是帮助弱者 还能获得天道加持 所谓天道加持 那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比如说 他头天晚上救了人 第二天早上 面对出生的太阳 或许会有一道紫气 穿破云层 落在他身上 这一道紫气 能让他的功力增长一小节 相当于闭门 进修半个月 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因此 秦敌闲来无事 很喜欢助人为乐 他一个转世的仙人 又是秦家的大少爷 竟然偷偷地帮助弱者 这要是传出去谁信啊 可他在修炼之余 偏偏就那么做了 只不过做得很小心 不让一般人发现 他坐在包间里 静静地喝酒听音乐 看别人旋转的舞姿 放松自己的心情 喝酒对他而言 就像喝水一样 再多也不会醉 包间的门口有人守着 普通的舞女和客人 难以进来 但是少数的花魁 比如说 李香斌 马梅萍 张蕊芳 仗着是舞厅的台柱子 还是能进入包间的 守在门口的人 也不愿阻拦 这些女人 看情敌长相俊美 又被舞厅的人 尊为情爷 所以都想结识她 谄媚她 讨好她 心想 若能有一番清静 那就是大造化了 然而 结果很无奈 从来就没有人成功过 于是久而久之 这些花魁 也相信了外面的传言 说 秦爷乃是天烟 尽管如此 他们还不由自主地凑上来 因为金钱全是吸引人啊 谁不知道 秦家是魔都有数的富贵豪门 谁不晓得 秦大少爷 是秦家唯一的继承人 而且 人掌的玉树临风 潇洒俊逸 即便是 天烟 又怎么了 姐只要看着书星就行 再者说 有些女人觉得 面对天烟的男人 可能更安全 不会被对方欺负 对于这些近来搭讪的舞女 秦迪并没有摆出 高高在上的仙人姿态 毕竟都是美人 环肥艳寿 花枝招展 要么十七八岁 要么双十年华 跟他们说说笑笑 也算是打发时间了 以秦迪强悍的神识 能够同时跟踪数十种声音 并不需要宁神静听 也不会受这些女人 软语娇声的干扰 这一天 一席红群的李湘兵走进来 带着一股幽兰般的香气 他身材恶挪 面若娇花 扭动着纤细的腰肢 轻轻坐下来 笑着问道 请问秦爷 您来舞厅 为何只是静坐呢 秦迪淡淡地道 一切有为相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英座如士官 李湘兵笑道 哈哈 您想出家吗 像红一法师一样 您在舞厅中修行 倒是有趣得很 秦迪看他一眼 道 李小姐 你来舞厅 又是为什么 李湘兵笑着回答 我喜欢跳舞 还想在这里调金归序 秦迪道 想通过跳舞 来调金归序 这法子不靠谱 不怕秦彦宁笑话 小女子家境普通 勉强上完中学 没有上位的门路 只能靠几分姿色 来博一个机会 你对金归序的要求 是怎样的 有钱 有才华的单身男子 相貌中上 心地不能太坏 秦迪锐利的目光 从舞厅旋转的 众人身上掠过 道 你看那边 第二个灯柱的左侧 靠窗坐着两个人 其中 年长的那位 是个厉害人物 你莫要招惹他 他已经有老婆了 年轻的那位 虽然衣着朴素 但是相貌不俗 人品也还行 你若能攀上他 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就有了 李湘斌感到诧异 转过头去看了一眼 低声问道 真的假的 秦彦 你认识他们吗 秦迪摇头 不认识 李湘斌收回目光 问道 那你怎么知道 他们的情况呢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还看出 那位年轻人 是一位军官 不久前受了点轻伤 但已经痊愈了 不久之后 他将发迹上位 至少是个师长 李湘斌愈发惊讶 秦爷 您可别骗我 这人如此年轻 怎么能当师长 秦迪笑道 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 受伤前就是团长了 国军正在急剧扩张 他又有靠山 像 当师长还是很快的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日后 能成为军长 这年头 军队越打越多 用不了几年 军长也多如牛毛 啊 这样的人 应该结过婚了吧 再者说 我还没想好 能否嫁给军人呢 因为军人太危险 说不定 哪天牺牲了 那我可怎么办 此人目光炯炯 腰板鼻挺 血气饱满 应该还没结婚 而且他额头宽广 双眉顺长 乃是长寿之相 秦迪 您还会看相 到底准不准啊 不管准不准 你去认识一下 那他当个备胎也好 多谢指点 我先过去瞧瞧 作为舞厅的头牌舞女 李湘斌自然有 诸多搭讪的手段 不久他便搞明白了 年轻的那位叫陈生 年长的叫陈诚 两人是堂兄弟 这时候 国军还没有大幅扩张 因此陈诚尚未发迹 只是个副师长而已 但是用不了一年 他就当军长了 将来更是全清朝野 炙手可热的人物 陈生跟着他 必然水涨船高 擎敌不时去舞厅 像陈诚这样的将军 并不少见 因此不觉得 有什么奇怪 当兵三年见不到女人 看到老母猪都发狂 他们难得来一趟魔都 还不一头扎进舞厅里 毕竟这儿的女人最撩人 情敌闲得无聊 顺手指点李湘斌 也算是助人为乐 至于说 李湘斌能否勾搭上对方 将来会不会幸福 那就看他的福分了 第077章 顺手杀个人 李湘斌刚出去不久 另一位大牌武女马眉瓶 走了进来 他穿着天蓝色的长裙 双石年华 粉面雪白 一双眸子亮晶晶的 进来问安 秦爷 有些天没见到您了 能否让小妹陪您喝一杯 秦迪道 坐吧 我看你双眉带彩 似乎有什么好事 马眉瓶一面帮秦迪道酒 一面笑道 前些天 小妹认识一人 相貌学识都是有的 还送我一枚戒指 就是我手上戴的这一枚 麻烦秦爷您帮看看 这颗耀眼的蓝宝石 究竟是不是真货 秦迪瞄了一眼 道 或是真货 价值不菲 马眉瓶露出欢喜的神色 多谢秦爷 秦迪问 那人在哪里 让我看一眼再说 就站在武池左边 身材高挑 西装笔挺 留着小胡子的那位 他旁边还有一个粗壮的汉子 看上去凶巴巴的 秦迪一挑眉 冷声道 这二位都不是好人 你离他们远一些 马眉瓶 脸色大变 陪着小星问 真的吗 麻烦您仔细说一说 秦迪道 他们是流窜江苏 和浙江的土匪 那个粗壮的汉子 至少杀过数百人 你看中的那位 也杀了六七十人 都已经恶贯满盈了 马眉瓶手一抖 将端齐的酒杯掉下来 眼看就要飞溅在桌面上 秦迪伸手接住酒杯 滴酒不漏 放回在桌上 马眉瓶的身躯 剧烈地颤抖 显然心里害怕极了 秦 秦爷 求你就小妹一命 我不敢出去 见他们了 秦迪提高了声音 说道 张恒 我看那两人不爽 你叫上几个伙计 将他们撵出去 张恒是青帮的打手 也是杜月笙的手下 文言叫了四个人 腰里别这家伙 走过去驱赶 这里不欢迎你们 赶紧滚蛋 那两个汉匪心有顾虑 一则这里是租界 如果在这儿惹了事 以后就不能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二则对方人多 腰里都别着枪 如果动起手来 肯定居于下风 所以他们 只能吃个哑巴亏 被人撵了出去 马眉瓶的身子 还在颤抖 秦爷 他们会不会在外头等着我 然后在路上截我的道 我该把戒指还给他们吗 可我不敢见他们了 秦迪摆了摆手 不必在意 他们不敢再来 马眉瓶缩着身子 显得楚楚可怜 秦迪站起身来 走了出去 那两个汉子 还站在距离舞厅 不足百步的地方 躲在灯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 目光灼灼看向舞厅的方向 嘴里低声说着话 这家舞厅是谁开的 为什么要拧我们 难道是因为那个婊子 他娘的 我们不能吃这个哑巴粿 干脆在这里等着 等那女人出来 再将她劫走 好好消遣她 大哥 这可是租界啊 有警察巡逻的 哼 把她的嘴堵住 装进麻袋里 趁着夜色抗走 谁能看出来 嘻嘻 那娘们长得不烂 说话间 两人就觉得 眼前一暗 耳边似有疾风掠过 然后是 砰砰两声响 仿佛锤子敲在脑袋上 接下来就没有知觉了 擒笛在他们身上摸了摸 然后一手提着一人 一步跨出就是数十米 很快来到黄浦江边 将人丢了下去 扑通 两声 见起老大的水花 两具身体沉到了水下 不用说 这两人已然死定了 擒笛拍那两掌的时候 用的是画镜 真气外放 隔空打牛 即便是尸检 也验不出伤痕 头颅完好没有外伤 但是颅脑内的细胞 大量死亡 就算人还没死透 落进江里 也爬不出来 他离开江边 手里多了个小小的皮包 里头有十几根小黄鱼 还有几十块大洋 另外 皮包里还有两把钥匙 其中一把连着个金属名牌 上面写着魔都商业银行 看来是保险柜的钥匙 他也懒得去取金银财宝 干脆将皮包 往储物腰带里一丢 且待日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 两具尸体被人捞上来 警察局贴出告示 寻找线索 人虽然死了 看上去没有外伤 可是这件事透着古怪 如果淹死的是女人和孩子 还好说 两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 怎么会掉进江里淹死呢 就算淹死了 也要查找师援 知道是什么人啊 告示贴出来 申报上也灯载了 然而三天过去 也没有人认识 舞厅的大阿寿 都是帮派中人 即便有线索 也不敢乱说 况且 他们也没看见秦敌杀人 怎敢凭空得罪秦大少 直到十天后 才有人去警察局里说 那两具尸首 是纵横苏北的汉匪刘福龙 和他的亲近手下 刘福龙纵横苏北三十年 伙童手下杀死人命 三千一百三十四条 烧毁房屋六千间 单是在鲁南的一个小村庄 就杀了八百六十四个人 至此 警察局才撤销了 寻找线索的告示 马梅萍看了报纸 吓得魂不守舍 猜测是秦敌派人做的 心里既感到宽慰 也对秦敌越发敬畏 秦爷是好人啊 可惜他是天烟 要不然 我情愿自见整袭以报答他 自此之后 秦敌再去舞厅 马梅萍舞也不跳了 经常陪在旁边唠嗑 当然 如果秦敌带着燕雪一起来 马梅萍可不敢露面 因为燕雪不但相貌极美 而且身上带着仙气 整个魔都找不到一个女人 竟然有那种清雅的气质 让人自残行贿 望而却步 后来 秦敌还是派人去魔都商业银行 把保险柜里的东西取出来了 除了一百根金条 和五万大洋外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将金条留下 银元都拿给母亲朱婉 捐给教会福利院做慈善 闲暇的时候 他偶尔也去井上龟三郎的祈祷馆 看一看 那里经常聚拢一些围棋好手 围在一起 泡壶好茶 慢慢地下棋 也是一种享受 无奈秦敌的棋意太高 在人间找不到对手 所以他很少亲自下棋 而是帮人讲棋 而他讲棋 仿佛天马行空 一般人也听不懂 就像听天书一样 第078章 先生怨取否 1929年4月16日 秦敌来到医药研究所 了解抗生素研究的进展 他终于得到了好消息 经过十多位研究人员 连续几年的不懈努力 不断地从土壤中筛选细菌 已经找到了三个裂黴菌株 对结合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实验研究的数据 对了三尺后 可以发好几篇高质量论文了 但是炼黴素的产量还是太低 没法用于临床 于是秦敌精神振奋 亲自动手 用紫外线照射君珠 然而 当他亲身上阵的时候 才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 紫外线中 竟然蕴含着类似于日光的紫气 能让他的功力得到提高 秦敌又惊又喜 天哪 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早知如此 我就每天泡在实验室 用不着区外投浪荡 满世界寻找灵气了 灵气有很多种 紫气只是其中的一类 适合修炼纯阳火系功法的人 秦敌拥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灵灯 所以他能吸收紫气 快速提升功力 而燕血则是水木灵根 只能吸收月滑 不能接触紫外线 普通人更不能接触紫外线 因为他能改变DNA结构 从而诱导出癌症 接下来 秦敌又让人购买了一批紫外灯 准备给自己进行光浴 他在研究所里待了两个多月 连续不停地筛选炼霉菌 总算找到一个高产的菌珠 将炼霉素的产量提升了数十倍 随后 他和母亲朱婉 姐姐秦琳一起整理实验数据 写出一篇篇论文 同时做好了专利申请的工作 与此同时 他还给参加研究的人员发奖金 根据介入研究的程度 少则三千元 多则上万元 这年月 一元就是一块大洋 一万块大洋 还是很可观的 一座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也就卖五万块大洋 秦家聘请的研究人员 并非大学里顶尖的教授 那些教授脑子太活络 不愿意受到拘束 秦家请的是二线人员 在研究所里按部就班的工作 不但能拿到高薪 还有不菲的奖金 若是走出去 很难拿到一半的薪水 不过 他们在进研究所以前 就已经签订了协议 如果是一些测制研究的成果 不直接产生专利 经过秦家的同意 允许他们发表论文 而像青霉素和裂霉素 这种重大突破 所有专利和名誉 都会被秦家拿去 仔细说来 这也是很正常的 即便放到21世纪 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秦家不但投入重金 给所有人发工资 而且从整体思路到 大致的实验步骤 都来自于 擒敌的设计和指挥 比如说 寻找炼霉菌 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实验员 听说要从土壤中筛选菌珠 一个个都禁不住皱霉 土壤这么脏 这么复杂 能筛出什么玩意 但是当实验一天天 往前推进 从土壤中 找到上千个菌珠 一点点被筛选淘汰 最终选出几个菌珠 对某些细菌 有抑制效果的时候 所有的研究员都惊呆了 实验设计是谁做的 将这一切都归功于猪碗 对猪碗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愧是顶尖的大科学家 三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他那聪明的大脑 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实际上 过去几年筛选的菌珠 不单是炼霉菌一种 还得到一些其他的菌珠 有可能诞生土霉素 金霉素 只不过研究所将主要精力 投入到炼霉素的研究中 所以经过几年的努力 终于获得了重大突破 1929年7月1日 张乃锦和秦琳带着女儿 来到秦府 小姑娘张依然快三岁了 性格活泼 跟小时候的秦琳有些相似 她睁着乌溜溜的眼睛 爬到燕雪的膝盖上 盯着燕雪看来看去 小姑姑 你长得真好看 比我妈妈漂亮 燕雪甜甜的一笑 伸开双手保住了她 好孩子 别这样说 你妈妈会不开心的 秦琳笑道 我有啥不开心的 燕雪 你已经十八岁了 对不对 燕雪道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秦琳道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可是拿你当弟媳的 你想啥时候嫁进来 燕雪羞红了脸 姐 你说什么呢 怎么说这种话 秦琳描了情敌一眼 道 我第一表人才 心地善良 待人诚恳 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年龄大了 始终不肯结婚 外面有些人碎嘴 说的话很难听 我做姐姐的 很替她着急 燕雪低头不吭声 她心里千恳万恳 但只要秦敌一天不开口 她都是做婢女和徒弟的命 不敢奢望嫁给对方 秦月也在旁边帮腔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说是不是 燕雪 燕雪依然低头沉默 过了两久之后 才低声悠悠地道 我是买来的丫头 这辈子都是秦家人 先生愿意取是我的福分 不愿取也是我的命 听了这话 秦月感到有些难过 你这丫头 怎么能这样想 倒好似秦家对不起你了 秦灵柳梅一树 道 燕雪你放心 我和母亲会为你做主 秦敌眼看三十了 不能一个劲拖下去 不然 秦家的名声还要不要 另一侧的书房中 秦敌正在和张乃锦下棋 闻言经不住苦笑 按理说 他是仙人转世 结不结婚 有什么关系 就算孤身一辈子 也可以开开心心 他本来拿燕雪当徒弟 可是在家人看来 那就是童养习 甚至连燕雪都这样想 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可是换个想法 仙人本就无拘无束 想做什么做什么 他就算取了燕雪 那又怎么样呢 这是灵气匮乏的世俗世界 又不是小说里的神雕侠侣 哪有什么辈分的隔阂 男欢女爱 还不是很正常吗 再者说 即便是在灵界 仙界 师父取徒弟的事 也很多 只要双方 你请我愿 老天都不会责罚 张乃锦 抬起头 笑道 老爹 你可真有眼光啊 早在十一年前 就从外头领回来这丫头 我记得当初 他面黄肌瘦 头发稀疏 脸单那么小 一个巴掌就能盖住 如今 女大十八变 变得让人不敢直视了 而且他冰雪聪明 秀外会中 掌握英语 法语和日语 还在复旦大学商学院读书 日后会是非常难得的闲那种 更何况 他还是神秘的歌仙 雪向晚 如果消息传出去 会有很多人围在情府门外 找他要签名 说不定 还有人想找你决斗呢 秦迪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其实 张乃锦说的并没有错 随着电台的反复播放 留声机的逐渐普及 三张专辑如日中天 雪向晚被赞为歌仙 每个人都会唱他的歌 如果歌到后世 他比最著名的歌星 还要红百倍 千倍 同样的留声机 同样是百代公司的唱片 雪向晚的歌声 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比别的歌手好听许多倍 不管是什么人 都无法模仿他那种仙韵 能有两分相似 就很不错了 这年月 虽然没有后世的狗仔队 但是不缺好奇的探子 挖空心思寻找雪向晚的来历 已经有人联系到情府的燕雪身上 无奈燕雪从来不在人前唱歌 所以这件事始终得不到证实 第079章 要去美国了 秦迪暂时不想考虑结婚的事 他在棋盘上落下一颗子 陈生说道 过几天 我准备去美国一行 张乃景愣证了一下 然后猛然坐直了身子 提高了声音道 我想起来了 在纽约花旗银行的保险柜里 还有厚厚一叠股票呢 都是多年前我帮你买的 是不是应该前去处理了 秦迪点头 对 该到抛出的时候了 张乃景忍不住赞叹 老弟你可真厉害 当年你投入800万美元 如今大幅升值超过4000万美元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关注股市 摩都和纽约的股市 有联动效应 新闻报上也有美股价格 虽然时间延迟了半个月 但是不影响大局 老实讲 你这笔交易非常成功 我爹和大伯都很后悔 早知如此 宁肯卖了摩都的房产 去买美国的股票 房产才涨两三倍 股票却涨了五六倍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当年答应你 等我赚了钱以后 分给你5% 这句话 我可没有忘 张乃景 阿压一声 兴奋地跳了起来 将妻子一丢 快步跑了出去 口中大声嚎叫 老婆 发财了 发财了 秦迪要给我200万美金 张家很多年前 就是南巡巨富 张景江乃是清白党大佬 不久前 做了浙江省主席 家族财富水涨船高 张家不但有银行钱庄 还有十几家企业 从表面上看 财富不比秦家少 但是张景江兄弟七人 平均分下来就少了 张乃景的父亲张淡如 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 做生意的本领很强 就像他下围棋的本事一样 他开办东南信托 摩都信托 大中华公司等 名下资产上千万 然而 他身体健康 暂时没有分家的意思 所以张乃景 没法早早地继承家产 张乃景 还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呢 每个人掌控的财富都不多 张乃景 作为家中长子 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 拿了父亲 给的60万大洋 开了家名叫 开源电器的企业 名义上做了董事长 但是经过几年的运作 真实资产不过300多万 按理说 300万已经不少了 他毕竟还年轻 将来的机会 还多着呢 不过比起秦迪而言 那就差距太大了 这些年 张乃景 一直关心股市 也在惦记秦迪当初的许诺 但因为 双方是亲戚 他不好意思开口 如今听秦迪提起这件事 他顿时变得很兴奋 秦林觉得奇怪 怎么回事 为啥阿迪要给你钱 200万美元 不是说笑吧 张乃景 哈哈笑道 当初秦迪 在棋盘上蹂躏我 还巧舌如簧鼓动我 让我去美国留学 名义上为我好 实际上 是想让我帮他做事 你帮他做什么坏事了 我帮他买了 800万美元的股票 一直搁在保险柜里 到现在8年多了 按照目前的市价 价值翻了5倍 超过4000万美元了 秦林和秦月都吃了一惊 惊不住惊呼 啊 竟然有那么多 秦汉成文言更是面色大变 双手一个劲地颤抖 捧在手里的紫砂壶 都差点掉下来 秦汉成虽然是家主 但他不掌握财政大权 家里有多少钱 他也不是很清楚 按照他的估计 秦家财产大概有四五千万 主要沉淀在国泰药业 和秦氏两行里 但他想不到 除了这些明面上的资产之外 秦迪还在纽约买了股票 另外 在各大银行 还有不少存款 秦汉成好不容易 将紫砂壶放在桌上 说道 价值4000万美元的股票 换成银元有8000万 这数字有点多啊 这年月 中国还是银本位 白银一点点贬值 一块大洋 相当于0.5美元 等1932年 贬值到极限的时候 一块银元 只能换0.25美元 秦迪走出书房 对众人道 我准备去一趟美国 至少在外头待好几个月 啥时候回来不确定 朱婉从阁楼上走下来 道 去吧 多带几个人 注意安全 顺便把练媒素的专利申请了 张乃锦看着秦玲 笑道 老婆 我们也出去玩几个月 好不好 秦玲摆他一眼 道 你要是走了 开源电器怎么办 张乃锦笑道 下头还有精灵啊 让他汇报给老爷子 他说的老爷子 自然是张淡如 秦迪也跟着劝说 人多才热闹 最好 秦玲也跟着一起去 秦玲使劲白手 哼 我才不去忘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如果有可能 我想去苏联看一看 秦迪不去管他 转身对朱婉道 妈 你是举世闻名的大医学家 如果你去了美国 肯定受欢迎 朱婉摇头 我连去瑞典领奖都懒得去 还去什么美国 的确 诺贝尔奖的三次颁奖典礼 他都没有参加 甚至连奖金都没有 对他来说 诺贝尔奖只是荣誉 不值得远渡重洋去领奖金 而且按照记载 1901年的诺贝尔奖 只有4.2万美元 到1929年 也只有10万美元 秦家财大气粗 不缺这点钱 多卖两只青霉素 啥都有了 秦汉成倒是想出去转转 可他位居漫长的海上航行 此前他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 在船上憋两个月 滋味太难受了 实际上 因为科技的进步 轮船的速度提升很快 最新的美国美森公司客船 每小时能跑22节 相当于每小时40公里 如果全速航行 只要十来天 就能跑到旧金山 秦迪要去的是纽约 位于美国的东海岸 如果轮船停靠旧金山 还要坐几天火车 从西向东 横跨大陆 几个人商量了一番 最终买了7月底的船票 秦迪 燕雪 张乃景 秦玲 小姑娘张怡然 再加上杜蓉 杜兰姊妹 以及一个名叫 陈虎的保镖 总共8个人 一起坐船 横渡大洋 陈虎是张乃景的贴身保镖 早年跟他去过美国 也算是有些见识 此人身高马大 个子有一米九 浑身都是剑子肉 三十几岁的年纪 四方脸 一双眼睛 仿佛同龄一般 他的功力处于明镜巅峰 比杜蓉和杜兰还要强一些 秦迪叮嘱杜蓉和杜兰 保护好秦林母女就好 别的都不用管 于是乎 这姊妹俩天天追着小丫头 在船上跑来跑去 他们买的头等舱 位于轮船的上层 噪音很小 住得很宽敞 还有游泳池 健身房 咖啡厅 第080章 繁华都会纽约 轮船在海上漂流了半个多月 于8月15日抵达旧金山 旧金山有不少的华人 还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国城 不过 这年月华人不富裕 中国城也显得有些破旧 所以 秦迪没有逛街的兴趣 他们在旧金山休息两天 然后坐上火车 经过三天的旅行 看遍了广包的卧眼 联名无尽的森林 最后抵达纽约城 纽约是美国最繁华的都城 既是整个国家的金融中心 同时也是罪恶之城 张乃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读的哈佛大学 位于波士顿 距离纽约不算太远 这一次 他觉得自己是地主 所以主动给众人领路 燕雪是第一次到这儿 看着高楼大厦 华丽的教堂 车水马龙的街道 西装革履的行人 感到很新奇 秦迪第一世的时候 曾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 多次来纽约 但那是多年以后的纽约 跟此时有很大不同 他们在百老汇大街 找了家豪华宾馆住下来 吃吃喝喝 四处闲逛 先放松了好几天 然后 张乃景陪着秦迪前往华尔街 从花旗银行的总部保险柜里 取出一大落风存的股票 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秦迪还在花旗银行魔独分行 有三百万美元的存款 因此 他是花旗银行的贵宾 花旗银行是一家综合性投资银行 有自己的经纪人 可以代客理财 买卖股票 基金和债券 随后 秦迪独自走进花旗银行贵宾室 要求会见投资经纪人 等了斩茶功夫 一个身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白人走出来 面带微笑道 先生早上好 我叫詹姆斯 请问我能帮你做什么 秦迪道 我想开展证券交易 请问有什么便捷方式 詹姆斯道 花旗银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有独立的席位 30位股票经纪人 随时准备为您服务 您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电报下单 资金直接从银行账户扣除 秦迪拿出一半股票 道 我想在9月3日之前 将这些股票分批卖出去 詹姆斯看见厚厚的一叠股票 经不住十分惊讶 深吸一口气道 好的 我先检验一下 然后帮您联系股票经纪人 他一张张查看股票 越看越吃惊 先生 您拥有的股票 经过初步估算 大约值2600万美元 您真要短期内卖出吗 秦迪陈生道 从今天开始 每天卖百分之十 要敢在9月3日之前 全部卖光 一股都不剩 好的 请遵吩咐 随后 詹姆斯将每一种股票的数目 记下来 开了一张票据 在票据上签了字 咔嚓 打了钢印 再递给秦迪 秦迪从花旗银行出来 又去了摩根银行 将另一半股票交给客户经理 要求对方在9月3日前卖掉 他在摩根银行同样有大额存款 可以享受贵宾服务 如此一来 他很快搞定了股票的卖出 不用去拥挤的证券交易所 声嘶力竭地喊叫了 9月3日下午3点半 秦迪接到花旗银行的电话 秦先生 恭喜你 您的股票全部售出了 您的现金账户余额为2870万美元 除此之外 如果您想进行更多的证券交易 本行为您 准备了经验丰富的经纪人 名字叫布莱恩 电话号码是 又过半小时 他接到摩根大通的电话 恭喜秦先生 我们完成了您的委托 您的存款预额为3100万美元 本行证券经纪人大卫 怀特 愿随时为您服务 秦迪搁下电话 给张乃景开了张300万美元的支票 如果仔细算的话 这笔资产的5% 应该是298.5万美元 张乃景高兴坏了 干脆带着秦林和女儿 在三个保镖的保护下 跟秦迪和艳雪分道扬镳 满世界游山玩水去了 美国也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尼亚加拉瀑布 克罗拉多大峡谷 佛罗里达的岛屿 田纳西州的迷失之海 南犹他州的渔夫塔 爱达河州的岩石城 还有大岩湖 黄石公园 红山公园 不知怎地 有科学界的人士了解到 诺贝尔奖金 获得者秦林出现在美国 于是当他游历到 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 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做了两场医药研究的讲座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后来 他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做了一场讲座 被聘为客座教授 秦迪和艳雪 则一直留在纽约 联系律师 申请练霉素的专利 然后他们去百老汇听歌剧 去中央公园和时代广场闲逛 牛排 龙虾 汉堡 三明治 意大利餐 法国餐 墨西哥风味等 每样都品尝了一番 如此过了几天 艳雪问 先生 我们为什么不跟大姐一起走 情敌道 股票交易还没完呢 眼前有一场大崩盘 我要看完了再走 9月15日 他经过一番打听 找到了华尔街投机之王 传奇一般的股市交易 大作手 杰西 利物摩尔 利物摩尔52岁 身材中等 头发稀疏 向后梳得一丝不苟 高高的鼻梁 眼睛深邃 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 看上去十分文雅 让人无法将他和华尔街的 投机大鳄联系在一起 情敌静止 走进他的办公室 道 杰西 我们合伙做一笔交易如何 利物摩尔待人很冷淡 道 我喜欢独来独往 从不与人联手 情敌道 我听说 你已经抵押了豪宅和游艇 从银行借了三千万 正准备大干一场 我可以投入一千万 交给你来运作 分给你两成的盈利 如何 利物摩尔有些心动 对于股市投机者来说 从来不会嫌弃钱多 他的面色变得和缓下来 道 若是亏了呢 情敌笑道 我相信 你对股市判断 但我只能在本地 逗留一个半月 然后我要将资金撤出来 只有一个半月 时间太短了 足够了 两人经过一番讨论 最后签下了协议 情敌从大通银行 赚了一千万给利物摩尔 转眼又过了二十天 情敌打电话给花旗银行的证券经理人布莱恩 约好见面的时间 第二天 情敌见到布莱恩 此人只有三十来岁 高高的鼻梁 细密的胡子 蓝眼睛 身材有些偏瘦 布莱恩笑着伸出手 情先生 你有什么想法 请尽管吩咐 情敌道 我想动用两千万美元 采用十倍的杠杆 做空三十只股票 布莱恩面色微变 十倍杠杆 怎么 不可以吗 可以 按照本行的规矩 最多二十倍杠杆 问题是 假如股价上涨百分之一 您将损失百分之十 如果股价上涨百分之十 你将血本无归 这样的炒作 极为凶险 不要紧 风险我可以承受 按照后人的记载 利物摩尔做空的时候 用的是二十五倍杠杆 但因为情敌是伸手 所以银行最多给它二十倍的杠杆 布莱恩问 您准备何时动手 做空标的是什么 情敌道 明天开始 连续三天 每天投入四分之一的资金 剩下四分之一留着 以备补仓之用 哎呀 时间这么紧 鉴于这笔资金数目巨大 我要跟副总裁申请权限 请给我一点时间 结果才过半个小时 布莱恩的申请就通过了 因为情敌本身有巨额存款 所有交易都由花旗银行操控 银行不但要收取佣金 还能控制风险 只要股价涨幅低于百分之十 银行就没有损失 所以他们很乐意借钱 于是从这天开始 布莱恩每天下午四点收盘后 都要汇报股市行情和资金状况 10月13日建立百分之二十五的空仓 10月14日建立百分之二十五的空仓 10月15日又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空仓 三笔空仓 总耗资接近一亿五千万 相对于情敌在花旗银行的存款来说 杠杆率低于六倍 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低的 10月16日 布莱恩欣喜的汇报 秦先生 今天股市跌了百分之一 您做空三十只股票 总计赚了一百五十万 情敌撇撇嘴 心想一百五十万只是毛毛雨 10月17日股市微涨 布莱恩打来电话 秦先生 您今天亏了三十五万 要不要降低空仓 情敌没答应他 10月18日股市跌了百分之一点五 10月21日大跌 最高跌百分之六 10月22日小幅反弹 23日放量下跌 24日恐慌性下跌 10月28日乃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仅仅一天就跌了百分之13 10月29日再次血洗 跌了百分之12 直到11月13日 大盘股指跌了一半 很多个股惨不忍睹 几乎每一天 布莱恩都感到震撼不已 股市暴跌 他却欣喜若狂 等到11月15日 他来当面汇报 秦先生 按照您要求 所有空仓都已经全部了结 您的收益为一亿两千一百万 账户余额为一亿五千万 秦迪毕竟不是亲手操作 所以进出的时间点算不上绝佳 做空对象也选得不够精准 有些大盘股比较抗跌 再加上银行抽掉的用金 所以最后只赚这么多 他开了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 送给布莱恩做小费 布莱恩单膝跪地 要去稳他的鞋子 秦迪避开了 道 贵行会为客户保守秘密 对不对 布莱恩起身 是的 我们会严守私密 请您放心 秦迪并不是很相信 按理说 他可以投入更多的本金 采用更高倍数的杠杆 赚取更大的利益 可是他知道 凡事过犹不及 做人不可太贪心 一亿两千万 已经算得上惊天动地了 要知道 1929年美国联邦政府 财政收入才40亿美元 此时的一亿美元 相当于后世的数百亿 这年月 美国首富洛克菲勒家族 也只有12亿美元 相传利物摩尔做空赚了1亿美元 就成了全美十大富豪之一 但他投入的本金为3000万 收益率远不如秦迪 又过了两天 秦迪见到利物摩尔 告诉他要抽回资金 最后一结算 他投入的1000万美元 才赚了1600万 秦迪叹了口气 心想 即便是利物摩尔这样的大头鸡家 也吃不准股市的波动 不像我这样笃定 既不敢满仓操作 也不敢一直持仓 交易的频率太高 有点风吹草动就跑了 所以他无法 从鱼头吃到鱼尾 一般而言 做空就像抢劫 抢到了还不跑 会被人捉住打死 至此 秦迪自己做空赚的钱 加上利物摩尔的收益 再加上摩根银行存款 总计一亿八千多万美元 能在全美富豪榜中 排进前六位 秦迪心想 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花你 11月中旬 冷风袭袭 扑面来 秦迪和雁雪从华尔街经过 看见冰冷高大的建筑 成百上千的人群 聚集在证券交易所外面 一个个面色阴郁 哀声叹气 还有人哭天抢地 痛不欲声 呈现出一片哀红遍野的景象 猛然间 就听见啊的一声惨叫 有人从高楼上跳下来 啪地掉在水泥地上 摔得脑浆泵裂 惨不忍睹 周围的人聚拢过去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面对如此惨像 没有人能开心得起来 秦迪叹了口气 从尸体旁边绕过去 他心里清楚 别看股指才跌一半 有些个股 已然跌了九成 股民身价大幅缩水 有些人卖了房子冲入股市 结果血本无归 一贫如洗 其实 这一个月的股灾 只是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开始 这场经济危机是载入史册的 从1923年到1929年秋天 美国经济在股票 债券等经济泡沫的影响下 迅速增长 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 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是繁荣的背后 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 首先是美国农业长期不景气 农村购买力不足 1919年时农场主的收入 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 而在1929年 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8% 农场主纷纷破产 农民的人均收入 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次 美国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 兼并之风盛行 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 控制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3% 全国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 另一方面 约60%的美国家庭还挣扎在紧购温饱的每年2000美元水平上下 第082章 萧条中的机会 从1920年开始 三届共和党总统哈定 科利芝和胡佛先后执政 有美国史学家认为 这三届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时代 在这短短十年中 道德水平的低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古灾以后 经济危机接踵而来 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价格 大农场主销毁过剩的产品 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 把牛奶倒静谧细细比和 到1932年 美国的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 汽车工业下降了95% 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 占全国劳工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 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 就铁皮 油布 甚至牛皮纸 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索 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 被称为胡佛村 意在讽刺胡佛总统 流浪汉的要饭袋 被叫做胡佛袋 露宿街头场椅上的流浪汉身上盖的报纸 也被叫做胡佛袋 纽约大街上流行这样一首歌 煤龙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里冲 再接下来 美国经济危机向外扩张 导致世界性大萧条 德国从1929年到1932年 工业生产下降了40% 对外贸易额下降60% 物价下跌30% 1931年7月 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 引发银行挤兑风潮 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 减少到13.6亿马克 柏林九大银行仅为4个 日本从1929年到1931年 出口下降76.5% 进口下降71.7% 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 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 工业总产值下降32.9% 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 正因为如此 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 这场经济危机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 它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 在惊心动魄的股灾之后 秦迪和燕雪依旧待在纽约 始终没有挪窝 他请了一位私人律师 名叫Colin Darcy 在此人的帮助下 一口气注册了三家房地产投资公司 每家注资1000万美元 第一家名叫曼哈顿房产公司 Mahattan Property Group 专注于购买和管理曼哈顿的房产 第二家名叫西海岸房产公司 West Coast Property Group 专注于投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房地产 第三家名叫东南部房产公司 Southeast Property Group 专注于投资北卡 南卡和佛罗里达的海边别墅 除此之外 他还注册了两家艺术品交易行 每家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公司法人乃是燕雪 专门用于收藏艺术品 这年月的油画很便宜 一幅画拍卖价几百美元 放到后市都很昂贵 另外还有一些被八国联军抢走 流落到美国的中国古董 也值得购买收藏 另外 他还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Panda Consulting Group 注资2000万美元 专门用于收购美国即将破产的小型企业 比如说钢铁公司或者机械公司 准备将其搬运到中国去 尽管中国动荡不安 做实业吃力不讨好 但是这种事总归要有人来做 12月10日 秦迪在一个租来的办公室里 接见了20多位职业经理人 他目光敏锐 能够洞彻人心 一眼就能看出对方大致的人品 所以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 他就挑出六位经理 其中有五位年轻人 三男两女 还有一位50岁的黑人 名叫约翰 他先召见三位青年男子 分别叫Michelle Wilson Eli Wright Jackie Stowe 全都是白人青年 毕业于普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年龄30岁左右 有四五年的工作经验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既没有过人的名望 也没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都因为股灾失业了 正在发愁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呢 美国人大多数不存钱 所以一旦失业 就会有大麻烦 不出两三个月 将会流落街头 三个美国青年 用热切的眼光 看着面前的亚洲人 在他们眼里 秦迪和燕雪 是那么英俊美丽 潇洒自如 宁静安详 不卑不亢 跟平日所见的亚洲人 有很大的不同 秦迪用流利的英语 跟他们介绍 我注册了三家公司 想聘请你们做经理 这里有一份合同 请你们先看一下 如果同意的话 就可以签约了 燕雪 将三份打印好的协议 放在他们面前 三人低头急匆匆地阅读 现场一片沉静 鸦雀无声 合约上写着公司的名字 注册资金的数目 经营范围和目标 经理的权利和责任 公司将每年两次 接受会计公司的审计 三人的初始年薪为 两万美元 以后每年增加百分之十 最低工作年薪为十年 做满之后 奖励十万美金 如果能继续做下去 二十年后 奖励二十万美元 三十年后 奖励三十万美元的 退休福利 合约中 还有一些要求 如果完不成任务 通不过每年的审计 只能离开公司 三人看了 都感到又惊又邪 天哪 这是真的吗 如今经济萧条 无数人失业 年薪两万美元 对我们来说 算是高薪了 这样的工作机会 简直是上天 掉下来的馅饼啊 我去年在华尔街 累死累活 才拿了九千美元 每一年的薪水 增加百分之十 这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般而言 在美国长期 做一份职业 如果不跳槽的话 年薪能增加百分之五 就算好的了 而勤敌提供的待遇 却是增加百分之十 更何况做满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还有那么多奖励 这是一份令人羡慕 和激动的工作 是啊 这年月有工作就不错了 能签十年长约 像做梦呀 于是 三人极不可耐地 签下协议 欢天喜地地接受 初创公司的经理职务 虽然说 公司啥都没有 那不算什么 只要有钱 就可以请到职员 房产交易并不难 勤敌叮嘱他们 不要一股脑 将资金全部花掉 因为这场经济危机 才刚刚开始 等到几年之后 房子会变得很便宜 我们做的是长期生意 不在乎短期的涨跌 三人拿了授权书 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勤敌不可能常住美国 所以才将资金分开 成立三家公司 如果有人做得不好 他会通知私人律师 将那人清除出去 然后再换新的经理 第083章 黑人老约翰 随后 勤敌又叫进来两位女士 一个叫Header Miro 另一个叫Kelly Coppick Header身材不高 年纪32岁 似乎有亚裔血统 头发是黑色的 肤色比亚洲人白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老公因为骨灾跳楼自杀了 所以 她不得不擦干眼泪出来工作 Kelly身材高挑 金发闭眼 还不到30岁 笑起来特别甜 燕雪拿出两份合同 让他们阅读 两人看完之后 同样欣喜若狂 当即签了合同 秦敌又对二人交代了一番 让他们聘请专业的鉴定人员 在开展艺术品交易的同时 拣选其中的精品 收藏起来 预计未来十几年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都一团糟 很多人会将家里珍藏的宝贝拿出来 换取生活所需的物资 这是公司长线投资的机会 至于说 十年之内赚多少钱 并不在她考虑范围之内 她专注的时间跨度是80年 甚至百年之后 两位女士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最后 秦敌将老约翰叫进来 老约翰不是一个人进来的 跟在她身后的 还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老约翰的模样 有些像萧生克的旧熟 里的黑人演员 Morgan Freeman 虽然年纪只有50岁 但她的短发有些灰白 面色也不是纯种的非洲人那么黑 而是黑白混血的肤色 一口大白牙 面上堆满笑容 显得诚恳而又慈祥 她脱下礼帽 对着秦敌和艳雪鞠躬 道 感谢尊贵的先生和女士 给我这个机会 秦敌微微一笑 请坐吧 按理说 我请的都是年轻人 你的年纪并不合适 不过我最终选择你 是因为你带着小家伙 请问你有几个孩子 老约翰回答 我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毕业于纽约大学 目前在纽约城市银行工作 小儿子名叫Joe 才九岁 我妻子生病了 一时找不到人 所以不得不将Joe带过来 请您原谅 20世纪初 美国有一千万黑人 其中大部分在南方做农民 地位十分低下 但也有一部分在城市里工作 少部分成为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早在19世纪末 就有黑人拿到博士学位了 所以1929年 老约翰的儿子大学毕业 这件事并不奇怪 秦敌道 你以前从事过什么职业 老约翰答道 我年轻的时候 家境还不错 我读完了高中 上过两年制的大学 学的是管理专业 我干过十几种职业 销售员 邮递员 食品公司的推销经理 甚至律师行的助理 我最辉煌的时候 是接手了父亲的遗产 一家机械维修公司 但是很不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公司从欧洲进口一批机械 结果我们的船 被德国战舰击沉了 我变得一贫如洗 后来 我在华尔街的咨询公司 找了份工作 托股市连年上涨的福 日子过得还可以 然而这些天 股市暴跌 哀鸿遍野 我又失业了 情敌道 我新注册了一家咨询公司 想聘你为经理 主要目的是为了收购破产的公司 然后将机器设备 打包装船 运送到中国去 具体的经营范围 我这里有一个列表 从钢铁 纺织 到自行车 手表 枪械等 主要是小企业 不能太先进 也不能过于庞大 否则没办法在中国生产 运过去 也变成沸铜烂铁 老约翰频频点头 先生 我明白了 这时候 他还不知道公司的注册规模 所以 并没有感到太吃惊 等到燕雪拿出合同的时候 看见上头写着公司注册资金 2000万美元时 老约翰 才感到震惊不已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饮花了 虽然说 2000万美元算不得惊人的财富 无法用来购买顶尖的大公司 但是拿来买破产的小公司 绰绰有余 至少能买一二十家 而且 这笔资金的主人 竟然是两位中国青年 这让老约翰不得不怀疑 他们背后 是否站着中国的大官僚 不过 这年月中美之间并没有大矛盾 就算是来自中国的政府资本 对老约翰而言也无所谓 情敌道 2000万美元只是注册资金 如果有好的目标 你可以电报通知我 我还会增加资本 老约翰更加吃惊了 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情敌道 你作为经理 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 进行具体的谈判工作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还注册了一家医药公司 名叫长青藤药业 Evergreen Pharmaceuticals 注册资金800万美元 专门生产一种新药 这家公司也交给你来管理 老约翰有些迟疑 道 这药公司有特殊的要求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管理好 情敌道 你可以另外聘一位经理 或者将此事 交给你的大儿子去做 放心 我要生产全新的药物 拥有独家的专利 只要生产出来 不愁赚不到钱 情敌并不追求 精明能干的经理人 只要对方认真做事就行 越精明的经理 越容易出大错 特别是那种 篡改数据的事情 乃是公司长线经营的大忌 老约翰用力点头 谨遵吩咐 随后 燕雪拿出一份合同 让老约翰兴奋的 差点跳起来 老约翰的薪水 高达三万美元 只要公司通过 每年的审计 他的薪水会以10%的速度增长 他的长子Archer 也可以加入公司 年薪两万两千美元 还拥有丰厚的退休金 而且 如果情敌满意的话 等到十几年之后 甚至可以让老约翰的次子 周进公司接班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 涉及到两代人的长期合同 只要好好干活 数十年吃喝不愁 还能成为纽约的上等人 1930年 美国的平均年薪是 1420美元 这份合同比平均年薪高了20倍 老约翰的长子在银行工作 一年的收入也只有六七千美元 如今翻了好几倍 当然是好事了 因此 老约翰热泪盈眶 站起身来 将一只手置于胸前 对情敌深深的鞠躬 多谢先生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如使命 第084章 我买了豪宅 你呢 情敌送走了老约翰 想想账户里 还有1亿美元 应该怎样处理呢 这些钱 一直躺在银行里 是不行的 买股票也不行 未来十几年 都是大雄市 买成金银更不行 因为用不了几年 美国将放弃金本位 不允许金银流通 秦迪思前想后 决定再成立一家蓝天食品 Sky Food公司 这家公司的业务有两个 一个是购买股物和大豆 一船船送到中国去 第二个 建立奶制品工厂 将新鲜牛奶转变为奶粉 第三个 建立肉制品罐头厂 要知道 美国1929年后的大萧条 并不是农产品供应不足 而是缺乏购买力 不得不将大量的粮食 葬送在更离之下 甚至用小麦和玉米做燃料 将无数桶的牛奶 倒静谧细细笔合 美国联邦政府 竟然在1933年 购买了600万投猪 然后再将其毁灭 而在同时期 美国有700万人饿死 约占总人口的7% 而中国在随后的十几年中 也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 但却是粮食产量不足 想起这些事 秦迪就忍不住骂一句 这万恶的资本主义 从这点来看 他成立一家食品公司 跟魔都的秦家粮行对接 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不管是对中国 还是对美国 都有极大的好处 秦迪对Sky Food 注资3000万美元 不知道能买多少粮食 在1933年美国推出 农业保护法 设置长坪仓 以前 玉米的价格 曾经一度跌到零 就像日后的石油期货 能跌到负值 说出来 简直难以想象 由此可见 大萧条时期的 粮食价格 彻底崩溃了 为此 秦迪又请了一位 职业经理 这人名叫 Rossberg 爱尔兰裔 年龄40岁 曾经做过 芝加哥粮食期货的经纪人 双方签订了协议 然后经过律师公证 交给 毕马威的前身 KMG审计 做完这件事之后 秦迪总算能空闲下来 喘口气了 他一口气弄了 八家公司 没指望 所有公司都能经营得 十分出色 反正注册资金 都是从股市抢来的 只要这些经理 别坏得离谱就行了 略微贪婪一点 并不影响大局 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不至于运气太差 拣选的 都是大恶人 他也相信 五大会计师 事务所之一的 KMG 那些工作人员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不会跟公司经理 联手侵吞财产 按照他的判断 经过漫长的岁月 这八家公司 只要有一半活下来 就能给他带来巨额财富 而他自己 真的需要这些财富吗 他一个修真人 靠着西风引路 傲笑山林 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1929年12月18日 秦林和张乃景一行人 坐着邮轮 从佛罗里达 加勒比海岸 转了一大圈 回到纽约 张乃景只知道 他卖出了股票 并不晓得他 做空赚了大钱 一见面便 竖起大拇指 不停地夸赞道 老弟 你咋知道 股市会跌呢 我玩了一圈 回来才晓得 你在九月份 清空股票 恰好卖在了最高点 如果再晚一个月 那可就惨了 相当于八年 光阴白白浪费 秦迪威威一笑 我掐指一算 就晓得了呗 这有什么难度 张乃景笑道 我用你给的钱 在曼哈顿区 靠近哈德逊河边 买了一座豪宅 占地两英亩 八千尺的房子 才花了十万美元 准备留给我的女儿 秦迪笑了笑 这是一笔很好的投资 在1928年 纽约房价巅峰时 每英尺 一平方尺等于0.1平方米 售价15美元 而在1929年底 股灾发生后 房价跌到10美元以下 随后一路下跌 1932年跌到5美元 即便到1940年 也才恢复到8美元 然而到2015年 每平方尺 涨到1300美元 所以 长线投资的效果 极为惊人 问题是 投资人能活那么久 秦迪注资 1000万美元的 曼哈顿房产公司 如果买在最低点 理论上 能买200万平方英尺 而一座房子 有多大呢 大的3000尺 小的1000尺 平均按2000尺来算 能买1000座房子 当然 曼哈顿的好地方并不多 如果一下子 买太多房子 必然提升房产的价格 所以 最终能买多少 秦迪也猜不出 另外 他还有7000万美元 在银行里躺着呢 如果全部投入房地产 引起的动静太大 说不定惊动美国政府 派人专门调查他 那就没意思了 张乃景买的是 8000尺的大房子 算是超乎寻常的豪宅 除非碰到经济危机 否则在曼哈顿这种地方 很不容易买到 他笑呵呵地问道 老弟 你有这么多钱 有没有买几座豪宅 秦迪笑道 我懒得打理 若是想买 啥时候不行 这时候还不是最低点 等到真正的低谷 他可以通知手下 买几座豪宅收藏 随后 众人坐了火车 从纽约前往旧金山 然后从旧金山坐船回国 等他们辗转回到摩都的时候 已经是1930年1月10日 眼看快到春节了 一去小半年 众人回到家中 都觉得很兴奋 秦迪告诉父亲 说在美国成立了 Sky Food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秦汉成被吓了一大跳 败家子 你有那么多钱 带回家来多好 在美国成立公司 天高皇帝远 若是被人侵占了 你都不晓得 秦迪笑道 反正赚钱容易 就像大水躺来的一样 胡说八道 那也是你熬了八年 运气好才赚到的 爸 你别管那么多了 赶紧想想 怎么建粮仓 储藏一船船的粮食吧 3000万美元 能买多少吨粮食 天小的 粮价一天一个样 粮仓建在哪里 安庆 长沙 武汉 重庆 越往内陆走 越要建大型的粮仓 重点是四川 将大部分粮食储备起来 秦汉称不解 为什么要这样 按理说 粮仓建在魔都和精灵最好 既安全 又容易调度 四川太远了 人力物力 运输费用 大量增加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秦敌道 用不了几年 就要打仗了 偌大的中国 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 打仗也不怕呀 难道有人进攻租界 这可说不准 租界也可能沦陷 经过一番解释和劝说 秦汉城答应 春节过后去重庆 选址建大型的粮仓 第085章 霸道总裁大秘书 距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 秦敌不想白白地浪费光阴 于是亲自撰文 登报招聘职业经理人 他想提前储备一批人才 迎接老约翰发包过来的工厂 否则到时候手忙脚乱 难道让机器设备 漂浮在大海上不成 他准备将部分工厂 建在三线地区 比如说四川的潘枝花 绵阳 广原等地 免得遭受战乱之苦 有些工厂也可以建在魔都 毕竟魔都拥有大量的人才 日本人禁租界 发生于1942年 短短三年之后就投降了 老实讲 秦敌没指望这些工厂赚大钱 只想为国家和民族 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这句话听起来高大上 但他心里就这样想的 俗话说 达则奸己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有能力的人 就该多干活 要不然 躲在一边做渡虫 并不能增加快感 他跟母亲商量 准备进一步增资 扩建慈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加大投入500万大洋 将每年招收的学生 增加到300位 另外 他还准备将慈安外科医院 扩张到20家 在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建立医院 既方便普通百姓做手术 也方便受伤的将士 获得及时的救治 如此一来 他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几乎耽误了修炼的时间 秦迪将五个跟随他多年的手下 派了出去 赵昌 乾荣 孙盛 李晨 周明 这些人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他们都通过了考察 从沙场和梁行走出来 既受过中学教育 人又比较机灵 能帮秦迪做很多事 除了这些人之外 秦迪手下 还有好些位经理 比如说 秦氏良行的经理 朱氏 百代唱片的经理 周天玲 外科医院的主管 黄志涵 国泰药业的总经理 张鹤 医疗器械厂的负责人 罗林春 以及两位房产经理 游龙和张斌等 这里要提一下 国泰药业的总经理张鹤 张鹤 江鹤毕业于复旦大学 本是朱铭成的得意门生 后来学生变作女婿 成了朱铭的妹夫 朱铭成有二子三女 朱铭是长女 次女名叫朱铭 便是张鹤的夫人 按理说 当初朱铭研究 阿斯匹林的时候 从父亲那里借过钱 但是借钱归借钱 并不牵涉到股份 刚开始的时候 国泰药业的规模很小 员工不过十几人 后来越做越大 除了生产阿斯匹林外 还生产黄岸药和青霉素 并且在重庆和西安 开了分公司 员工总数上千人 所以直到三年前 不得不经过一番挑选 聘请张鹤为总经理 老实讲 张鹤作为联金 看见秦家的生意 规模庞大 心里既羡慕 又觉得稀奇 但秦家气势已成 朱铭是三次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名誉 也不容张鹤有一心 张鹤拿的工资很高 日子过得很好 比朱铭成的两个儿子好多了 朱铭成的大儿子 名叫朱泽端 跟朱铭同父同母 只比他小两岁 早年留学法国 学的西方哲学 归国后 在复旦大学教书 虽然说不上清平 但是收入有限 延续了朱铭成的书香门第 朱铭成的小儿子 名叫朱泽铭 跟朱铭同父不同母 只比秦迪大五岁 在朱铭的大力资助下 朱泽铭毕业于 加州理工大学理论物理学专业 毕业后 回国待了半年 结婚之后 带着新婚妻子 去德国从事研究工作 平日里很少回国 据说他身无福财 一心扑在研究上 但是这样的高端科研人员 也不可能把自己饿死 秦迪手下的经理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外 还有美国八家公司呢 别说国外的经理 即便国内的经理 每个月也难见一面 他毕竟是修真人 不是资助必较的生意人 对手下要求没那么严苛 只要办事认真 工作勤恳就行了 即便工作中出了事 也可以想法子解决 平日里 他对手下充分放权 不会苛责于细节 要不然 他哪有时间修炼呢 燕雪渐渐变成了 霸道总裁大秘书 帮他分担了不少事 杜容和杜兰这两个机名弟子 则成了燕雪的助理小秘书 薪水也在不断增加 秦迪琢磨了半天 将秦府周围的十几栋房子买下来 建立电报房和机要室 买了两台最新式的电报机 请了两位女报务员 还有一位年轻的姑娘 专门负责收集资料和管理档案 这些人平日里都住在附近 因为摩都和纽约 有13个小时的时间差 所以秦迪要求 在美国的几家公司 选择在下午5点之后发电报 那样摩都就是凌晨6点了 如果更晚一些 则是摩都的大白天 另外 他为了给自己疼时间 防止自己去外地修炼 连续数月不归家 于是求助于父亲秦汉成 他跟父亲讲 两行的经营固然重要 我这边还有更重要的事 如果我不在 麻烦您老看着点 他将自己在美国成立了多家公司的事 说出来 三家房地产公司和两家艺术品投资公司 都能独立经营 平常没事不会发电报过来 但是老约翰负责的咨询公司 以及罗斯伯格负责的食品公司 都需要跟摩都紧密联系 秦汉成得知这些事之后 既感到震惊 又觉得兴奋不已 哈哈 我秦汉成天纵其才 日夜读书 中西合璧 却受困于妇孺之辈 蹉跎岁月多年 好不容易熬到今日 终于掌握财权大权 可以大展身手了 他还不到60岁 因为不定期吞用丹药的缘故 身体很健康 浑身充满了活力 看外表只有40来岁 他觉得自己还能干 二三十年呢 但是 秦嫡迟迟不结婚 秦家后继无人 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怪不得老爷子秦赵吉当年抱怨 说老三秦汉序绝后 不能分给他太多家产 如今的秦汉成 也觉得很悲哀 只有这一个儿子 血脉太单薄了 虽然说 女儿秦玲又怀了第二胎 秦家可能会多个外孙 但外孙是人家的 毕竟跟亲孙子不一样 因此 秦汉成不断催促秦迪 阿迪 你已经30岁 该结婚了 即便不结婚 也可以留香火吗 凭着秦家的财富和名胜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别说找一两个 三五个也不在话下 是否明媚正确 我反正是不介意的 对此 秦嫡只是笑笑 并没有太在意 爹 我的事 你就别管了 还是多关心秦月吧 她也26了 再不成家 变成老姑娘 女人的青春很短暂 跟男人不能比 秦汉成很是苦恼 一个两个都不省心 提起来 就让人头疼 气死我了 春节前夕 秦月从朋友那里 得到一则消息 说 卓清秋结婚了 新娘是一位女教师 小家碧玉 能闻上话 至于说 卓清秋在哪里结的婚 新娘是在苏区 还是在别处 那就不晓得了 为此 秦月低沉了好几天 最后痛定思痛 将卓清秋 从心里赶出去 1930年春天 接受大赤党秘密领导的 左翼作家 联盟成立了 秦月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认识了许多青年作家 其中有男有女 女作家包括丁玲 白威 冯坑 葛清 肖洪 关露 谢冰等 这些人斗志昂扬 不断写书发表文章 跟胡适 梁石秋 徐志摩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以及支持清白党的三民主义文学 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比战 不久 秦月和白威一起去看话剧 认识了一位剧作家朋友 此人年纪大约有30岁 挺拔的身材 光洁白皙的面庞 浓密的眉毛 深邃的眸子 高高的鼻梁 显得棱角分明 给人一种头角真容 充满自信的感觉 白威低声介绍 说他叫王叔 是一位诗人 小说家 话剧作家 电影剧本作家 几年前 王叔创办了一家西风社 专注于写剧本 拍电影 此前拍过三部电影 填了几首很有名的歌词 算是颇为知名的人物 刚开始的时候 秦月并没有太在意 看完话剧后 三人一起去街上吃夜宵 才变得略微熟悉起来 王叔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微笑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此后 秦月和王叔的交往 渐渐多起来 一起修改剧本 一起琢磨歌词 秦迪很快就知道了 但他并没有干涉 两人的交往 因为秦月年龄大了 在折腾 恐怕吃不消 在秦迪的印象中 王叔也是载入史册的人物 广受人们尊敬 而且 王叔虽然晚年受挫 但他至少活到了七十岁 比着青秋长寿一倍 1930年3月 秦迪不断进行紫外灯光玉 日积月累 功力有了进步 终于踏足炼器第九层 这种境界 早已超越传说中的草上飞 八步赶缠 登平渡水 踏雪无痕 他如果快速奔行 每一步之间的距离 都在五十米以上 几乎就能飞起来了 想当年 他在一界修仙的时候 当他踏足驻激进界时 的确能在空中飞 但这是漠视的地球 因为灵气的匮乏 就算能飞 也飞不远 因为飞行需要耗费灵力 如果从外界吸不到灵气 就没法 让自己漂浮在空中 不管怎样 擎敌都不是普通人了 不亚于传说中陆地神仙 燕雪不时前往江山 小孤山修炼 功力也在不断进步中 有时候 秦敌忍不住想 为啥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只见到燕雪 一个有灵根的女孩子呢 我是不是该去川西 云贵 西藏等地多走走 说不定能找到更多的弟子 秦敌在寺庙和道观里 曾经见过有灵根的成年人 但没见过十岁以下的孩子 他心想 这种有灵根的人 部分属于转世灵童 或者说仙人转世 燕雪已经十九岁了 踏足练器第四层 还没有开启前世的记忆 说明他是土生土长的资质 不属于转世灵童之列 这在末世的地球 应该算是相当罕见了 这一天 秦敌忍不住问 燕雪 你对生生父亲 有什么残存的印象 燕雪 胶液如花 提起往年的事 便在眼中呈现出朦朦雾气 道 我的记忆最多能往前追溯到两岁半 我记得有一个男子 相貌很清秀 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 顶上没有头发 似乎是一个僧人 哪个寺庙的僧人 我记得 杨经常念叨 赵爵 赵爵 两个字 秦敌心中一动 问道 难道是赵爵四 燕雪缓缓摇头 眉峰微醋 面色泛白 显得楚楚可怜 秦敌道 既然如此 我带你去找一找 看看昭爵四里 有没有你要找的人 两人整理行装 准备上路 与此同时 秦敌还吩咐周明和孙盛二人 前往重庆附近待命 临行之前 秦敌试着问晴月 古诗有云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趁着大好春色 你想不想去四川游玩 借此机会散散心 秦月想了想 答应了 好吧 我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我要去外面采风 否则写不出诗句 再加上杜家姊妹 总共五个人 从十六里铺坐上轮船 自黄浦江入大江 然后沿着长江逆流而上 这一次 他们坐的都是头等舱 秦敌也不用待在下层吹冷风了 他们出行的时间 正好是三月底 烟花三月 草长鹰飞 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 秦月心情大好 开口说起以前的事 上次我一个人旅行 路上吃足了苦头 还遭遇了劫匪 差点回不来 这次一路坐船 应该一帆风顺吧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放心 这次有我和燕雪两位护法 保证让你毫发无损 秦月道 哥你就会吹牛 你每天风花雪月 去舞厅看人跳舞 从来没练过功夫 若是见了劫匪 还不跪下求饶 你看杜容和杜兰 他们练功多辛苦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 每一天休息过 杜容和杜兰就坐在旁边 文言低下头 痴痴地笑着 不敢说出实情 他们是情敌的徒弟 早就受到告诫 平日里要低调 若非必要 不得展现高强的实力 他们的功力有明显的进步 再有两三年就能练出暗镜了 按照杜兴武的说法 一旦有了暗镜 那就是国内知名的武术家 偌大的中国在江湖上行走的高手 具备暗镜实力的人 总共不超过三十个 当然 有些人像秦敌和燕雪一样 比如说隐居的僧人和道士 虽然功力很高 但不在江湖上行走 那样的人不算在内 大千事件 藏龙卧虎 不是一句空话 杜容和杜兰都十八岁了 跟着燕雪两年 平日里练功之余 也看看书 做点秘书的工作 每个月有一笔不菲的薪水 他们穿了鞋进的蓝色上装 黑色宽松的长裤 脚下是舒适的布鞋 看上去干净利落 秦岳穿了西式 直开镜的蓝色白褶衣裙 上身搭配了蕾丝 下面遮住了膝盖 距离脚踝两三寸 头上戴了一顶英伦式的遮阳帽 显得既阳气又大方 燕雪还是学生呢 尚未从复旦大学毕业 她因为修炼的缘故 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 穿了女学生的装束 上身是绣花的 鞋巾收身小挂 圆领 腰间狭窄 袖子比较宽大 下身是蓝色的裙子 靠底边的位置 袖着一圈黄色的牡丹花 看上去端庄典雅 配上她美丽的面容 给人一件清新的感觉 秦迪自己则穿了件灰色的长衫 看上去好似年轻英俊的 娇叔先生 第零八七章 小事何秀出手 四位美女 一个笔一样靓丽 情敌衣着朴素 但是相貌不俗 五人出现在船头甲板上 引起许多人关注的目光 有人心生羡慕 有人暗暗则舌 有人忍不住咽口水 而那些个女人们 则用警惕的目光盯着 生怕自家男人被妖精拐走 也有人不知死活过来搭讪 被杜容和杜兰挡在外面 先生 请直播 先生 你打扰到我们了 有个身穿西服 由头粉面的年轻人 嬉皮笑脸靠过来 哈哈 这地儿不错 凉风兮兮 让我也待一会儿 他越靠越近 双方距离不足三尺 被杜兰轻轻一掌 抵在胸口的位置 于是他面色大变 露出痛苦的神色 一时喘不过气来 不得不退了回去 距离年轻人不远 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头上戴着刮皮帽 身穿蓝布短衫 似乎是帮派中人 目光不善地望过来 其中一位身材略矮 大约一米七几的汉子走过来 竖起粗粗的眉毛 大声问道 姑娘 你怎么打人呢 杜兰道 他不听劝阻 一再往前逼近 打扰到我们了 这是轮船甲板 又不是你家里 那汉子一面说着 一面捏了捏拳头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似乎功夫不错的样子 杜戎板着脸 低喝道 只不再往前走 别怪我不客气 那汉子依旧往前走 双手低垂 锤尖坠肘 脸上浮现出凝笑 眼看双方越来越近 渐渐接近三尺之内 杜戎不愿后退 猛然击出一拳 拳风犀利 带着啪的一声脆响 那汉子吃了一惊 急忙伸手相迎 结果打在手臂上 疼得他嘴角抽动 呲牙咧嘴 哎呀 小娘皮 功夫不错吗 他手忙脚乱 想要转身逃走 结果脚下一软 摔倒在甲板上 杜戎并没有追击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那人从地上爬起来 拉开袖子 看见手臂一片血肿 气急巴坏地叫道 大哥 我被人欺负了 赶紧过来帮忙 周围有不少看热闹的人 这些人都觉得很诧异 没想到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 体重不到九十斤 竟然打败了身材魁梧 体重超过一百五的男子 他们并不知道 杜戎的实力属于明镜中期的范畴 明镜初期在一般帮派中 已经算是江湖好手了 一百个人中也找不到一位 明镜中期更少见 千人之中或许能见到一位 明镜后期则相当于万里挑一 至于说暗镜 那更是十万人中 乃至百万人中才能出现一位 那位被打汉子的同伴 是一位魁梧壮汉 身高约有一米八五 面色有黑 站在那里仿佛铁塔一般 听见呼唤走上前来 对身穿西服 由头粉面的青年低声道 少爷 对方是硬茬子 即便由我出手 也只是半斤八两 那青年揉着胸口 好不容易喘过气来 又急又怒 说道 五哥 你可不能认怂啊 刨戈人家 绝对不拉西百代 我爹请你来保护我 怎么能被人欺负呢 被换作五哥的汉子低声道 少爷 你想怎样 这可是轮船上几百双眼睛 看着我们呢 青年怒道 我不管 先收拾那丫头再说 让她给我道歉 回头再慢慢对付这些人 五哥转过身 向着杜兰走进几步 抱拳说道 五湖四海英雄客 三山五岳刨戈人 杜兰只是摆了摆手 没有接她的切口 因为杜兴武虽属青帮 但是杜兰和杜蓉 因为是女孩子 并没有加入青帮 所以不能借用青帮黑话 五哥 看他不是江湖中人 于是悬着的心放下来 面色一变 冷声道 姑娘 你杀我们的人 这是不能算完 我好生劝你一句 赶紧低头服软 跟我家少爷道歉 这件事 还有商量的余地 要不然等我动手 就没法转环了 你虽然功夫不差 但是身为女子 不耐久战 你应该知道后果 偌大的轮船上 围观的民众有两三百位 另外还有十几名船员 那些船员也懒得管这种闲事 反正大家伙都买了船票 打声打死 跟他们没关系 更何况 发生冲突的双方都不是普通人 说不定是某个军阀的少爷 如果他们上前劝阻 等于给自己惹麻烦 秦月看对方人高马大 害怕杜兰会吃亏 心里有些紧张 伸手拉了拉情敌的衣经 道 哥 你不是喜欢吹牛吗 你倒是上啊 秦敌看都不看三人 只将目光望向船头的流水 淡淡地道 这种小事 哪里用得着我出手 秦月着急地说道 哥 你这样躲着内心 若是打不过 那就扶个软 顶多赔俩钱 秦敌轻哼道 别急 静观其变 五爷 看杜兰没有动静 经不住双目圆睁 腮帮子上的肉 微微颤抖 大踏步走过去 伸开蒲扇般的大手 向杜兰抓过去 杜兰退后一步 杜荣向前一步 两人同时发起了进攻 他们虽然看似柔弱 但是身子灵敏 步伐灵活 避时积虚 从左右两侧 各打出三拳 每一拳都发出啪的响声 连在一起 就像鞭炮一样 五哥大吃一惊 没想 眼前竟有两位 明镜高手 如果是一个人 他还能应付 两人夹击 他肯定必败无疑 他纵身往后退 但却避之不及 被杜荣飞起一脚 踢在左侧跨步 腾得一裂且 差点摔倒 他大声叫道 且慢动手 两位姑娘 听我一言 再打不迟 杜荣和杜兰 打斗经验不丰富 于是便停住了手 站在原处 定睛看着他 五哥面上堆笑 说道 姑娘们施展的鸦雀布 那卷手 宁气踢空 鬼脚入地 应该是自然门的姐妹 对不对 杜兰文言 只好点了点头 五哥又一次抱拳 笑道 红莲白偶青荷叶 三教从来是一家 自然门的掌教杜先生 也是袍哥中的大爷 我曾经见过他几次 也不能算是外人 杜荣和杜兰 不晓得 对方是否随口胡说 所以 只是静静地听着 秦的确知道 这人说得没错 杜兴武一生走南闯北 当过孙中山的保镖 在青帮 鸿门 袍哥中 都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功力处于暗境巅峰 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 走如论到哪里 都受人尊敬 第088章 杀兴奇 秦迪转过身来 看着那人道 请问兄台 是袍哥哪一支的无言 五哥说道 在下是成都公口 李自堂的贤武 名叫贺崇 我家少爷姓杨 乃是杨司令的次子 请问先生贵姓 秦迪道 我是生意人 姓张 不倒不相识 我看这件事就算了 怎么样 贺崇公身道 那是自然 对不住了 归根结底 他只有一个人 不是两位小娘皮的对手 如果再打下去 肯定会吃大亏 所以干脆认输 服软算了 身材略矮的汉子 从地上爬起来 站在贺崇身后 陪着善笑 而那位由头粉面的 青年杨公子 却恼羞成怒 甩手走进船舱里去了 贺崇说了几句场面话 然后也转身离去 甲板上恢复了宁静 围观的人 看了一场小热闹 眼见着两个年轻姑娘赢浪 经不住感到好奇和诧异 什么时候 女孩子这么厉害了 毫不掩饰 抛头露面 在甲板上大打出手 功夫还那么好 让人难以置信 这两姊妹 肯定是双胞胎 长得那么相似 仿佛一个人 她们好像是保镖 那位张先生聘请的 不知道姓张的是什么人 怎能请来这样一对姊妹花 而且还是罕见的江湖好手 那位女学生 貌似天仙 美得惊人 很容易招风影蝶 如果没有保镖 只怕寸步难行 还有身穿长裙的女子 江峰吹拂 群居飞舞 实在太惹眼了 怪不得那位杨公子心里痒痒 没想到一脚踢在铁板上 闹了个灰头土脸 过了一会儿 秦迪和四女回到船舱里 看不见他们的身影 议论声才渐渐平息 秦迪问 哥 你怎么说自己姓张 秦迪答道 出了门 不能说实话 免得惹麻烦 能有什么麻烦 麻烦随处都在 还是小心为上 这时候 他能听见 另一间头等舱里 贺崇和那位杨公子 说话的声音 杨公子气横横的道 五哥 你就算徒手打不过 又怎么能轻易认输呢 咱不是带着枪吗 拿出枪来 将那两个骇人精 小娘皮崩了 把两位美人留下来 至于那男子 顺手扔将李喂鱼 贺崇道 少爷 众目睽睽之下 不能这么干 你家老爷子是大人物 所以 你不怕惹事 可我怕啊 我不敢得罪杜心武 若杀了这些人 给信度的知道 只怕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再者说 袍哥的规矩 也不是闹着玩的 仁义理智性 不准乱杀人 杨公子恨得咬牙切齿 气死我了 希望这些人 别下船太早 若是到了四川 看我亲自动手 收拾他们 贺崇劝道 少爷 您还是收收心吧 司令让你出来游历 是为了长健身 没让您追女人 哼哼 我爹娶了七房一太太 也好意思管我 五哥 你出去帮我套套话 看他姓张的事何来历 他身边跟着的四个姑娘 个个长得都不赖 两个丫头能打八分 穿连衣裙的 双十年华 乃是罕见的美人 穿绣花学生装的那位 豆蔻年华 就像水仙花一样 那双眼睛飘过来 把我的魂都勾走了 嘿嘿 我也不知道咋的 脑袋一昏 就往前凑 结果 被一个小娘皮推了一把 到现在 胸口还疼呢 少爷 人家已经留守了 你看看李浪 他被打了一拳 手臂中起老高 骨头都差点断了 是啊 是啊 少爷您看 我这条胳膊 抬不起来了 哼哼 真没用 诺 我赏你十块大洋 谢少爷 哎呀 五哥 我自打上了这条船 从船舱里看了那姑娘一眼 就仿佛天都开了 有无数金光 从上面照下来 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这种奇特的感觉 不行 我一定要得到它 不然我宁肯死了 秦敌听见这话 心道 想死还不容易 我要想杀你 如同杀鸡一般 不过他转念一想 不能在船上动手 否则很容易查出来 毕竟同船数百人 都看见刚才的冲突了 容易将消息传出去 如果他怀疑到我头上 我和燕雪固然不怕 但秦家还准备在四川开工厂 并且建设粮仓呢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此 秦敌暗纳杀星 暂时放这位杨公子一马 就算要杀此人 也得想好甩锅方式 这毕竟是世俗社会 不能快意恩仇 想杀谁杀谁 按理说 秦月和燕雪都很漂亮 不管走到哪里 都容易吸引别人的目光 但是在魔都的时候 因为三大青帮头目 黄金荣 杜月生和张孝林叮嘱手下 不得找秦府众人的麻烦 所以一般的地痞流氓 不敢出现在他们眼前 如今走出魔都以后 没有人认识他们 就很容易出事了 秦月还有些担心 哥 你该多带几个人出来 单凭杜蓉和杜兰 恐怕势单力薄 咱还是回去算了 秦弟想了想 道 嗯 你说的也没错 下次再带你们出门 我去青帮和斧头帮 借十个大汉出门面 要不然 让小姑娘为我出头 面子上也不好看 杜蓉笑道 先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若是请了别人 我们姊妹就失业了 杜蓉和杜兰 只是记名弟子 平日里都跟燕雪一样 称她为先生 秦月只以为 两姊妹是燕雪的保镖 并不知道 他们是秦迪的弟子 秦月的手下 原本也有两位女保镖 但因为年纪大了 不久前纷纷嫁人 秦月一时间没找到新人 干脆就用男保镖 反正她也很少走出魔都 这一次 秦迪没让别的保镖跟着 因为她心里清楚 有自己和燕雪在 打遍天下无敌手 别说眼前的杨公子和贺重 就算来个赢的人马 也能对付得了 但是秦月不知道 她以为秦迪在吹牛呢 第零八九章 咱家的阁楼 轮船逆着江水上行 经过江山的时候 燕雪手指窗外 对秦月道 姐 你看那座小岛 岛上有咱家的楼阁 名叫 像碗填塘 刚落成没多久 修得可漂亮了 秦月睁大了眼睛 是吗 怎么找到的这种好地方 那座岛上树木葱龙 一片新绿 春风吹拂 让人心旷神怡 看着就很开心 燕雪道 先生说了 要找几处风景秀美 留着将来养老 七 你才几岁 就说养老的话 我十九 不小了 你照照镜子 还像十四五 跟你一别 我可是老了 皮肤不如以前水灵了 姐你不老 双十年华 哪里老了 哎 女人韶华一时 秦月二十六岁 还没有嫁人 已经算老姑娘了 不过 她偶尔也吃 秦迪炼制的丹药 所以并不真的嫌老 再者说 女人保养好了 四十岁之前都不嫌老 就像玫瑰花一样 开在和风细雨中 如果生活艰难 那就不好说了 传道精灵 停下来加水加煤 顺便让乘客上下船 这时候 秦迪一个人出来透透气 贺虫走了过来 搭讪道 张先生 您这是要去哪儿 秦迪淡淡地道 随心所欲 走到哪儿算哪儿 张先生 抽烟布 不抽 贺虫取出一颗烟 拿身子挡住风 点着了吸一口 道 张先生家住魔堵 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秦迪微微一笑 张嘴便信口开河 其实我前面没说实话 我姓陈 不姓张 我家老爷子 是山东省主席 陈条元 他这样说 纯粹是为了混淆视听 想让对方心有忌惮 否则 那位杨公子不知死活 若是在船上纠缠 倒是让人心烦 秦迪已经收敛杀心了 要是搁在前世 做仙人的时候 挥手之间 人头滚滚 哪里有这么多顾忌 贺虫吃了一惊 拿烟的手抖动了一下 道 幸亏我多问了一句 原来是陈先生 施敬施敬 那两位姑娘 跟杜兴武大侠有关 秦迪笑道 你说 那两位小姑奶奶 他们姓习 乃是习大成的孙女 习大成 我好像听说过 他们施展的拳脚 很像自然门的功夫 但我仔细一琢磨 又觉得有些差别 这很正常 杜兴武拜颜克为师 颜克的师父是于道仁 于道仁的徒弟有武器 颜克 习大成 刘明灯 刘明竹 王正道 周福堡等人 我请来的这两位习姑娘 按辈分来说 算是杜兴武的师职 贺虫是探着说道 原来是这样 陈先生 现在是民国了 单靠拳脚不顶用 手里得有枪才行 您带几个姑娘出门 还是要小心一些 秦迪哈哈笑道 我在下面船舱里 还埋伏了四个枪手呢 我这人一向低调 自初动来无敌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 贺虫被惊着了 半上说不出话来 他回到船舱 跟那位杨公子 讲述了一遍 杨公子听说 姓陈的大有来历 不觉变得迟疑起来 他娘的 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想想就让人不爽 轮船经过小姑山 咽雪手指窗外 对秦月道 姐 你看那儿 看见绿树眼影中 那座小房子没有 那也是先生 新建的庭院 很适合修身养性 秦月看来看去 忍不住道 不错嘛 我哥啥时候来过这儿 他怎么知道 这里有座小岛 燕雪奄然一笑 道 这些年 我和先生一起 走遍大江南北 就差青藏高原没去了 秦月翘起嘴角 道 资产阶级少爷 小姐就知道 游山玩水 不懂得民生极苦 燕雪笑道 你才是大小姐 我只是丫头而已 哼 你在我们家 就是娇小姐 吃的用的 哪样缺了你的 这是我命好 遇到好人家了 秦月盯着燕雪 问道 你这小妮子 只会说怪话 你老实跟我交代 当年怎么见了我哥 就跟他走了呢 你是怎么受骗上当的 燕雪收敛了笑容 道 那时候 我娘死了 我才七八岁 一个人跪在街头 找了块白布 写上卖身造母 我一天没吃东西 又冷又饿 先生从那里经过 摸了我的额头 就将我买下来 他帮我葬了母亲 让我跟他走 从那时起 我就是秦家的丫头了 始终不敢忘记 秦月伸手抱住他 哎呀 我不该提这些往事 原先我还不信 以为你是被拐骗的 燕雪悠悠地道 转眼一晃 就是十年 我这次西行 是想去母亲坟头 烧几张黄纸 祭奠一番 他没说 要去寻找父亲的下落 因为记忆中的父亲 似乎是一位僧人 而且十个多年 是否活着都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不怎么靠谱 很可能白跑一趟 第二天上午 轮船停靠在九江码头 秦月想起上次 从这里下去 经过南昌 再往南行 路上发生鲜血淋漓的一幕 经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跟燕雪说道 我有一次恐怖的经历 到现在都不敢回想 那一年 我碰到三个劫匪 差点就死了 不知道是谁救了我 燕雪心知肚明 但他不会说破 姐 你是有福气的人 肯定逢兄化吉 遇难成祥 秦月叹了口气 老 我听说 南方在打仗 两伙人视若叩仇 我觉得难以理解 为啥不能停下来 好好谈谈呢 燕雪不知道该怎么接口 秦迪道 这是一场血和火的洗礼 是凤凰涅槃的关键 还要持续二十年 天哪 还要打二十年 百姓要吃多少苦 国家落后 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将来还有希望吗 我们是勤劳勇敢的民族 只要国家安定下来 不出百年 必将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哥 你说大赤党和清白党 谁会赢 大赤党必赢 清白党是 扶不起的阿斗 秦月紧接着问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支持我写文章 秦迪缓缓说道 因为清白党是大 我怕你受伤害 秦月道 俗话说法不择重 现在左连人多势重 清白党也不能将 所有人都杀了 秦迪道 杀几个领头羊 还是可以的 我不怕死 秦月说这话时 经不住身子一抖 显然连她自己都不相信 不用怕 你暂时是安全的 秦迪不想吓唬妹妹 毕竟秦家的声望如日中天 就算清白党想杀人 也不会先挑秦月下手 而且 写文章不等于加入大赤党 秦月跟卓青秋 有很大的差距 第零九零章 野狗在追吗 过了一会儿 秦月问道 哥 你说卓先生 有一天真会出事 秦迪叹口气 道 他是天道强人 性命由老天决定 我就算想救他 也不敢下手 哼 什么天道强人 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听说 卓先生又去苏联了 那里很安全 用得着你去救 咦 你跟他还有联系 我听周长庚说的 秦迪没在追问 目光望向岸边的码头 他一直在考虑 应该将粮仓建在哪里才好呢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秦家不掌握军队 就算将粮仓建起来了 谁能保证不会被人轰强 被军阀截掠 他要建设的粮仓规模很大 不可能完全隐藏起来 可要想成立军队的话 那又违背了他的意愿 可能干涉到国家和民族的走向 秦迪静静地思索着 觉得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但又必须得做 老实讲 他并不想跟那位杨公子过不去 如果能拉上杨大军阀 事情倒是好办了 可杨公子行事龌龊 这样的人没办法结交 这不 他隔着好几层隔开的船舱 还能听见杨公子 叙叙叨叨的说话声 那姓陈的 没下船吗 没下船就好 到了四川地界 再找人收拾他 就算他是陈条元的公子 又怎样 强龙不压地头蛇 我让他知道 马王爷有三只眼 贺崇没有吭声 倒是另外一人 叫李浪的家伙发话了 少爷 我刚刚上了岸 顺便发了封电报 说路上碰到了麻烦 让我二叔召集一个牌 于明日傍晚 去码头迎接您 杨公子大喜 好样的 回头我奖赏你 可惜接下来 船还要在武昌停一次 希望姓陈的别下船 少爷 刨哥在武昌也有人 不怕他们飞上天去 哈哈 太好了 然后是贺崇的声音 杨少爷 这件事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司令要是知道了 恐怕责怪你 哼 你只要回去之后封口 我爹怎么会知道 古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少废话 色字头上要是有刀 我爹怎会成了司令 他是拿刀杀别人 而不是被人杀 秦迪听见这话 心里想 你好死不死 还敢说这种话 哼 我让你多活半天 傍晚 船到武昌 停船靠了岸 秦迪对众女道 走吧 我们下船 找个宾馆 休息两天 秦月道 咦 这是为何 我们买的船票 是去重庆的呀 为啥要在中途下来 秦迪笑道 下去透口气 听说清蒸武昌鱼 味道不错 我们去尝尝 燕雪的耳力也不弱 已经听到了 隔壁舱里的龌龊话 杜家姊妹无所谓 秦迪说去哪 他们就去哪 秦月嘟囔着 资产阶级大少爷 就知道浪费钱 然后提着小行李 香往外走 这一幕落入那位 杨少爷的眼中 他心仰难耐 连声催促李浪和鹤虫 快快 那些人下船了 赶紧收拾一下 从后面跟上去 看他们在哪里落脚 如果方便的话 今晚就把人做了 李浪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 鹤虫面线苦涩 坐着没动 杨少爷怒道 五哥 你咋回事 关键时候掉链子 早知如此 不该带你来 说起来 还是三哥知情失去 我心里想什么 他都知道 你看三哥爬多快 你这样心不狠 手不辣 还怎么做浑水炮哥 鹤虫咬了咬牙 道 少爷 除非你答应我 做完此事之后 将所有人都杀了 绝不能怜香惜玉 我才敢跟你做 否则 留下火口 我就死定了 杨少爷哼哼着道 救你是多 我知道 怎么做 此时天色已晚 夜色朦胧 码头上还有灯光 轮船加水加煤 有不少乘客走下船 其中有抵达目的地的 也有下来买点吃食的 毕竟船上伙食不咋样 价格还不便宜 秦迪领着四女 跟着众人下了船 头也不回走向黑暗中 燕雪在前头领路 杜蓉和杜兰 一左一右驾着秦月 几乎脚不沾地 速度奇快 秦月着急地问 为啥跑这么快 难道有野狗 从后面追 燕雪笑道 我们都觉得饿了 所以走快点 秦月回头一看 没看见秦迪 咦 我哥呢 为啥没跟上来 燕雪道 他将行李 相忘记在船上了 所以回去拿 一会儿就来 杜蓉和杜兰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功力不弱 也算千里挑一的人物 隔着老远 能听见后面的脚步声 他们能听出 杨少爷和两个保镖 追上来 也能猜出 秦迪拖在后面 可能是想教训那些人 不想让秦月 看见他出手 杨少爷领着两个手下 急匆匆从后面追赶 刚开始 还能看见人影 追出数百米后 连人影也看不见了 脚步声也听不到了 他又急又怒 人呢 怎么会跟丢了 几个女人 为啥跑这么快 他娘的 真是见鬼了 贺崇策尔倾听了片刻 道 还在前头 没有跟丢 我们继续追 三个人又往前 跑了十来步 忽然间 看见前方 矗立着一个人影 贺崇反应最快 一把抓住杨少爷 李浪反应较慢 一头冲了过去 黑影一伸手 啪地拍在 李浪脑门上 李浪连一声 惨叫都没发出来 就已经倒下了 杨少爷吓得挨压 一声 腿一软 坐在了地上 贺崇定睛观桥 赫然发现 对方身着长衫 一双眸子格外明亮 竟然是先前 在轮船上 见过几次 看似风度翩翩的 陈公子 他心里 咯噔一声 难道是我看走了眼 真正的高手 是他吗 他往前迈出一步 挡在杨少爷的身前 说道 陈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 情敌冷哼道 我本宅新人后 不喜欢杀人 但你们今日做的事 已经无法被饶恕 说话间 他伸出一只大手 直接往贺崇脑门上 拍下去 贺崇伸手格挡 然而却听见 咔嚓 一声脆响 然后是钻心的疼痛 他的手已经断了 他的心里一片冰凉 啊呀 对方是万里挑一的 暗镜高手 还没来得及后悔 也没来得及求饶 又听见 啪的一声 他的脑门上 被拍了一击 然后 眼前一片黑暗 陷入无边的死寂 两个武功高强的手下 还不到一个照面就死了 杨少爷坐在地上 一只手颤抖着掏枪 他的腰里插着手枪 然而在极度惊恐之下 手脚不听使欢 费了好半天的劲 都拔不出来 他抬头看见情敌 一步步靠近 只能用尖锐的颤音 叫道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情敌冷哼道 杨少爷 你活得太顺了 不知道人命的可贵 你为所欲为 不把别人当人 你难道不晓得 自己的性命 也跟猪狗一样 杨少爷眼见 对方的手抬了起来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食尿其出 口里叫道 饶命 饶命 我爹是杨司令 你放了我 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情敌冷笑道 既然出手杀了人 我又怎会放过你 杨少爷 希望你转胜于清平之家 老老实实做人 说话间 又一掌拍在脑门上 杨少爷顿时弃绝身亡 第灵九一章 高山流水 古擎台 随后 擎敌提着尸体 几个跳跃 来到附近的树林中 探手取出一件 灵厨法器 在地上挖了个大坑 他将三人的衣服脱下来 然后将尸体丢进坑里 他也不怕被人看见 埋尸的地方 距离江岸不过百米 这年月 死人太多了 哪有那么多警察 闲得无聊 挨个茶食员 只要过那么两三个月 等到尸体腐烂之后 便查无可查了 如果有衣服存留 或者有别的标记 倒是不容易腐烂 因此之故 他将这些人脱个金光 衣服单独埋在远处 杀人夺宝 这种事 他前世见多了 还亲手处理过大量的尸体 所以 轻车熟路 很快处理完毕 心里连一点波澜都没有 若不是身处俗事 他连尸体都懒得埋 埋完之后 他拍拍手 就此离去 当他追上众人的时候 四女已经找好了旅馆 正在商量 去哪里吃晚饭 秦月看他空着手过来 问道 哥 燕雪说 你去拿行李了 是吗 秦敌笑道 他说错了 先前我把手表摘下来 望在船舱里 刚刚回去找到了 哦 阳光明媚 阳光明媚 沐浴着和煦的春风 他们游历了黄鹤楼 秦川阁和古秦台 黄鹤楼位于长江南岸蛇山之巅 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 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 当时他只是下口成一角 瞭望手术的军事楼 后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的官赏楼 唐代诗人崔浩在此题下 黄鹤楼 一诗 李白在此写下 黄鹤楼送梦浩然之广陵 历代文人默刻 在此留下千古绝唱 因此 当秦月游览此处时 只感到心情澎湃 心旷神怡 将往日的种种不快抛制于脑后 整个人仿佛焕发了新的青春 他诗性大发 愁思良久 欲清欲紧 写了一首现代诗 云起的日子 春的未醉人 云落的日子 春的未迷人 三月的春围出街 三月的柳絮飘飞 楼外娇嫩的绿叶 怎会顾饮寂寞 路边柔弱的小花 未必自怜苦烦 杜蓉和杜兰纷纷赞叹 二小姐写的诗真好 怪不得被纵为大诗人 燕雪笑道 姐 你写的诗 有几分仙气了 秦月自己也感到满意 道 嗯 有了这首诗 也算不虚此行 秦迪读了一遍 哈哈 笑道 不错 从今以后 不再是烂鱼充数 秦月白了她一眼 挥拳打过来 我让你胡说八道 这一切 都是你害的 秦敌任她的拳头 落在身上 道 可喜可贺 你越来越像真正的诗人了 秦月收了手 轻叹道 要想写出好作品 还是要多出来采风 上一次 我在普陀山筑了粤鱼 心有所感 写出一组诗 发表在诗刊上 受到好评 从那以后 我写了不少文章 看似言辞激烈 其实 细评下来 运味不足 难以传世 听见这句话 秦迪很高兴 赞道 不错 作为文学家 总要有流传千古的好作品 才会被人记住 譬如 徐志摩受人批判 有人说 我不喜欢他那样的诗 可徐志摩将轻史留名 并不因为别人批判他 就变得泯然众人意 秦月没有接口 因为涉及道左右之争 没办法说 谁对谁错 批评他的人 乃是大文豪 随后 他们去了秦川阁和古秦台 秦川阁 始建于明代 坐落在长江北岸 龟山东路的宇宫基上 北陵汉水 东滨长江 古秦台 又名于伯牙台 始建于北宋 重建于清嘉庆初年 位于龟山西脚下的岳湖之兵 东对龟山 北陵岳湖 有天下之音 第一台之称 杜荣对着古秦台感叹 可惜啊 时间过去太久 高山流水也失传了 燕雪笑道 没有失传 高山流水的琴曲还在 只不过现存的曲子 是否和当初一样 那就不晓得了 秦敌微微一笑 道 真正的高山流水 就装在我的脑海里 这话说的没错 他当年在先戒拜 施矿为师 跟对方学过 高山流水 沧海桑田 斗转星移 凭着凤凤仙情 不知道灭杀多少仙人 可惜 以他现在的功力 连一分威力 也发挥不出来 没办法 他虽然到了炼器第九重 但距离成仙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他不晓得 这辈子还能不能修成仙人 反正只要努力修炼 总归有一丝希望 秦月撇了憋嘴 哥 你就吹牛吧 有本事 你倒是弹一曲 给我们听听 秦敌双手一摊 笑道 我手头没有琴 你让我怎么弹 杜兰忽然伸手一指 先生 那边有个漂亮的姑娘 边上跟着个壮士少年 背上背着的 好像是古琴 秦月转头去看 果然看见不远处走来两人 前头是一位姑娘 大约十七八岁 圆脸细眉 脸型端庄 很有亲和力 额前一缕秀发 脑后两条小便 身上穿着女学生装 上面是蓝色的鞋巾夹 下身是黑色的裙子 那姑娘身后 跟着一个少年 约有十五六岁 方脸短发 一字眉 双目有神 神色憨厚 两条手臂很粗壮 看上去很有力气 她的背上背着个包袱 看长度和形状 似乎是一张古琴 情敌目光锐利 一眼看见 那少年穿着短衫 腰里鼓鼓囊囊 似乎别着家伙 这两位年轻人 敢这么走出来 显然不是普通人 那姑娘来到镜前 看见一男四女 每个人都别具风采 尤其是最中间的燕雪 实在太出彩了 她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心中感到诧异 暗道 这是哪来的仙女 怎么这么漂亮 这时候 杜兰忽然开口了 敢问这位小哥 背上背的是古琴吗 少年停下脚步 转头看了一圈 发现在场的 只有一位男子 其余的都是女人 于是略微放了心 走在前头的姑娘笑道 是啊 我听说古琴台乃是圣地 所以 携琴来这里弹一曲 一则祭奠古代的琴师 二则激发我的琴迹 琴悦笑道 那我们要好好欣赏了 敢问姑娘贵姓 来自何方宝地 我姓顾 来自四川 你们呢 君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尾 我们来自沿海的魔都 我姓琴 名叫琴悦 琴悦心思简单 看对方顺眼 便将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第092章 一言说破十八代 顾姑娘眨眨眼睛 原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 您是大诗人秦悦吗 我最喜欢的一首诗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请问 那是您写的吗 秦悦文言 感到汗言 然而却不能不点头 嗯 是我写的 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个 顾姑娘大写 毫不怀疑对方说的话 猛地往前冲了几步 伸手去抓秦悦的手 大诗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喜欢你的是好几年了 还想去摩托拜见你呢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哦 对了 我叫顾如梅 你叫我阿梅就行 秦悦也有种 一见如故的感觉 笑道 顾小姐 你太客气了 你是否还在读书 嗯 我读的国立成都大学 音乐教育专业 国立成都大学 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此时校长是张岚 群英慧翠 学术繁荣 乃是民国十大国立学府之一 而到二十一世纪后 四川大学法排在二十名开外 秦悦笑着问 顾小姐 你跟谁学的琴 顾如梅笑道 我是家传的琴技 学校里没学到心技法 只学了一些音乐理论 秦悦问 如今是三月 你怎么不去上课 跑出来玩耍呢 顾如梅回答 外祖母七十岁 在武昌舅舅家做寿 所以 我来玩两天 很快就回去了 那好 让我们来欣赏你的天籁之音 兮兮 谈不上天籁之音 按照我爹的说法 我的琴技陷入瓶颈了 不知何时才能突破 咦 琴技还有瓶颈吗 有啊 最低级的才叫琴技 其上一层叫做琴意 再上一层叫做琴道 琴技有多种执法 学起来十分繁琐 想全部掌握并不容易 琴意是琴技的升华 讲究指与音和 而琴道则能随心所欲 弹奏出真正的天籁之音 这年月 出来游玩的人并不多 因为民生艰难 普通人忙着生计 不会来古琴台附庸风雅 顾如梅将琴接过来 找了个合适的石桌放下 然后对众人一躬身 道 见笑了 我给大大伙演奏一曲 高山流水 然后 他揉了揉双手 定了定心神 深吸一口气 缓缓坐在石凳上 开始了演奏 老实讲 他的琴技很不错 左手六态 右手八法 都有了很高的造诣 古琴上千种执法 他至少掌握了五百多种 如果出去比赛的话 应该能排进全国前二十位 在这末世的年代 许多古琴执法失传 真正入道级别的大师 都死绝了 即便是进入第二层 琴一层次的高手 也不过十来人 琴悦和杜家姊妹 瞪大眼睛凝神倾听 感觉琴音说不出的好听 燕雪虽然跟着琴笛 学过一些仙音 但她主攻的笑音 唱歌属于笑音的一部分 至于说古琴 她也学过一点点 但是水平很差 过了斩茶功夫 顾如梅弹奏完了 站起身来 轻叹道 性不辱命 勉强弹完 水平不高 乏善可陈 唉 境界的突破太难了 杜蓉和杜兰拼命鼓掌 哇 好厉害 我还从来没听过 这么好听的曲子呢 琴悦也使劲地拍巴掌 赞道 顾小姐 你还这么年轻 比我在魔督音乐听见的 那些大师还厉害 燕雪也笑着鼓掌 能弹到如丝禁地 肯定吃了不少苦 顾小姐毅力非凡 令人佩服 琴的确干咳一声 淡淡地说道 琴既差强人意 还没有真正入门 琴悦瞪她一眼 都这时候了 还说别人谈得不好 有本事 你也来试试 哼 我算是被你气着了 今天你若是不弹一曲 我就掉头回魔洞 顾如梅微微皱眉 似乎有些不开心 她虽然知道自己谈得有缺陷 却不喜欢被外人批评 尤其是对方 还是一位青年男子 她抬头看了琴迪一眼 看对方相貌年轻 似乎还不到二十岁 怀疑她是琴悦的弟弟 于是道 先生贵心 小女子情迹不惊 还请多多指正 琴悦抢着道 这是我哥 一向喜欢装神弄鬼 你别信她说的话 你谈得很好 我很喜欢 顾如梅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她虽然听说 大士人秦月 是著名科学家朱婉的女儿 却没听说 琴家有几位少爷 反正不管哪个大家族 总会出几个混账玩意 跟这样的人没法较真 琴的确忽然开口问 你的太师祖 是不是叫张孔山 她还活着吗 她之所以这样问 是因为顾如梅来自四川 按照历史记载 四川有个姓故的古琴家族 传承于张孔山 张孔山生族不详 中国清代古琴家 名何修别号半然子 她精于流水 高山醉于畅晚 普安昼 平沙洛宴 萧香夜雨 话蝶 于乔问达等琴曲 她的七十二滚符 流水 由其为琴曲之珍品 甚受推崇 张孔山对近代琴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闲锋年间 张孔山在青城山中皇冠当道士 一时来青城山求情者慎重 但张本人却经常云游在外 与贯献道士杨子东 前世石操的作者 钱寿瞻等人交流情谊 光绪初年 1875年 张孔山在唐一鸣家为钦客 协助他把多年搜求的数百首琴谱 详家审定 选出了145首 编为天文革琴谱 这是明清以来收谱最多的谱级 光绪30年 1904年 张孔山在武昌开门授琴 培养出很多琴学高手 得其传者有一位来自四川的顾城 顾城的儿子顾骏和顾罗 都是大音乐家 后来将曲谱编辑为 百平摘琴谱 所以秦迪怀疑 眼前这位顾如梅 可能是顾家人 顾如梅听见他猛然问出这样一句话 经不住吃了一惊 先生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说 你也研究古琴吗 张太师祖还活着呢 他已经九十多岁了 秦迪又问 令尊是顾骏还是顾罗 顾如梅心头凛然 道 家父自折亲 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报了个名字 就被对方 猜出祖宗十八代 这也太喧呼了 秦迪也觉得十分诧异 心道 我这个哥哥 还真是邪门啊 最起码忽悠人有一首 第零九三章 先先御手画青石 秦迪望着顾如梅 叹了一口气 道 你这样练琴 再过十年 才能突破到秦迷的层次 但你永远也达不到 秦道的境界 因为你心里没有道 不晓得道为何物 顾如梅被他说得 心里七上八下 忍不住问道 请问先生 什么事 道 你见过哪位大秦师 达到了秦道的境界 我想前去拜师 秦迪微微一笑 道 借你鼓琴一用 顾如梅更诧异了 赶紧往后退了几步 先生 您请 秦迪看秦迪不紧不慢走过去 一屁股坐在石凳上 双手搭上琴弦 经不住叫道 哥 你真会弹琴吗 小心点 别弄坏了人家的琴 顾如梅闻言 心里咯噔一声 暗道 我这张琴价值不菲 我平常连让别人摸一下都不行 怎么就让它上手了呢 难道我被他三言两语骗了 然而 秦迪已经开始了弹奏 刚开始速度缓慢 气氛静默 游见高山之巅 云雾缭绕 接着则是清澈的范音 犹如幽见之寒流 轻轻冷冷 顾如梅只觉得心里一沉 仿佛魂魄都被勾走了 随后伴随着琴音 她看见点滴泉水 聚成丛丛缠缠的细流 齐韵阳 阳悠悠 眼若行云流水 又如瀑布飞流 激流中之回蓝 飞溅之浪花 她觉得自己长阳其间 身心极度的愉悦 仿佛受到了深深的洗礼 再接着 琴音变得高亢 急沸腾澎派之官 据蛟龙怒吼之相 顾如梅听了 觉得四座威州过乌侠 目眩神怡 惊心动魄 只以此身 已在群山奔赴 万合征流之际 然后 琴音又变得舒缓 没有了波涛汹涌 而是青州已过 是就徜徉 时而余波基石 时而旋转威欧 到最后 她感到自己站在海边 急目远眺 烟波浩渺 心旷神怡 阳光续暖 三魂七破沐浴在春光里 仿佛做了一场梦 始终在里头盘旋 再也不愿意出来 琴敌弹奏完了 起身悄悄走开 站在高处 眺望远方 十几个呼吸后 燕雪先醒过来 悄无声息地走过去 大约五分钟之后 杜蓉和杜兰才醒过来 刚想大呼小叫 然而定睛一瞧 弹琴的人不见了 他们转头四顾 才发现 琴敌和燕雪站在远处 于是杜蓉吐了舌头 杜兰捂住嘴 悄悄走过去 然后又过了十几分钟 顾如梅醒来时 心里感觉到害怕 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失去了神志 他的面色苍白 头上冒出细腻的汗珠 他转头问 站在杖雪外的少年 胡子 我刚刚迷惑了多久 那少年挠了挠后脑勺 我也不知道 我比你早醒了三分钟 三分钟 我究竟失神多久 顾如梅又惊又怕 没过一会儿 面色变得红润起来 露出惊喜的神色 我明白了 这才是传说中的 情道啊 我找到境界的途径了 听了这段情 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情音博大今生 仿佛浩瀚的大喊一样 这时候 秦月才终于醒过来 他心中惊异 深吸一口气道 奇怪 我哥竟然会弹琴 而且 弹得这么好听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 刚刚我知不觉陷入迷惘 醒来有种 怅然若失的感觉 顾如梅激动地问 秦月姐 他真是你哥吗 他有多少岁了 看着这么年轻 怎会有如此高妙的情景 秦月道 我哥相貌看着年轻 真实年龄 已经三十岁了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会弹琴 难道世生而知之 顾如梅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 道 我想拜他为师 秦月姐 你帮我说一说 好不好吗 秦月笑了笑 好吧 我帮你 两人走到秦敌身边 说起拜师的事 秦敌望着顾如梅 道 我可以收你为弟子 但是有个条件 不知你能否答应 顾如梅欣喜地道 先生您请说 都有什么条件 要我送几斤腊肉 秦敌哈哈大笑 然后收出笑声 问道 跟你来的少年 是什么人 顾如梅答道 他是我堂弟 名叫顾如虎 他是顾罗的儿子 今年多大了 您猜的不对 我爹兄弟五个 家父是老三 顾罗是老五 阿虎是二伯家的孩子 他父亲叫过汉 阿虎看着个子高 其实才十四岁 十四岁就懂得用枪吗 顾如梅文言又是一惊 道 您看出来了 我们顾家 虽然是书香门第 但是家里也不缺五人 我二博士 于南陆军 讲武堂毕业的 在刘文辉手下做旅长 阿虎天生有力气 打小喜欢习武 他不是学情的料 秦敌微微一笑 道 你把他叫过来 我有话说 顾如梅回头呼唤 阿虎 你过来 顾如虎一头雾水走过来 看看姐姐 又看向秦敌 秦敌问 阿虎 你的功夫 有没有突破明镜 顾如虎双目 睁大了一些 点点头 道 我三年前就突破了 你跟谁学的武功 我八岁的时候 跟祖父去见太师祖 他传我一套拳法 换做亲自九打 我练了三年 就突破了明镜 然后我又见太师祖 他传我成字十八破 说是 如果修炼不错 能在二十岁突破暗镜 顾如梅笑道 太师祖在青城山 有个道观 但他平日里 多半不住在道观中 而是四处走动 随遇而安 我家住在爱平山 那里山明水秀 所以太师祖 每年都过去住一段日子 抬头看青山巍巍 低头看大河滔滔 秦敌笑道 阿虎 你有没有见过其他人 施展出暗镜 顾如虎又一次点头 我见过的 太师祖有个徒弟 名叫张威 是袍哥里有名的人物 有一年 我见他一掌拍在牛头上 连点掌风都没有 那牛就倒下了 擒敌从地上捡起一块 有棱有角的青石 大约有二十多斤重 道 你能不能一拳将它打碎 顾如虎为难的摇头 不行 我做不到 顾如没笑道 先生 您在为难阿虎 这块石头 足有四五寸厚 普天之下 能将它打碎的 会有几个人呢 秦敌将青石递给燕雪 道 你来试一试 燕雪左手接过石头 右手伸出白嫩的手掌 轻轻拍在石头上 然后 左手轻轻一抖 那块青石就化作粉末 速速地落在地上 这一幕落在秦月 顾如眉河 顾如虎眼中 三个人都惊呆了 秦月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她上前两步 抓起燕雪的手掌查看 入目还是白皙如玉的肌肤 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老天啊 小雪 你怎么会这手功夫 你这是跟谁学的 我怎么不知道 燕雪面带微笑 云淡风轻 没有回答 第094章 又骗了两个徒弟 顾如眉看着燕雪 心中惊骇 面色大变 怀疑对方 是不是修炼千年的狐狸 或者是转世再生的仙女 顾如虎双目元征 伸手抓着头顶的短发 使劲地撕扯着 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 家人如玉 轻轻一掌 就让青石碎成粉末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暗镜 而是传说中的画镜了 暗镜打上去 只能让青石裂成几块 只有画镜 才能将青石变成粉末 天哪 这世上 竟然还有画镜高手 我听太师祖说 画镜已经失传了的 他扬天大声吼叫起来 杜容和杜兰 都露出羡慕的神色 不知道 今生有没有机会 能练到如丝地步 按照秦先生当年的说法 他们姊妹俩资质有限 踏入暗镜不难 进入画镜有些难度 秦敌望着顾如虎 道 我有秘法 能让你在二十五岁以前 修炼到这种地步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若愿拜我为师 我便传授于你 同时 我还会收阿梅为徒 传她高妙的情迹 顾如虎心中热切 面色胀得通红 转头看了看姐姐 顾如梅已经快晕倒了 她无法想象 一个美丽的姑娘 能有这么高强的手段 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 竟然能弹出天籁般的高山流水 还掌握了修炼的秘技 难道说 她比张太师祖还厉害 乃是道门敌传的少年高手 她望着弟弟 说道 我反正要拜师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顾如虎还有些犹豫 看看燕雪 又看看秦敌 问道 先生 你自己能不能打碎青石 要是能的话 我就拜你为师 要是不行 我 秦敌微微一笑 道 自古以来 有状怨学生 却未必有状怨师父 师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师不必闲于弟子 弟子不必不如师 我只要能交出好学生就行 你又何必在意 我能否打碎青石呢 顾如虎道 原来先生只会吹牛啊 我宁愿跟这位姐姐学 燕雪笑道 你的资质跟我不同 修炼心法也不一样 我教不了你 只有先生才行 顾如梅问 请问小姐 您跟秦先生是什么关系 燕雪抿嘴笑道 我身份卑微 是先生身边的丫鬟 我的功夫 也是先生教的 顾如梅愕然 这也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在她的心目中 像燕雪这样美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人们心中的女神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素由从之 晚在水中央 她怎能成为别人的丫鬟呢 她要是成了丫鬟 会让多少人黯然伤心 天下的男人 哪个敢做她的主人 不怕被别人用唾沫星子淹死 原本她作为未出格的女子 想跟着情敌学情 心中还有些顾虑 可是看到仙子般的燕雪 竟然跟在情敌身边做丫鬟 让她有种自残形慧之感 同时也放下了小心提防的心思 顾如虎犹豫片刻 道 我爹想让我从军 我拜先生为师之后 还能不能去参军 情敌道 从军有什么好处 这两年只有内战 打来打去 死的都是中国人 不如再过几年 等你学好功夫 若有倭寇来写 我送你上战场 顾如梅道 先生 我们顾家是大家族 若是没有人从军 就没法保护箱子了 情敌道 顾家不会只有阿虎一个男吧 这倒不至于 我们家族有七八个男孩子呢 那不就得了吗 阿虎资质不错 参加内战可惜了 等他学了我传的功夫 去战场上杀鬼子 很容易建立功虚 还能保家为国 为顾家博得好名声 顾如虎想通了 道 好吧 我愿意拜你为师 不过 我先得禀明祖父和父亲 要不然 他们会骂我的 情敌道 没问题 我正准备去四川呢 顾如梅道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们可以一起走 当晚 这两姐弟跟情敌 住在同一家旅馆中 晚饭之后 情敌对二人道 我收你们姐弟为徒 是因为你俩有灵根 灵根这种东西很稀缺 十万个人里头 也未必能找到一个 今天一次碰到俩 也算是蹊跷式 阿梅的年纪稍大了一点 错过了伐毛洗水的最佳时机 再想以武入道 已经来不及了 好在你精通情迹 还能以情入道 顾如梅问 先生 什么是以情入道 情敌道 要想学情 先要培养情心 我先传你一段情心诀 你如果每天修炼 有助于提升心性 早日真挚入道的层次 等你有了情心 就可以开灵纳气了 届时 我再传你高明的仙音 顾如梅大喜 静心倾听 情心诀的观俏 反复询问细节 牢牢记在心里 随后 情敌对顾如虎道 阿虎 你才十四岁 就有明镜的基础 还可以从武入道 我传你 归土诀 只要努力修炼 将来前途光明 顾如虎问 先生 我将来能达到华静吗 情敌笑了笑 华静才只是入门 你按照我的指点修炼 日后成就难以想象 顾如虎豪气大发 我一定好好锻炼 还请先生多指教 情敌念诵一段口诀 仔细讲解了一番 然后道 你有土灵根 等你回家之后 在地上挖个坑 然后跳进去 将土埋到脖子 前运归土诀 闭目凝神 尽管这是末世 灵气非常稀薄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只要顾如虎 按部就班的修炼 总归会有进步 至少画境没有问题 当然 要想功利大进 超凡脱俗 进阶炼气漆 还要找到 有灵气的土壤才行 若没有情敌的指点 一辈子也休想炼城 一息无话 第二天上午 一行人来到江边码头 购买船票 登上了客船 顾家姐弟的船票 也是由情敌出钱 这让顾如梅很不好意思 先生 怎好让您出钱呢 有事弟子扶其劳 应该我们来买票才对 情敌摆了摆手 不必客气 这一路逆水行舟 会看到绝美的风光 你若对两岸熟悉 不妨给大伙介绍一番 其实 这条路 他已经跑过好几次了 只不过 他懒得跟众人解说而已 顾如梅答应了 坐在船上 一路指指点点 从武昌网上 很快便进入三峡地段 两岸风景如画 看得人如痴如醉 第095章 响起摇姬师姐 轮船逆水而上 先至西陵峡 西陵峡在湖北宜昌市紫龟县境内 从东边的南京关 到西边的湘西口 全长66公里 是长江三峡中 最长 以滩多水及文明的山峡 整个峡区 由高山峡谷和险滩礁石组成 自东向西 依次是登影峡 空岭峡 流干马沸峡 兵书保健峡四个峡区 以及青滩 泻滩 空岭滩 腰叉河等险滩 登影峡又名明月峡 河谷峡 岸壁陡峭 峰顶骑石腾空 沿尖瀑布飞泉 空岭峡内有空浴滩 是长江三峡中险滩之冠 滩中礁石密布 枯水时露出江面如石灵 水涨时则引墨水中成岸礁 加上航道弯曲峡窄 船只要稍微不小心急会触跤沉没 牛肝马沸峡 两岸风鸾摧尾 江面峡窄 江流湍急 北岸两团重叠而悬的中辱石 最为有趣 他们一团形似牛肝 一团形似马沸 牛肝马沸峡 因此而得名 兵书保健峡 是指长江北岸 有一叠层次分明的岩石 看似一堆厚书 还有一上粗下间的石柱 树指指向江中 酷似一把保健 故得名 传说是诸葛亮 存放兵书和保健的地方 顾如梅的年纪 跟众女相仿 所以很容易打成一片 一路就听见 她清脆的笑声 以及源源不绝 挖空心思的解说 倒也不觉得郁闷 顾如虎一只耳朵 听姐姐讲解 另一只耳朵 倾听两岸的声音 两久之后 她疑惑地问道 先生 古市里有两岸元声踢不住 为啥我们听不见 猿猴的叫声呢 轻敌道 三峡两岸 原本有不少长臂猿 只不过近年来 因为人类的繁衍 侵犯了长臂猿的领地 种群越来越少 所以很难听见原声了 秦月道 这么说 古时候是有猿猴的 我还以为是诗人的想象呢 固如眉眼珠转了转 笑道 诗人常喜欢胡思乱想 秦月笑道 我听一位先生说 白居易写 长恨歌 有一句峨眉山下行人手 其实 唐明皇逃往四川时 根本就没去峨眉山 自于有诗十毫村里夫妻别 类比长生殿上多 而杨贵妃 并非死于长生殿 那都是诗人 凭着想象杜撰出来的 诗人怎么能瞎显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 却又高于生活 哇 秦月姐 你说得真好 果然是了不起的诗人 这是一位俄国人说的 秦月心情大悦 一面欣赏两岸的美丽风光 一面跟众人闲话 只觉得诗情上涌 赶紧回到船舱里 摊开稿纸 写诗去了 从西陵峡网上 便是乌峡了 乌峡 位于湖北八东 和重庆乌山县境内 从东边的关渡口 到西边的大宁河口 绵延四十五公里 整个峡区 其风突兀 怪石凌寻 峭壁平裂 绵延不断 是三峡中 最可观的一段 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 充满诗情疏意 秦月听说乌峡到了 赶紧从船舱里跑出来 他和杜荣 杜兰都是第一次 见到如此美景 心中正感 如痴如醉 天哪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鬼斧升宫了 以前只在书中读过 国画里看过 没想到现场这么壮观 顾如虎忽然插言 先生 你说 这世上有没有神仙 西年大雨治水 是用斧子劈开峡谷吗 听见这话 燕雪不禁想起 昆仑山灵洞中 那些不朽的尸骸 他虽然没见过神仙 但却知道 修真人有超乎寻常的能力 或许修炼到高深的地步 真能变成神仙呢 顾如梅伸手去敲弟弟的脑袋 笑道 神仙只是传说 怎么可能会有 情敌沉默无言 心里想到第二是 自己修成灵仙的时候 就能一见劈砍山岳 修成仙帝时 一拳能打碎小千世界 乌山十二峰 被称为井中井 其中奇 亲人徐汝龙 乌侠师中说 放周下乌侠 心在十二峰 乌侠以乌山得名 幽深秀丽 千姿百态 宛若一幅浓淡相宜的 山水国画 峡谷两岸为乌山十二峰 依此为灯笼 圣泉 昭云 神女 松鸾 吉仙六峰 南岸也有六峰 但江中能见到的 依此为飞凤 翠平 巨鹤三峰 其余敬坛 启云 上升三峰 并不临江 十二峰中 以神女峰最著名 峰上有一挺秀的石柱 形似亭亭玉立的少女 她每天最早迎来昭霞 又最后送走晚霞 顾佑称望霞峰 据唐广城 雍城吉仙鹿 在 西王母幼女 摇姬邪狂张 于于诸神出游东海 过乌山 见洪水肆虐 于是驻于展石 书波 绝塞 倒饿 以寻其流 水患祭平 姚姬为著名 永其丰年 行船平安 立山头 日久天长 便化为神女峰 顾如虎看见神女峰 又忍不住问 传说那座山 是仙女化成的 不知道 有没有摇姬这个人 秦迪微微一笑 依旧没说什么 他不但见过摇姬 还跟他学过 阴阳造化宝典的功夫呢 怎么能说没有这个人 顾如虎问 先生 您笑什么 秦迪不想说 往昔的事 因为听起来漫无边际 形同于吹嘘胡砍 说出来也没人信 他微笑着说道 我传你的归土诀 听起来虽然简单 只有短短的几百字 但它是土修的基础 如果你负责身后 有希望修成陆地神仙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 然而听在众人耳中 还是让人感到震撼 顾如梅折舌不已 先生 您说的陆地神仙 是什么样子的 秦迪道 就像少林寺的达摩祖师 一尾渡江 传下达摩一经经 少林七十二绝技 又像武当山的张三峰 出神入化 炉火纯青 创造太极拳 太极剑 武当九阳宫 这两位都是武侠世界的 泰山北斗 到最后 不知道死了没有 秦迪听得晕晕乎乎 笑道 若不是昨日 见燕雪那一首神功 我还以为你 又在胡说八道呢 这些功夫 你从哪里听来的 固如虎两眼放光 兴奋不已 先生 您会不会这些功夫 能不能传给我 秦迪笑道 我虽然自幼体弱 不适合练武 但是脑子里不缺功法 你先修炼 归土诀 不要想太多 有些功法虽然厉害 却未必适合你来练 固如虎哀求道 我想学那武当九阳宫 听起来很霸道 是不是 不成 你是土灵根 五行不合 不能修炼九阳宫 那是火修的功法 固如虎 经不住 锤头丧气 秦迪也不去管他 继续欣赏三峡美景 第096章 爱平山顾家 瞿汤峡 位于重庆凤杰县境内 长约八公里 是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峡 也是雄为险峻的一个峡 东端入口处 两岸断崖壁力 相距不足一百公尺 形如门户 明奎门 也称瞿汤峡关 山沿上有 奎门天下雄 五个大字 左边的明赤甲山 相传古代八国的赤甲将军 曾在此屯营 尖尖的山嘴 活像一个大盘桃 右边的明白岩山 不论天气如何 总是渝出一层 曾或明或暗的银灰 瞿堂峡虽短 却能阵鱼穿之水 饿巴饿咽喉 又西控巴鱼收万鹤 东连金楚鸭摩山的雄伟气势 古人形容瞿堂峡说 暗宇天官街 周从地枯行 琴笔心道 怪不得日本人没打进四川 有这样的地势 想逆流闯关 实在太难了 不久 轮船到重庆靠了岸 几个人换了一条小船 继续往西而行 自此之后 长江顺着地势 变得弯弯曲曲 常常有山重水 富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寸的感觉 这天下午 天色渐晚 船经过大中坝 又过了尼比陀 李家河忽然折而向北 绕了个十几公里的大湾 在爱萍山脚下靠了岸 顾如梅说道 先生 这片方圆数十里的半岛 连同这座小山 都属于我们顾家所有 我们先上岸休息一天 然后明天再走好不好 众人纷纷叫好 坐船太久 好累啊 小船摇晃得厉害 实在受不了 情敌赞道 这地方不错 江水在这里拐了个湾 山明水秀 还有淡淡的灵气 怪不得顾家出人才 顾如梅文言很欢喜 先生 您过欲了 不过 我的祖父 乃是大清的近史 家父也有举人功名 再加上我的叔叔们争气 所以顾家才拥有这片地盘 众人一面说着 一面从小船上下来 顾如梅领着众人朝前走 说道 以前这人气鼎盛 但是现在不行了 因为我大伯一家去了广州 二伯领兵打仗 常年不归家 家父和家母在长沙定居 武叔去了精灵 在教育部任职 所以留在这里的 只有一个四叔了 当然 还有我爷爷 奶奶 他们就喜欢这儿 哪里都不愿去 有时候 张太师祖来住两个月 他也说这儿是风水宝地 情敌放眼四顾 觉得这是一片好地方 因为三面被长江包围 只有一面通向陆地 半岛的根部最狭窄的地方 不过两三里 就像一根细长的手指一样 这样的地形很容易防守 而且 爱平山只是一座小山 半岛上还有大片的平地 可以将粮仓放在这儿 这里虽然属于重庆管辖 但它距离市中心非常远 周围都是乡村 不会受到日本军机的轰炸 因此 情敌的面上露出微笑 觉得自己运气很不错 不过怎么跟顾家商量 借用一部分土地 还得飞一些喉舌 众人走不多远 看见前方有一处村落 红砖绿瓦 掩映在绿树之中 顾如梅笑道 这是我家的祖宅 从我曾祖那一辈 就搬到这里来了 我的曾祖 有两个儿子 我爷爷是老大 二爷去世早 但还有后人留下来 这个村里住了几十口人家 除了顾家人之外 还有一些碧铺帮工 那些人只是借助 房屋都是我们家的 我父母 大伯 五伯常年在外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家里的房子还留着 房间经常有人打扫 被褥都放在箱子里 我的二伯 也就是阿虎的父亲 虽然在外领兵打仗 但他每隔几个月 都会回来一次 因为我二婶还住在这里呢 说到这里 顾如梅回头说道 阿虎 你回家叫两个厨娘 来我家生火烧饭 今晚大伙就住在我家了 顾如虎答应一声 加快脚步 跑到前面去 众人进了村 沿路有不少人 跟顾如梅打招呼 阿梅小姐回来了 顾如梅面带笑容 冲那些人点头示意 并没有说什么 显然住在村外面一层的 都是吓人 再往里走 有人道 阿梅 你回来了 三伯父还好吗 顾如梅笑着回答 三哥 你胖了 我父亲很好 多谢你问许 这时候 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 站在路边满面含笑道 阿梅 这些人是你的朋友 远道来 欢迎欢迎 顾如梅道 四叔 你怎么出来了 我还想明早去你家呢 哈哈 见不见我没关系 赶明儿 别忘了去见野奶 我晓得呀 一路寒暄 顾如梅领着众人 进入一家庭院 大伙在客厅落座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天黑了 屋里点亮了灯烛 有两个厨娘和一个婢女进来 帮着烧火做饭 整理床铺 吃过晚饭后 顾如虎从外面进来 对顾如梅叫道 姐 我娘叫你呢 让你去我家说话 好 顾如梅答应一声 便走出了家门 当他来到二伯家时 除了见到二婶之外 还再次见到四叔 顾臣 顾家五兄弟 老大顾朗 在广州做茶叶生意 从四川买了蒙山茶 琼莱茶 清城雪崖 俄眉冒风 然后运到广州去卖 算是顾家财产的重要来源 老二顾汉 也就事顾如虎的父亲 乃是川军中高级将领 老三顾骏早年 在岳路书院教书 1926年转为湖南大学 乃市国学院的教授 负责教国学 书画和音乐 老五顾罗在京陵的民国教育部任职 跟老三一样 精于琴曲和书画 老四顾臣则留在老家 看似没有惊人的才艺 也没有经商的天赋 实则他是个通才 每样都懂一些 负责居中运作 沿江调度严查 赡养年老的父母 对顾家来说很重要 顾臣对顾如梅招手 阿梅 坐吧 有些事 我得问你 我听阿虎说 你拜了一个年轻人为师 他还想收阿虎为徒 顾如梅落座 坦然答道 是的 顾臣问 这不是一件小事 天地君轻师 拜师不能随便 我刚才问阿虎 他拜的什么人 阿虎说不清楚 你能说说吗 第097章 骗你当老婆 顾如梅玩耳一笑 老 我略微知道一些 这位先生看着年轻 实则以道而立之年 他是著名科学家 朱婉的儿子 四叔 你知道朱婉是谁吧 嗯 我在报纸上读过 她是很有名的女人 研究出几种神药 声望如日中天 得了洋人的大奖 同时还是大慈善家 没错 朱婉的丈夫姓秦 夫妻俩生了一子二女 长女秦琳跟她一样 拿了诺贝尔奖 次女秦悦 是文明侠尔的大诗人 唯一的儿子 名叫秦迪 平日里很低调 不显山不露水 其实他非常厉害 就是 我和阿虎想要拜师的先生 那你说说 秦先生怎么个厉害法 四叔 你平常也喜欢下棋 对不对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本棋经 叫做 《围棋幽名录》 那就是秦先生写的 顾尘文言猛然跳了起来 啊 你说的是奇圣秦迪 我的天哪 他来到我们家了 你咋不早说 不行 我得去拜见他 顾如梅道 四叔 今日天色已晚 留待明日可好 二审诧异地问 为何如此急迫 这位秦先生 还真是大人物 顾尘大声道 你不晓得 秦先生是天下第一的围棋大家 他编撰的奇经 没几个人能看得懂 我好不容易跟刘帝怀求了一本 平日里压根不敢看 每次我只看三言两语 然后就得把书合上 思索好几天 再看下一段 如若不然 将会吐血而亡 听见这话 顾如梅忍不住伸了伸舌头 秦先生真厉害 不单是奇圣 他还是秦圣嘛 四叔 我跟你说 秦先生的秦义非常高明 已经达到了道境 正因为如此 我才请他到家里来 明日引荐给祖父 让他老人家也吃一惊 顾尘深吸一口气 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相信了 古语云 见微之柱 观一夜 落而知天下秋 秦其书画 有相通之处 秦先生 既然是了不起的奇圣 那么他秦义 也可能很高明 不过 我有一点不太理解 自古文武殊途 难道说 他还有一身的武功不成 要不然 阿虎为啥要拜他为师 刚刚我听阿虎讲 秦先生传他一段经文 让他在地上挖坑 将身子埋在里头修炼 这件事太古怪了 哪有这样修炼的法门 过如虎文言 秦吉之下 为辩驳道 书 你不晓得 秦先生麾下 有一位婢女 看上去鲜弱幽柔 然而 他轻轻一掌 就把大青石 拍成了粉末 这可是我亲眼所见 顾臣摇头 有时候亲眼所见 也未必是真的 江湖上有许多魔术手段 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顾如虎叫道 是 我没看错 一定是真的 顾臣沉吟片刻 吧 我就想知道 这位秦先生 是不是那位奇圣 如果真是奇圣驾铃 自然是顾家的荣幸 就怕他是别人假冒的 阿梅 你有说服力的证据吗 顾如梅仔细想了想 还真的没有证据 他明亮的眼睛眨了眨 说道 四叔 我只知道 他的情意出神入化 比我爹还厉害十倍 但明日 我领他见爷爷 若能请他弹奏一曲 岂不是一切都清楚了 顾臣点点头 说实话 我刚刚见这伙人 虽只是惊鸿一瞥 但是印象深刻 不像是假冒的 无论是衣着还是气势 都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 其中有一位姑娘 非常漂亮 眉如翠鱼 激如白雪 仿佛天女下凡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人 顾如虎道 她叫燕雪 自称秦先生的婢女 顾臣叹了口气 听起来匪夷所思 看上去哪像婢女呢 顾如没却道 这件事不假 我听燕雪自己说 她是本省大一县的人 从小死了母亲 也没了父亲 她七八岁跪在街头 想要卖身葬母 是秦先生出手 帮她葬了母亲 仔细算一算 那时候秦先生 还不到二十岁呢 秦先生有三十岁了 结婚了没有 嗯 据说没结婚 二神有些担心 阿梅 她不会想骗你当老婆吧 顾如眉红了脸 紧着白手 不可能 她怎会看中我 前日晚间 我们住在武昌 同一家旅馆 我发现 她跟燕雪 都是分开住的 燕雪那么漂亮 又是她的婢女 她连碰都不碰 人家是正人君子 二神眉毛一跳 呕了一声 那就是她有毛病 顾如虎问 娘 秦先生有什么毛病啊 顾臣赶紧摆手 休要胡说八道 当心被人听见 我们顾家尊师重道 不能说师父的短处 俗话说 不封磨不成脚 对于其圣和秦圣而言 需要专心致志 投入毕生的精力 才能成为大家 当顾如眉回到自家院落时 发现秦月和杜家姊妹都睡了 只有秦嫡和燕雪 还坐在院子里 明月当空 春风袭袭 不冷不热 正是大好天气 顾如眉问 先生还没有安歇 秦迪笑道 我和燕雪刚刚出去走了走 发现这儿 还真是风水宝地 适合修身养性 我想在这里住三天 趁机传你情谊 再叫阿虎功夫 要不然 我离开这里之后 也没有太多时间 在四川逗留 你若想学情 只好去魔都了 顾如眉记喜且忧 先生 三天时间太短了 我准备转学 去魔都国立音乐院 院长萧有梅先生 跟家父是好友 阿虎呢 他也跟着去吗 阿虎有些困难 二婶不想让他离家 我传阿虎的功法 有着特殊的要求 需要找一块灵地 才能事半功倍 一日千里 我刚刚在爱萍山北侧 看到一小块灵地 树木格外茂盛 虽然不是真正的灵地 但也算是半灵地 待明日 我只得阿虎 让他留在这里修炼 如此一来 他只要每年去魔都 见我一回即可 如果他离开这儿 反而没有类似的环境 耽误他的修行 果如此 那真是太好了 我替阿虎谢谢先生 阿梅 我想问你 在你们顾家而言 碰见大事 谁能做主 自然是我爷爷 他二十八岁中近视 后来在华阳县当过县令 别看他年近八旬 但是身体很好 眼不花 耳不聋 在顾家一言九点 先生 你有什么事 可以先跟我说 我设法帮你沟通 第零九八章 顾家老爷子 秦迪微微一笑 接着问道 阿梅 你在家里 似乎有些地位 顾如梅甜甜地笑道 我是晚辈 哪有什么地位 但我身为女孩 秦迪在年轻一辈 算是佼佼者 整个家族中 只有我哥谈得比我好 所以我爷爷很喜欢我 哦 你还有一个哥哥 他叫什么名字 我哥叫顾如庚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音乐 秦迪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目的 直接开口道 阿梅 实不相瞒 我到四川来 是想找个风平浪静的地方 建一个巨大的粮仓 顺便筹建一批工厂 工厂的地址 我已经想好了 主要建在渡口市 潘之花 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而粮仓的位置 不能离开重庆太远 你家所在的半岛 我看就很不错 顾如梅有些惊讶 先生 您为什么要建粮仓呢 即使要建 也该建在长江中下游啊 四川被称作天府之国 只要没有天灾 一般不缺粮食 先生 您要建多大的粮仓呀 至少五百万吨 按每人每天一斤口粮来算 够百万人吃三年 顾如梅闻听此言 只觉得两眼貌惊心 不知道这些数字 究竟代表着什么 也不知道 粮仓要占几亩地 他欲言又止 犹豫片刻 还是鼓足勇气问 先生 我听说粮食不便宜 你有那么多资金 购买五百万吨粮食 秦迪笑道 阿梅你不晓得 美国正在发生一场大萧条 粮食价格一降再降 便宜得不可想象 我进口大量的粮食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救人 既救了中国的百姓 也救了美国的农民 这是在做善事 顾如梅肃然起敬 先生 待明日 我领您去见祖父 届时我帮你说话 随后 三人各自回房 一夜无话 次日上午 顾如虎来了 和顾如梅一起 领着情敌 去见祖父故城 因为要讨论拜师的事 燕雪和秦月 都没有去 顾城住在村落最深处 靠近爱平山山根的地方 房屋高大 青砖绿瓦 虽没有雕梁画洞 但充斥着花草树木 白石小径 青石栏杆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庭院 院子里很清静 大厅里 坐着满头白发的老温顾城 由中年黑发的顾城陪着 还有一位二十多岁 气宇喧昂的年轻人 站在旁边 顾如梅肖道 爷爷 四叔 哈哈 没想到三哥也回来了 我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秦先生 博学多才 精通秦奇 一夜惊人 登风造极 我和阿胡想拜他为师呢 老温顾城面带微笑 上下打量着秦迪 道 欢迎秦先生 来顾家做客 顾城笑道 秦先生 昨日匆匆一会 没有来得及说话 晚上听说 您是鞭转 为其幽名路的奇盛 激动得我一宿未眠 就盼着快些天亮 好来见您呢 旁边站着的年轻人 却板着脸 神色不以为然 说道 在下顾如松 久居岭南 在广州太古仓座时 见过秦先生 秦迪对老翁顾城拱手 道 晚辈秦迪 拜见顾老爷子 见过顾四先生 至于说那位年轻人 他只是冲对方微微点头 顾城道 贵客请入座 众人落座 然后有婢女端上香茶 顾城微笑道 老朽想问秦先生 令堂真是明文中外的 大医学家朱婉吗 秦迪点头 家母一生前心钻研医药 前几年侥幸获得了突破 发明了黄岸药和青霉素 最近又研究出一种新药 名叫炼霉素 如果顺利的话 用不了几年 或许能根治肺结核 顾城文言 吃了一惊 睁大眼睛 盯着秦迪道 是吗 果如此 那可是大造化啊 令堂将会被人 视作观音菩萨 这些年 患肺病的人太多了 十个里头就有两三个 而他的病死率其高 约有五成的人会死 只不过 我担心新药太贵 一般人用不起 你说是不是 秦迪苦笑 不管是青霉素 还是炼霉素 都要用粮食培养 从微小的细菌中提取出来 经过了许多的工序 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 所以 价格一时降不下来 不过 我们在国内销售的青霉素 比国外便宜很多 也算是造福过人了 顾城笑道 是啊 原先一支青霉素 要上百块大洋 如今只要三块钱 已经很不错了 去年冬天 捉襟得了肺炎 信赖青霉素 才得治好 年轻人顾如松忽然道 秦先生 令堂研究出新药 肯定发了大财 你为何只是一席长衫 连块手表都没戴 顾城皱眉 觉得顾如松不该问这么直接 显然不是待客之道 老温顾城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淡淡地道 阿松 君子欲欲异 小人欲欲力 我看你在太古洋行里 沾染了坏习惯 连君子之道都忘记了 秦敌不惧看顾如松 却望着老温顾城道 听闻顾家 乃是四川有名的书香门第 老爷子也是操秦大家 不知道有没有真挚道敬 顾城笑道 我老了 手脚不灵便 没办法演奏 听说秦先生情义乐德 不知能否演奏一曲 让老朽见上和学习一番 秦敌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关 否则顾家人不相信 不会让顾如梅和顾如虎拜师 更没法商量见粮仓的事 顾城干咳一声 提高了嗓音 道 把我最心爱的古琴拿来 有两个婢女 小心翼翼地抬来古琴 轻轻放在桌上 秦敌转头看了顾如梅一眼 傲然道 我的情记 已经超出 入道 层次 前些日子 你在武昌听见的 才只是我一成的功力 今天你捂上耳朵 用心来听 顾如梅点头 是 然后竖起双手 准备捂住耳朵 秦敌又道 阿虎你出去 还有这位小兄弟 你也出去吧 顾如虎闻言心有不甘 但还是抬腿往外走 顾如松却站着没动 嘴里哼哼唧唧 我为什么要出去 这是我家 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秦敌也不管他 望着顾尘道 我不清楚 你是否精通情谊 如果水平不如阿梅 最好也出去吧 顾尘笑了笑 好 我站在屋外听 阿松 你跟我走 别在这里处着 顾如松却很执尿 我不走 四叔 我要留在这里 顾尘摇头走了出去 秦敌望着顾尘道 老爷子 小心了 秦神内守 抱援手一 老爷子顾尘心中一灵 连忙摆正了姿态 双手搭在椅子背上 防止滑下来 第零九九章 一曲仙情射人心 秦敌拨动了琴弦 就听见丁的一声响 仿佛滑破 时空落在人心里 顾尘站在屋外 听见第一声情音 就觉得心跳骤然加速 赶紧往远处退了仗许 紧接着琴声 叮叮丛匆地响起来 顾尘一退再退 一直退到大门外 才觉得略微好受了一些 情敌先弹了一曲 孤芳迎 一上来就是大雪飘飞 让人觉得浑身冰冷 屋内 顾如松才听了一小段 就觉得瑟瑟发抖 想要往外逃 可是他的肌肉不听使欢了 连脚步都迈不出 老爷子顾成精通情义 实力比顾如眉还高一节 而且他久经风雨 一生经历了很多事 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对琴曲的承受能力很强 远非年轻人 固如松所能比 他望着情敌波动情弦 忍不住在心里发出赞叹 这人弹的一首好情 比我强十倍 甚至比张孔山师父弹得还好 怪不得阿梅对他胜赞有加 秦英持续不停 让人隐约看见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 山上岩石缝中 有一颗青松 众方摇落 傲然挺立于风雪之中 老爷子星有所感 觉得自己就像那颗青松 宁愿抛弃官职 专注于情义 也不愿贪赃枉法 与别人同流合污 这位秦先生 是我的知音啊 不需要倾听高山流水 我就已经遇到知音了 而那年轻人顾如松 眼睛里也似乎看到轻松了 但他看见的轻松 显得那么脆弱 分明是不知死活 几乎快被大雪压垮了 他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 仿佛轻松在哭泣哀鸣 情敌弹奏的只是出街的仙音 他本是仙音大家 西年鼎盛的时候 手持凤凰仙情 能将杀伐之音 放出千万里外 凡是听过仙音的人 生死都由他来操控 如今 他的功力很低 才只是练气巅峰 所以谈不出真正的仙音 只能模拟出两三分气势 但是即便如此 也已经控制了顾如松的心 换句话说 如果情敌有杀意 顾如松今天就死定了 不过 情敌来到这个世上 已经收敛了杀星 不会因为三言两语就杀人 顾方盈弹奏了一半 顾如松已经瘫倒在地上 顾如没想把他拉起来 可是他的手 刚从耳朵上挪开 就觉得心神摇晃 赶紧收回来 将耳朵再次捂住 顾方盈弹奏大半 老爷子故城陶醉其中 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 情敌弹完了 顾方盈 紧接着又弹了一曲 春小盈 因为前面的顾方盈 有一丝杀性 对听众身体不利 特别是老爷子 气血不足 如果就这么收场的话 只怕将来会生一场大病 而春小盈和平中正大方 描述了春天的欣欣向荣 能给人带来生机 琴曲弹奏到这里 屋里的顾成和顾如松 都失去了神志 仿佛陷入深深的梦幻中 只有口鼻还在呼吸 神志近乎于痴呆状态 屋外的顾如虎坐在石凳上 也迷迷糊糊忘记了一切 顾成站的位置非常远 听得情音断断续续 心中钦佩的同时 还能保持几分神志 琴笛弹完了曲子 起身一拉固如眉的衣袖 一先一后走出了房间 大门外 顾成定了定心神 对琴笛躬身失礼 说道 琴先生 了不起 您的情意 可以说天下第一了 我个人觉得 比张师祖还高妙几分 不知道家父怎么评价的 琴笛道 老人家正处于坐望状态 你不要进去打扰他 等两个小时 让他自己走出来 顾成吃了一惊 两个小时 竟然要那么久 琴先生 刚到的琴曲 不会对身体有害吧 不会的 听了此曲 有助于延年益寿 既然如此 阿梅你守在此处 莫要让人进去 我请琴先生 去隔壁院中下棋 顾如梅答应了 就在院中 找个石凳坐下 顾成请琴笛 来到另一个小院 在桃花树下 摆上了棋盘 他善笑道 先生您是棋盛 能不能让我九颗子 琴笛道 你摆上十三颗吧 顾成心想 我虽然棋益不高 但在顾家也算好手 我曾经在重庆 跟刘帝怀下过让子棋 他才让我两颗子 不过 面对当今围棋界顶尖的大国手 他也不敢说别的 对他来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或许将来能吹嘘一辈子 顾成老老实实地摆了十三颗子 琴笛才开始随手落子 刚开始的时候 琴笛的白旗显得很凌乱 而且非常虚弱 渐渐地 白旗充满了活力 势力越来越大 渐渐地露出锋芒 将黑旗分割成一个个小块 故城奋起迎战 绞尽脑汁 到最后还是死了两小块 所以只能推平认输 他站起身来 对琴笛再度鞠躬 琴先生厉害 我算是长剑舌 若不是我年纪太大 也会像阿梅一样 求您收我为徒 随后 两人坐在桃花树下 喝茶续话 琴先生 您此次吸来有什么事吗 若是有事 您跟我说 我们顾家 在四川还有些脸面 不管是军阀 还是袍哥 都能说上话 琴笛笑道 我昨晚对阿梅讲 的确有一件事 想跟顾家商量 哦 您请说 既然阿梅和阿虎拜您为师 那您就不是外人 那我就直说了 爱萍山的北路 还有大片的平地 我想租八百亩 期限十五年 租金安最上等水田的 三倍价格算 不知道行不行 故臣吃了一惊 啊 您要在这里租土地 琴笛道 我准备建议排排茅屋 不打地基 也不用钢筋混凝土 只在地上树木桩 横梁也是全木结构 上头覆盖木板 油毡 塑料和茅草 地上再铺若干层塑料布 并不破坏地面的浮土 所有木料都从外地运过来 先生 八百亩地 能盖不少房子 您准备做什么用 我要盖粮仓 储备大批的粮食 顾晨可不是顾如梅 他居家管理顾家的财产 很多事情都明白 文言问道 请问先生 粮食从哪里来 秦笛道 我在美国成立了公司 会有大批粮食 源源不断运过来 粮价不足本地的一半 顾沉默地吸一口气 露出惊骇的目光 美国的粮食 怎么会那么便宜 秦笛道 西方国家都处于经济危机中 这才是灾难的初期 等到再过几个月 危机会愈演愈烈 他们的粮食卖不掉 而我们国家则一直缺粮 如今 华北地区 还有饥荒呢 先生 我也听说了 华北有大饥荒 可您 为何将粮仓建到四川来 家父沿着长江 黄河布局 也在济南 开封开设了粮殿 不过 那只是暂时的 今后的重点 还是在四川 天气变化无常 四川也可能有饥荒 先生 您为何不将粮仓 建在大城市 比如说 成都和重庆 这里离重庆市区 也不近 成都太远 运输不变 重庆战时将是陪都 面临刀兵水火 您说要打仗吗 如今青红两党 不是天天打吗 顾先生 我得到隐秘的消息 未来中日之间 将有一场大战 中国大半土地沦陷 只有西部地区是安全的 所以我准备 将粮仓建在这里 顾臣听了 半信半疑 道 您让我想想 这是一件大事 我不能立即答应 得跟家父商量 第100章 大雪山下的孤坟 过了一会儿 顾臣又问 秦先生 如果我家将土地租给您 能否从您这儿 买到一些粮食 价格稍微便宜点 秦迪笑了笑 啊 最近三年 我可以用市价的七成卖粮 你想要多少 我就给多少 三年以后 可能要略微提价 不管怎样 总比市价低一些 顾臣倒吸一口冷气 我可以七折买粮 那你们秦家 万里迢迢 运粮食过来 还怎么赚钱 秦迪心想 你知道 我买粮的价格是多少 若等到最低时 连两三成都不用 他口中说道 秦家只做批发 不做零售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将大批粮食放在这儿 既要防火防盗 也要防止被盗匪截掠 或者被附近的百姓哄抢 所以我 还想借助顾家势力 花钱雇一批抢手 顾臣笑道 这件事好说 我二哥手下 有六七千人马 在四川除了几个大人物以外 别人也不敢欺负我们 如果秦先生愿意支付一笔钱 顾家可以保证粮食安全 秦迪笑道 这样吧 我在美国有些门路 可以购买一批军火 我每年提供十艇机关枪 一百杆长枪 另加五万大洋 顾两个连的士兵 专门镇守在这里 所有人员都由顾家掌控 并且让阿虎介入其中 你看怎么样 顾臣神情大震 道 应该可以 我给二哥去信问一问 两人又说了一些细节 直到顾如虎跑过来 叫道 爷爷从屋里出来了 请先生过去呢 于是秦迪和顾臣走回原先的院落 老爷子顾臣站在院中 对秦迪弯腰施礼 秦先生 您是秦道大宗师 请受老朽一拜 秦迪盲道 不敢当 晚辈年轻 不敢受您的大礼 顾臣道 学无先后 达者为师 秦先生的情迹 神乎其神 似乎比家师描绘的道径还高明 家师张先生曾说 他在幼年的时候 听一位大琴师演奏 神志迷惘了斩茶功夫 而我听您弹琴 竟然失神两个小时 醒来之后 只觉得浑身上下 三万六千个毛孔 无一处不舒畅 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秦迪道 道心情心 两者合一 才让您有这种感觉 那位顾如松小兄弟呢 他怎么样了 阿松啊 他还没醒呢 我让人将他抬到卧室去了 秦先生 您是顾家最尊贵的客人 若我们摆设宴席 为您接风洗尘 再摆好香案 让两个孩子拜您为师 接下来 顾家摆设大宴 召集所有人 让顾如梅 顾如虎当众拜师 这是这儿八经的拜师 古人众礼 师徒如父子 当不得而戏 在此期间 顾家和秦迪达成了初步协议 将八百亩土地租给他 租期二十年 秦迪每年支付三万银元的租金 外加两艇重机枪 八艇轻机枪 一百杆长枪 还有额外的五万元 拿来雇佣名义上的枪手 实则是顾汉手下的士兵 同时在此期间 顾家还可以用较低的价格 购买一定数目的粮食 对于这些约定 顾家从上到下都很满意 因为八百亩土地 每年产粮有限 无论如何到不了一万两白银 如今租给秦家 每年合计能拿到八万大洋 那可是白花花的银钱啊 再加上那些厉害的枪支 足够让顾家成为当地一霸 顾汉氏刘文辉的手下 不属于中央军 而是相当于军阀 管理没那么严 有很大的自由度 军阀最看重武器 只要有枪有粮食 就能招到人手 有了足够的人马 也就会有势力和权柄 这年月 全中国都有军阀 四川的军阀又多又穷 要知道 在抗战初期 三百万川军初穿 穿的是斗笠草鞋 单一单背 用的是满清留下的老毛色 连汉阳灶都不多 重击枪一个尸材一挺 真是太可怜了 别说秦迪还拿出八万大洋 就算他像征性的拿出一万块 只要有十挺机关枪 顾家老二也是千肯万肯 当然 秦迪也不是傻子 他缺的是人手 并不缺钱财 只要能顺顺当当的做好这件事 多花点钱 是小意思 他还有大笔的资金 躺在外资银行里 每年单是利息都吃不完 他拿出那些枪支 也是存了想帮助川军的心思 按理说 为了抗战 他甚至可以提供更多的机枪 可如果川军拿了枪以后 贸然去打大赤军怎么办 毕竟抗战岁月还没开始 青红 两党 还在热火朝天的厮杀 万一顾家不小心 将长征的路堵住了 那不是莫大的罪过 秦敌恐怕要遭天劫了 三天之后 得到消息的孙盛和周明 从重庆赶过来 接手后面具体的工作 然后 秦敌和燕雪 秦月 杜蓉 杜兰 再加上顾如梅 六个人一起 坐船离开了爱平山 他们沿着长江上行 进入明江往北 辗转来到大一线西陵雪山 虽然过去了十几年 燕雪还是找到了母亲的坟 因为坟墓位于山边 相当于荒郊野外 那里有一座坟营 其上压着几块大石头 还有擎笛用手指雕刻的墓碑 燕雪泪流满面 跪在坟前给母亲烧纸 然后重新给坟陪土 在坟前待坐了半场 秦月心中悲叹 不知不觉 又在酝酿一首新诗 固如梅低声劝燕雪节哀 杜蓉和杜兰 抬头看着洁白的雪山之巅 心里生出向往之感 燕雪姐 你别难过了 这里可是好地方 等我将来死后 若能葬在这里 就该心满意足了 看那雪山耸立 仿佛仙女一样 怪不得燕雪姐的皮肤那么好 原来是 出生在大雪山的缘故 随着他们的劝说 过了好久 燕雪的心里 才变得好受一些 随后 几个人离开当地 然后一路问寻 来到成都北郊的昭爵寺 昭爵寺是一个大寺 人称川西第一禅林 唐宋时期 香火鼎盛 进入清末民国以后 随着国家的衰落 寺庙也不如以前了 尽管如此 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寺内 还有三百多位和尚呢 因为和尚太多了 燕雪 又不知道父亲的法号 所以想找到人很难 甚至连询问都没法开口 要知道 密宗可以结婚 禅宗不可以结婚 如果燕雪的父亲 是昭爵寺的禅师 那么 这位禅师已经破戒了 这种事 问到谁头上 谁都不肯承认 除非是真正的禅师 到了一定层次 把心里忏悔 大彻大悟 不在乎佛门戒律 才会跟燕雪相认 因此 燕雪愁容满面 站在山门外 看着前方一座座殿雨 被情敌道 先生 我们回去吧 我不想找他了 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 即便碰了面 也难以认出来 其余四女则纷纷道 不行 一定要找 大老远来一趟 怎么能无功而返呢 你若是不敢去 我们替你去问 我就不信 佛门弟子都不说实话 哼哼 就算把昭觉寺翻个底朝天 也要找到人 这些女人都不是省油灯 就像白素贞去金山寺 找法海一样 来个水漫金山怕什么 燕雪却怅然说道 就算找到了 又能怎样呢 她是出家人啊 这句话把众人问住了 经不住面面相去 是啊 找到了又怎样 燕雪的父亲 已经顿入空门 太上忘情 万事皆空 跟逝去没有太大的差别 第101章 梦里依稀见旧物 过了一会儿 秦迪开口道 找还是要找的 你们几位姑娘 待在这儿也没用 阿梅 你带他们去城里玩耍 我跟燕雪留在这里 用不着挨个问 只要隔着数百丈看一眼 我就能将人分辨出来 秦迪问 怎么分辨啊 看相貌有用吗 燕雪这么漂亮 我不信有哪个大和尚 能长得这样俊美 秦迪解释道 燕雪有特殊的体质 一半源于天赐 一半出自遗传 我有燕雪记忆中的 大致轮廓 又能辨别林根滋质 只要他父亲还在寺内 不愁找不到人 那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如果人太多 动静太大 那些个和尚不出来 我也没有办法辨别 难道冲进每个馋房 挨个看不成 于是 顾如梅带着三女 离开昭爵寺 去城中找热闹的地方消遣去了 秦迪先在外面的高山上看了一会儿 然后领着燕雪 走进昭爵寺 挨个查看各个殿堂 昭爵寺有殿堂房设三百余间 有大雄宝殿 天王殿 地藏殿 观音阁 玉书楼 藏经阁 维陀殿 五官堂 仙爵堂 畅饭堂 罗汉堂 六祖殿 义善堂 列宿堂 大碑堂 轮藏阁等主体建筑 还有许多的设立塔 塑像 画像 碑灵 这时候的寺庙 不像后来的旅游景点 随便扯上一根绳子 或者竖起一块牌子 就不准外人进入了 出家人慈悲为怀 哪像世俗化的风景点 秦迪和燕雪四处走 也没有和尚出来阻拦 然而 他们找了老半天 也没有找到人 走到天王殿的时候 他们碰见一个老僧 老僧笑眯眯地主动开口 说道 两位小施主 既然来了 合不上两炷香呢 这里的菩萨很灵验 保证心想事成 一帆风顺 秦迪心想 看来不花钱 不容易找到人 于是他从善如流 取了三炷高香 插在香炉中 又在功德香里 投入二十块大洋 大洋滚进香子里 发出叮当的响声 听起来十分悦耳 老僧很是欢喜 笑道 多谢小施主 秦迪笑着问道 请问大师 本寺有没有 俗家姓燕的和尚 老僧摇头 本寺只有法号 没有俗家姓名 秦迪又问 那有没有法号中 带着燕字的禅师 老僧想了想 答道 多年前 有一位海燕法师 但是他已经离开本寺了 燕血眼前一亮 紧接着又暗淡下来 秦迪问 请大师给讲一讲海燕法师 他有多少岁 长什么样子 何时来的本寺 又是何时离开的 说话间 他又取出十块大羊 咕噜噜丢进功德香 老僧欲加欢喜 说道 海燕和尚 今年该有五十岁了 四方脸 贤月眉 眉清目秀 面皮白净 身材比我高三寸 他二十多岁就来本寺 做了藏金阁的阁主 直到七八年前才离开 那他去了哪里 他一个人徒步去天竹了 秦迪有些惊讶 这年头天竹已经没落了 他去天竹干什么 老僧道 我也不清楚 我只是听说 他临走之时 将一个竹木箱子 交托给大悲堂的玄苦法师 你可以找玄苦问一问 请问玄苦法师在哪里 老那领你们去 不一会儿 秦迪和燕雪 见到了玄苦法师 玄苦法师看外貌 只有四十多岁 秦迪一眼看出 此人身上有灵根 而且是一位修真人 但是功力很弱 才只是开灵而已 连练器第一层都没有达到 只不过 他因为修炼佛门功法 所有的修为 都集中在眉心 玄苦法师看见他们 意识到 对方是修真人 同样吃了一惊 带到引荐的老僧走后 他才合掌说道 两位施主都非普通人 却不知为何 来此 找平僧有事吗 秦迪道 我们来打听海燕法师 海燕法师是我师兄 虽然年纪不大 却是得到高僧 你们找他是为了 有些俗事 可能牵涉到他 玄苦的目光 从两人面上掠过 看见燕雪的眉目 经不住浑身一震 道 我明白了 请问这位姑娘姓什么 燕雪道 我姓燕 单名一个雪字 玄苦的面上露出笑容 难得姑娘找到这儿来 若是师兄 还在的话 他一定很开心 师兄临走时 留了一个竹木箱 托我转交给来人 请两位捎带 他站起身来 去里间翻腾了一会儿 搬出一个三尺长 两尺宽的箱子 不像是佛门物件 倒像是早年 坚俗家人出门旅行的手提箱 那时候皮箱很少见 都是竹子编织的 玄苦道 请两位留给地址 万一师兄回来了 我也好有个说法 秦迪写了魔都的地址 然后问 请问大师 海燕法师 为何去添竹 玄苦微微一笑 道 师兄在藏经阁 找到一些经文 百思不得其解 找本寺主持 也没法开悟 所以他徒步去了西藏 还准备去尼泊尔和印度 想找到经文的注释 燕雪问 那他将于何时回归 玄苦答道 出家人走到哪里 便住在哪里 或许他留在印度 或许他留在西藏 以他的功力 做个寺庙的主持 甚至密宗的法王 都绰绰有余了 三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 燕雪面带碑荣走出来 秦迪提着竹木箱子 走出了昭绝寺 两人来到寺外清静之处 燕雪打开了竹木箱子 看见里边有一叠杯夜晶 一个白玉葫芦 一个竹哨 一个竹蜻蜓 一个破旧的波浪鼓 还有一个缝着秘密针脚的香囊 经不住悲从中来 眼泪速速地滚落 先生 我记得这个竹蜻蜓 还有这个波浪鼓 他雪白的面上挂着泪珠 看得情敌有些不忍 走上前拍拍他的乡间 想为他擦拭眼泪 却又有些犹豫 燕雪心中悲切 又一次想起母亲 眼泪流得更多了 他看见情敌伸出手 于是胶躯往前一扑 倒在他的怀中 情敌身子略微有些僵硬 但还是抱住了柔软的躯体 软欲温香在怀 让人心声涟漪 他一动都没有动 心里却似乎被触动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 燕雪心中的杯切 暂时平息 雪白的脸上露出羞涩 赶忙坐直了身子 不声不响收拾箱子里的东西 情敌看见箱子里还有一封信 于是伸手拿起来递给燕雪 打开看一看 是不是令尊留给你的 照理说 里头应该有交代 第102章 二指捏碎青花瓷 信间果然是留给燕雪的 里面说了海燕法师的来历 他跟燕雪母亲结识的过程 还有后来发生的事 海燕法师俗名燕秀 本是四川卢州燕家的公子 不到20岁中了举人 后来家里遭了大难 被土匪闯进来 杀死了他的父母 还有刚过门的妻子 满家十几口人被杀 只有他在外面访友逃过了劫难 燕雪心痛欲绝 满目苍凉 心灰意冷 于是在昭雪寺出家做了和尚 后来 他偶然在藏经阁 找到一卷杯夜经 照着经文修炼 意外练出了特殊的真气 自此脚步轻盈 力气大掌 他想去寻找土匪报仇 却发现找不到报仇的对象 因为到处都是军阀 到处都是土匪 彼此厮杀 人头滚滚 领头的劫匪早就死了 后来 他在大雪山经过 遇到了雪崩 恰巧救了燕雪的母亲 看他根市区的妻子 很像 不觉动了烦心 两人私定终身 有了个女儿 那就是燕雪 再后来 他准备还俗了 却受昭爵寺的主持蛊惑 说他找到的那卷杯夜经 来自于西藏的 萨迦寺 要想了解后续的内容 必须去藏南寻找机缘 于是他只身去了西藏 他在西藏待了好几年 等他回来的时候 才看见女人在山边的坟墓 而女儿却再也找不到踪影 又过了两年 他在心伤之余 又一次离开昭爵寺 徒步前往印度 西京 燕雪看了这封信 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 他和父亲之间 有莫名的隔阂 他觉得 父亲是出家人 出家人的心思 不是凡人能理解的 跟道家的先修也有不同 不管怎样 他都觉得 最可怜的 还是失去的母亲 他将竹木箱子 收入储物戒指 然后望向秦迪 感激的道 多谢先生 帮我了却一件心事 秦迪宽慰他道 既然令尊也是修真人 那么他必然跋山涉水 来去无阻 修真人都能长寿 假以时日 你还有见到他的机会 燕雪轻轻点头 嗯 我们走吧 成都 别称荣城 景城 景观城 是四川省的省会 古蜀文明发祥地 十大古都之一 因地处川西盆地 河网纵横 物产丰富 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公元前四世纪 开明王朝九世 以一年成俱 二年成义 三年成都 顾名成都 汉朝的时候 成都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 唐朝的时候 它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史称洋一一二 北宋的时候 它是汴京以外的第二大都会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 也就是胶子 即便到了民国 成都 成都依然是一个适合百姓定居的城市 这里的小吃别具特色 比如说夫妻废片 淡淡面 龙抄手 含包子 三大泡 赖汤圆 甜水面 肥肠粉 还有很多著名的菜品 麻婆豆腐 回锅肉 鱼香肉丝 宫堡鸡丁 青城山老辣肉 咸烧白 香水鱼 张茶鸭 九尺板鸭 捡羊羊肉汤等 秦迪带着几个女孩子 天天在各大菜馆狂吃海塞 吃得她们眉飞色舞 流连忘返 都不想回魔兜了 顾如梅去学校了一趟 办理转学的证明 还有一些行李 需要收拾 她的衣服 书籍和行李 打了三个大包 让人送到秦迪等人住宿的宾馆 然后 一行人先坐车 再坐船 从明江到长江 继续往西 到了后世的潘之花 此时还没有 潘之花这个名字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 有个城市叫渡口市 正好顾如虎的父亲 顾汉的军队驻扎在川西 所以 秦迪趁机和顾汉见了一面 顾汉约有四十六七岁 身材中等 不胖不瘦 因为常年带兵的缘故 性格沉稳 不苟言笑 他已经得到家里寄来的信 知道秦迪的来历 和粮仓 武器的协议 也知道 儿子顾如虎败师的事 心里还觉得难以置信 不晓得秦家为啥来四川 进行大手笔的投资 也不知道 儿子为啥败在对方门下 因此 当他听说秦迪来了渡口市 便在一家最好的川菜馆摆宴 宴席只有一桌 除了顾汉外 还有一位张团长和李团长 秦迪这边五个人 再加上顾如梅 都上桌了 因为类似于家宴 不在乎男男女女 顾汉看秦迪身边带了四个姑娘 就觉得 这小子像是花花公子 于是 打心底看清了他 两个团长都只有三十来岁 仗着手底下有人有枪 更不拿秦迪当回事 其中一位李团长 老拿眼睛紧盯着燕雪 眼看就要魂不守舍 燕雪被他看烦了 手指一用力 咔嚓一声 捏碎了青瓷茶杯 这么一下子 顿时震惊了三个五人 李团长露出惊恐之色 身子一颤 不由低下了头 张团长倒吸一口冷气 低头看看手里的杯子 用力捏了两下 然而 却纹丝不动 顾汉先经后洗 赞道 姑娘好俊的身手 你是否练过英爪弓 童沙掌 或者少林寺的一指金刚 燕雪转头望了秦迪也 然后轻声道 我只是先生身边的丫头 你说的这些功夫 我都不懂 顾汉更加吃惊了 连忙端正态度 殷勤说道 难得秦先生大驾光临 失敬失敬 您是阿虎的师父 希望将来阿虎跟着您 能练出这位姑娘两三分的功夫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秦迪道 这不算什么 只要阿虎多努力 用不了三五年 就能达到这一步 顾汉大喜 玄机叹了口气 可惜 这不是古代 功夫再高 也怕枪险 我想让阿虎从军 又怕他在战场上受伤 所以 患得患失 颇有些无奈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教的功夫 如果练成了 即使面对子弹 也不会丢失性命 但愿如此 秦先生 您答应提供的武器 不知何时送过来 我要从美国采购 远渡重阳 至少要三四个月 哈哈 别说三四个月 等一年也行啊 顾汉很开心 因为重武器有钱 也不好买 从1915年开始 西方列强 以中国南北分裂为由 对华实行军火禁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只能自己仿造 而仿造的东西不靠谱 不但经常发生故障 而且射击精度很差 试想 一个市的军队 只有两三艇重机枪 关键的时候 还会卡壳 那不是要命的是吗 即便是秦敌 想从美国买重机枪 也要找人偷偷运回来 过了一会儿 顾汉又问 秦先生 您为何来到这儿 渡口是太偏僻了 没什么好玩的 秦敌道 我来这里考察 看看能否建一座钢铁厂 啊 在这里建钢铁厂 能行吗 也不怪顾汉感觉奇怪 历史上 直到1934年 潘钢之父长庆龙 对潘之花地区进行考察 1939年才发现 宝顶煤矿和潘之花磁铁矿 而秦敌来这里的时间 才是1930年春天 所以一切都还是空白 第103章 财富都是虚空 过了一会儿 秦敌说道 我准备建的钢厂 规模会比较大 顾先生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拜见省主席刘文辉 能不能请您引荐 顾汉眉毛上扬 说道 刘主席巡视全川房屋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或许要等两三个月 他才来视察此地 秦先生 你能在这里待多久 这样的话 我给刘主席写封信 麻烦你到时候转交 可以吗 好说 这事容易 随后 众人吃吃喝喝 气氛渐渐融洽 其中一位团长总低着头 不敢多看雁雪一眼 顾汉望着侄女顾若梅 轻叹道 要说我们顾家 最聪明的人 乃是你的父亲 可他的心思 都花在琴棋书画上 不肯做关系到 经济民生的实物 你啊 跟你父亲一样 最心于学情 耗费那么多精力 又有什么用呢 顾若梅笑道 二伯 我是女孩 这些事 跟我说没用 家里还有我哥呢 顾汉道 哼 你哥更是琴痴 都快成傻子了 琴的确微笑道 顾先生 如果时事没有改变 等到百年之后 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 或许不是顾家老大 也不是顾先生你 而是阿梅的父亲 物时物虚 各有千秋 再大的权势 也能化为乌有 再多的家产 也可能分崩离析 顾汉文言 经不住皱眉 显然不喜欢这个说法 淡淡的道 百年之后的事情 谁知道会怎样 顾家延续多年 不会那么轻易衰落 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有家族都趋于泯灭 平民百姓逐渐崛起 跟顾家是否努力无关 顾汉反问道 那么秦家呢 能撑下去吗 秦迪笑了笑 秦家亦然 若干年后 或许只剩下些许清育 毕竟 家母发现了几种抗生素 还拿了洋人的大奖 至于我自己 本来就寂寂无名 将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顾汉陷入了沉默 一面吃菜 一面寻色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忽然将筷子放下 笑道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原来你不看好清白党 秦迪摆了摆手 道 我是闲人 只谈俗误 默论国事 宴会结束后 秦迪写了一封信 托顾汉转交给刘文辉 信上说 秦迪家要在四川开工厂 办大型的企业 请求刘主席多照顾 秦迪家除了照常纳税之外 还愿意每年捐献20万大洋 对于秦迪而言 20万大洋 还不到10万美金 实在是毛毛雨 只要买通刘文辉 就能大大减少阻力 他在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里 总共存了7000万美元 即便按照1930年 国债利率3%计算 每年也有210万美元的进账 除了这两家银行之外 秦迪家还在渣打银行 汇丰银行 瑞士联合银行 各存了800万美元 在中国银行存了500万大洋 但是现金就花不完 更别提国泰药业 每个月都有不菲的收益 国外的专利授权源源不断 接下来还有烈梅素的推广 同样是赚钱的买卖 按理说 四川的军阀除了刘文辉之外 还有刘湘 杨森 邓熙侯等人 不过 刘湘去世的早 1938年抗战没多久就病死了 杨森的势力主要在川东重庆一带 邓熙侯在川南跟大赤军交手 川西还是由刘文辉做主 秦迪在渡口市考察了三天 然后便跟众人坐着船 沿江而下 返回摩都 经过长沙的时候 他跟顾如梅的父亲顾骏和兄长 顾如耕见了一面 顾骏四十出头 相貌轻渠 身穿长衫 戴着金丝眼镜 一看就是做学问的人 顾如耕 比顾如梅大两岁 年纪轻轻 风华正茂 在师范学院教书 这两人都是情道好手 一定要秦迪演奏一曲 秦迪给他们弹了 山居营 听得众人如痴如醉 好半天 才醒过神来 顾骏赞叹不已 秦先生 我听您的曲子 就像做了一场梦 仿佛置身于山林之间 大山为平 清流为带 天地为炉 草木为一 枕流速食 长阳其间 山岳江峰 鸟蹄花落 有种大彻大雾的感觉 顾如耕道 先生 我刚刚也迷糊了 没能将曲谱记下来 太可惜了 秦迪对顾如梅道 拿纸笔来 顾如梅赶紧跑过去拿来纸笔 秦迪将曲谱写下来 递给了顾如耕 以你的实力 暂时弹不出这首曲子 或许要等三十年后 才能弹出勉强演奏 顾如耕不相信 试着弹了两次 每次只能弹一小段 他绞尽脑汁想不明白 怎么会这样呢 第三次 他用力一波 琴弦 砰的一声断了 顾如耕呆了半声 对秦迪道 先生您说的对 我的确弹不出来 却不知 我能否跟阿梅一样 拜您为师呢 秦迪摇了摇头 道 实不相瞒 你的人品和心性都很好 但是缺乏修炼的资质 阿梅不如你用功 但他的资质比你好 顾军不解 试探着问道 什么样的资质 在我眼中 这兄妹俩没什么分别 秦迪笑道 一言难尽 待明年 你就知道两人的差距了 他收雇如梅为图 当然不是盲目收的 因为他不但有土鳞根 还有半成形的秦星 秦星这种东西 很古怪 只有古秦世家才可能出现 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 闲玉而生一样 古秦世家的子弟 在母腹中听秦 就有一定的几率诞生秦星 顾如羹 虽然跟顾如梅是兄妹 但他并没有秦星 也没有土鳞根 鳞根和秦星都属于天赐 形同于凤毛鳞角一样 正因为如此 秦迪收的徒弟狠手 如果单论土鳞根 顾如梅和顾如虎的资质 算不上太好 顾如虎的资质 大概是八品鳞根 顾如梅则是七品鳞根 这两人都不如燕雪 燕雪的资质比他们强 乃是四品的水木鳞根 在这灵气匮乏的地方 已经算是非常罕见了 对于修真人而言 灵根很重要 但不是唯一成功的要素 秦迪前世 进入修真门派的时候 自身的灵根也不算太好 最后不也修成先帝了吗 他看着失落的顾如羹 道 我传你一段氧气的口诀 你只要每天修炼 秦迹会大有提高 随后 他写了一段 适合凡人修炼的口诀 递了过去 顾如羹恭身道 多谢先生 秦迪又领着众人 游览了月露山和橘子州 然后才离开长沙 第104章 再说一回老故事 回到魔都之后 燕雪继续回复旦大学上课 他虽然这么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但因为是修真人 拥有超乎凡人的神识 学业并没有耽误多少 又因为有秦家做后盾 也不怕被学校开除 顾如梅则去国立音乐院 找到院长萧有梅 顺利完成了转学 她毕竟不同于燕雪 打小梅练过武功 缺乏自保的能力 再加上来到魔都以后 作为年轻女孩 人生地不熟 总归不太安全 因此 秦迪为她准备了舒适的住宅 还给她配备了一男一女 两位保镖 她这个师父也算是静心了 顾如梅还不是修真人 她的美只有九分 走在魔都街头 回头率远不如燕雪 燕雪的美超过十三分 属于人间角色的级别 她身边跟了四个保镖 两男两女 纯粹是拿来冲门面的 以她自身的实力 已经到了练器第四层 谁又能欺负得了她呢 为了保守修真的秘密 自打从美国回来之后 秦迪有一半时间 不住在秦府 她常去的地方有三个 一个位于洪口多轮路景云里 一个位于静安寺的边上 还有一个位于徐家会 每个地方 都有一处清静的院落 适合于传授琴曲 或者锻炼拳脚 因为静安寺距离秦府比较近 所以她每周都过去一趟 在这里召集燕雪 顾如梅和杜家姊妹 这一天 秦迪召见顾如梅 对她说道 练琴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顾如梅眨眨眨眼睛 问道 先生 什么是练功 我听说唱歌的人 需要练丹田之气 好像是一种内功 和我们弹琴的人 为什么也要练功呢 秦迪道 秦之道 高深莫测 上达天心 下通阴神 我给你讲个故事 好啊 先生您讲 这时候 杜蓉和杜兰正在院子 东南角练拳 燕雪听见秦迪要讲故事 赶紧搬个木凳坐过来 秦迪道 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个静平宫 建造了一座新宫 便邀诸侯来贺 当时来了一个宾客 名叫魏陵宫 魏陵宫酷好音乐 有太师名 娟 金鱼秦道 深得灵宫喜欢 朝贺礼弊 静平宫请诗娟上来弹琴 诗娟先将七弦调和 并吸静气 扶纸而弹 曲子还不到一半 诗矿忽然走上来 用手按住情说 且重 这是亡国之音 不要弹了 平宫问 何以见得呢 诗矿说 音末时 有乐诗言 魏咒作迷迷之音 咒听而望卷 就是这首曲子 武王伐咒 诗言抱着擒往东跑 投河自杀于浮水之中 有喜欢音乐的路过 声音即从水中飘出 诗捐途中听到 一定是在浮水之上 魏陵宫暗暗惊异 道 你说的没错 平宫问 这是前朝音乐 我们演奏一下 又有什么关系呢 诗矿说 咒因为迎乐而亡国 这是不祥的兆头 还是不要演奏 平宫说 寡人所喜欢的 就是新曲子 诗捐为寡人演奏完吧 诗捐重整弦生 尽显异阳之妙 如气如素 平宫大为高兴 问诗矿 这首曲子叫什么呢 诗矿说 这就是清商啊 平宫问 清商是最悲的曲子吗 诗矿说 清商是悲 但不如清纸 平宫问 清纸能听到吗 诗矿说 不能 古代听 清纸都是有得意的君主 您不适合听他 平宫坚持想听 诗矿没办法 原琴而鼓 刚一开始演奏 有黑鹤一群 从南方而来 渐渐在宫门口聚集 数了数 一共八对 继续演奏 鹤飞鸣起来 在台阶下排列 左右个八指 再继续演奏 琴声直达萧汉 黑鹤伸长脖子 高声鸣叫 伸展翅膀 翩翩起舞 平宫辅长大笑 满座接欢 台上台下 观者无不踊跃称奇 平宫命取白玉杯 满针加酿 亲赐诗矿 赞叹说 音乐能到 清纸 这份 真是无以复加了 诗矿说 还不如 清脚 平宫大惊 问 难道还能比 清纸 好听吗 为什么不让寡人听吗 诗矿不得已 复原琴而鼓 一奏之 有悬云从西方而起 再奏之 黄蜂骤发 猎莲目 催祖斗 乌瓦乱飞 狼柱俱拔 请之 急雷一声 大雨如柱 台下水深树齿 台中无不沾湿 从者惊散 平宫恐惧 与灵宫浮于狼室之间 良久 风夕与止 从者见急 伏鞋两军下台而去 事业 平宫受惊 遂得星际之病 不久之后就死了 自那以后 整个晋国 大汉三年 名声凋敝 差点亡国 固如没听玩笑道 先生 您这故事太老套了 但凡学情的人 哪个没听说过 燕雪也面带微笑 跟着点头 显然他也知道 这个故事 自打畅了 向晚辞 和叶上海 被有些人说是 迷迷之音后 他就查过成语 了解这段故事了 情敌抬头望向遥远的虚空 用悠悠深邃的口气道 我见过诗矿和诗涓 还跟他们学过情 诗矿是我的师父 诗涓是我的师伯 而那首 迷迷之音 乃是杀人的情曲 在世间早已失传了 只有我晓得该怎么谈 可惜我功力太弱 暂时谈不出来 顾如没和燕雪 瞠目结舌 面面相去 怀疑他是不是疯了 顾如没问 先生 您是梦里 见到的吗 情敌摇了摇头 算了 那都是前程往事 我讲这段故事 是想告诉你们 音乐是一种修为 它有鬼神莫测之能 如果修炼得法 不但可以延年益寿 而且能踏入仙门 拥有超乎寻常的能力 顾如没睁大了眼睛 什么样的超能力 纵横江湖 来去自如 没有人能伤害到你 就像燕雪一样 伸手一抹 轻拾变化做粉末 这门功夫 你想不想学 顾如没的眼前 仿佛有金光闪烁 当即喜足颜开 说道 我愿意学 当然愿意学 情敌道 既然如此 我来帮你伐毛洗髓 开灵拓卖 顾如梅的心里忽然一惊 暗想 怎么开灵拓卖啊 难道脱了衣服乱拍 哎呀 那可不行 我这位师傅 不会是骗子吧 难道说 燕雪跟他合伙骗我 不应该啊 先生的情道 可不是假的 第105章 伐毛洗髓 情敌取出一个 拳头大的玻璃瓶 道 里面有我精心炼制的丹药 其中一味关键的主药 在人间已经绝技了 就算有再多钱 也买不到 先生 什么样的主药 是一枚蛟龙的内丹 那只蛟龙 至少活了500年 而且是一条 土属性的黄龙 留下的内丹 呈鸡油黄的颜色 我用它炼制了一批丹药 数量有限 只能云给你9克 你别一下子都吃了 每个月只能吃一克 燕雪想起昆仑山 见到的蛟龙骨架 于是问道 您把那枚龙珠 拿来炼药了 情敌道 龙珠为土属性 跟你的灵根不合 所以这丹药 你不能吃 燕雪笑道 我明白 先生 您可以吃这种丹药 情敌点点头 我总共炼了36克 不知道要吃几克 才能完成筑基 他已经到了炼气第9层 该考虑筑基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 要想顺利筑基 最好能有筑基丹 不过在地球上 哪里去找炼制筑基丹的灵草呢 没有筑基丹 只能用别的办法强行筑基了 实际上 以情敌的道心和丰富的经验 并不需要筑基丹 唯一欠缺的 乃是充足的灵气 地球上的灵气太稀薄 如果没有额外的助力 几乎不可能完成筑基 有了这些丹药 筑基所需要的灵力就有了 至于说燕血 等他将来筑基的时候 还可以动用储藏的灵食 情敌从昆仑山 得到几百克中下品灵食 还有一些次品灵食 都留在储物腰带里 一直没舍得用 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 拿来突破 他将玻璃瓶递给顾如梅 道 你先吃一颗 然后盖紧瓶盖 不要经常打开 否则容易泄露灵气 顾如梅拿着瓶子 心里还有一丝犹豫 他对情敌说的修炼 有些怀疑 可是想想 燕血展露的那一手 捏碎轻食的功夫 他又打消了怀疑的念头 他心想 罢了罢了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我既然拜先生为师 就该完全相信他 于是 他毅然打开玻璃瓶 取出一颗淡黄色的丹药 猛地丢进嘴里 丹药有种莫名的芳香 夹杂着一点点苦涩 他把丹药咽了下去 片刻之间 就觉得肚子里 有种滚烫的感觉 很快的 他的皮肤变得发红 身上开始冒出汗液 他伸手在额头擦了一把 忽然发现 手掌有些发黑 咦 这是怎么了 怎么汗液都是黑的 我是不是中毒了 正在这时候 他忽然觉得 腹中一阵疼痛 隐隐有种理疾厚重的感觉 他忍不住了 赶紧去找厕所 过了好半天 等他捏着鼻子 从厕所里出来 手臂上像抹了一层锅灰 脸色灰暗 黑油油的像抹了草木灰 带着欲哭无泪的神情 惨了 惨了 我身上怎么出来这么多误会 太恶心了 我是不是生病快要死了 情敌道 休要大惊小怪 这才是伐毛洗髓 你去洗个澡 赶紧换身衣服 顾如梅匆匆奔向浴室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从里面走出来 这时候 她的面上露出喜色 笑道 燕雪姐 你看我的皮肤 是不是比先前水灵了 我刚刚照了半天的镜子 觉得脸也变白了三分 燕雪笑道 这才刚开始 以后会越来越漂亮 顾如梅笑盈盈 对情敌道 多谢先生 情敌道 接下来 我传你仙音门的基础功法 对你来说 弹琴就是修炼 琴音能勾动天机 从空中聚集灵气 每日多弹一曲 功力便积累一分 我跟你说说 什么是仙音门 这个有点复杂 我怕吓着你 还是以后再说吧 仙音门有108首基础曲目 按照境界高低 分成36首灵音 36首宝音 36首仙音 再往上还有四大圣音 而36首灵音 又可以分成低级 中级和高级 每一个级别 各有12首 你现在还没入门 只能从低级灵音开始 等你熟练弹奏 12首琴曲的时候 就能踏入 情义的境界了 随后若能学会 中级灵音 那就是情道境界 至于说 后面的高级灵音 以及宝音和仙音 都不是凡人 所能涉及的 最终达到什么程度 要看你的造化 固如没听了 既感到震惊 又觉得精神振奋 他还是第一次 听见这种说法 仿佛在眼前 打开了一扇大门 看见了浩瀚的星空 没想到 传说中的情道 竟然只是中级灵音 相对于宝音 仙音和圣音来说 那才是刚起步的境界 他望着情敌 用崇敬的口气问道 先生 您的情迹 到了哪种境界 情敌道 我的情迹 你无法猜夺 燕雪虽然没有练琴 但他的歌声 也属于乐音的范畴 已经到了 终极灵音的水平 差不多是道尽了 顾如梅吃了一惊 啊 没想到 燕雪姐还会唱歌 燕雪微微一笑 道 那三张专辑 向晚辞 叶上海 和 长城谣 便是我唱的 顾如梅瞪大眼睛 看着对方 一时间惊为天人 哎呀呀 燕雪姐 你真了不起 你早已名闻天下 却隐身甘做婢女 这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有多少张嘴 会把先生骂死的 燕雪鸣嘴一笑 我乐意 跟在先生身边 我就很开心了 燕雪姐 我们穿西行 路上走了许多天 为啥没听你唱歌 不是说 全部离手 取不离口吗 因为我唱歌是业余的 我修炼的方式 不属于仙音入道 燕雪修炼了 水木双细的功法 不用靠练歌 来提升功力 而顾如梅的土灵根 还没有激发出来 所以 秦敌并未传达 土修的功夫 况且 魔都也没有灵土 不适合埋在土里修炼 即便是燕雪 平日里练功 也要跑到礁山岛 小孤山 嘉兴南湖 或者普陀山去 由此可见 在这末世的地球 修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为如此 真正的修饰已经很少了 只有在寺庙和道观里 还有极少数的修真人 而且 功力很低 多数只不于伐毛洗水 唾金开灵 那气入体的层次 连进入炼气期的机会都没有 更别提能够助击了 秦敌游历青海 蒙古的时候 曾经见过四位修炼藏密的法王 还在中原各大寺庙里 见过十几位禅门高僧 其中功力最高的两人 也只是勉强踏入炼气第一层而已 这年月 只要能进入炼气第一层 就算是超凡脱俗的大宗师 被人尊为陆地神仙 可以开宗立派 率领一大帮弟子 走南闯北 混吃混喝了 而像秦敌这般接近助击的 可能是天下第一人 第106章 民国的买办 秦悦回到魔都之后 花了一个月的功夫 整理推敲诗歌 然后出版了诗集 乌山神女 再一次引起了轰动 大诗人秦悦 又有了筷智人口的新作品 让他在诗坛的地位 重新变得稳固 与此同时 随着王叔编剧的电影 受到好评 秦悦跟他的关系 也变得更加紧密了 王叔是江苏人 父亲死得早 母亲靠仿丝织布养活他 他有一个舅舅 曾经做过江苏省某厅的厅长 他跟着舅舅去日本留学 归国后热心于戏剧 成了诗人 话剧作家 戏曲作家 电影剧本作家 单论家境来说 王叔和秦悦差别很大 但是 王叔很有才华 而秦悦不在乎钱财 两人因为对诗歌的追求 以及共同的理想 渐渐走到了一起 秦悦的姐姐秦琳 不久前生了儿子 也算是儿女双全了 朱婉年过午时 因为是举世文明的大科学家 所以很少去医院 亲自做手术了 他将主要精力放在 慈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上 有空的时候 还要监管慈安医药研究所 不久前 秦迪送出去的几篇 关于炼霉素的论文 都已经发表了 与此同时 专利申请也有了眉目 论文署名为 朱婉和秦琳 秦琳为第一作者 朱婉为通讯作者 这些论文再度引起 医学界的轰动 有人说是划时代的创举 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历史上 发现炼霉素的瓦克斯曼 确实在1952年 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 朱婉已经拿了三次诺奖 如果再拿第四次 那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朱婉的三次诺奖 分别是黄岸药 青霉素和维生素C 这次发现了炼霉素 即便能拿诺奖 也会拖好几年 毕竟 青霉素是第一种生物类抗生素 给人的震撼作用更大 炼霉素是第二种 抗结核的疗效 需要慢慢验证 1930年5月 老约翰发来电报 说买到一家破产的钢铁厂 这家厂子名叫 内华达斯洛斯钢铁厂 主要设备是一座 180米高的炼铁炉 两座150吨的炼钢炉 采用平炉炼钢法 不是最先进的氧气转炉 也不是电壶炉 情敌让老约翰 将钢铁厂整体拆卸 装船运到中国来 同时聘请一些工程师 和熟练工人 来中国做短期指导 与此同时 他开始在各大报纸上等广告 重金聘请中国的工程师 经理 工人和地质勘探人员 此前 他已经找好了一位 年经六旬的经理 名叫张振业 张振业原本是 汉阳钢铁厂的厂长 汉阳钢铁厂 创办于1890年 高峰时候 年产5万吨钢 但他在1925就停产了 直到1930年也没有恢复 民国时期 中国的钢产量很可怜 1913年 中国钢产量4.3万吨 印度是6.3万吨 1930年 印度钢产量60万吨 中国反而减少到1.5万吨 你说这么低的钢产量 拿什么进行抗战啊 而且令人发指的是 汉野平铁矿自己不产钢 却把炼出来的铁 供应给日本的八番钢铁厂 让人家造出武器 反过头来打中国人 张振业从汉阳钢铁厂出来 已经半失业5年了 靠着在学校里教书维持生计 他早年留学美国 毕业后 在钢铁大王卡奈基的厂里工作过几年 要不是因为父母年老体弱 再加上眷恋故土 他可能就扎根美国了 秦迪将筹建钢铁厂的事交托给他 给他开了张八百万元的大额支票 又配备了几个手下 剩下的事让他自己解决 中国并不缺钢铁工人 也不缺低阶的工程师 因为在此之前 就有马安山 安山 唐山 本溪 大连等钢铁厂 早就培育了足够的工人 张振业拿着支票 感到有些为难 秦先生 为什么要将钢铁厂建在渡口市 那里有没有建厂的条件 现在筹建钢铁厂 是不是太仓促了 我们连前期勘探还没做呢 秦迪道 我给你画个地图 你去了暗图索记 寻找铁矿石和煤炭 啊 您已经提前做好勘探了 嗯 我去看了一眼 那里有丰富的磁铁矿 也有充足的煤炭供应 只不过 还没有开挖 一切都是空白 正需要你去大展身手呢 我老了 恐怕干不了几年 没关系 你只要将钢铁厂建起来 保证它能正常运转 我给你五万大洋的奖励 张振业吃了一惊 心情有些激动 说道 我就算拼了老命 也要办成这件事 接下来 秦迪就当了甩手掌柜 老实讲 他对钢铁厂并不是太上心 反正也不指望他赚大钱 纯粹给国家做贡献 只要交托下去 要钱给钱 要人招人 最后办成啥样算啥样 若是办不成 他也不会太苦恼 反过来 就算办成了 也未必能一帆风顺 长期运营下去 要知道 清白党做主的国民政府 并不支持民营资本投资重工业 他们只知道 从外国买钢铁 经手人可以得到 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 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 皇亲国妻当然皆大欢喜 也就没有动力 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了 如此一来 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 枪管钢 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 反而全部能造了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 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 以可比价格计算为 22,260万银元 清白党当了十年家 又是继承 又是吞并 到1937年 居然不升反降 老本亏了不少 变成了20,600万元 非但如此 清白党还鼠目寸光 不断地弱己强敌 1931年918之后 清白党继续为日本资本 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 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 关内29%的煤炭产量 90%的铁矿砂 95%的现代化链铁 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 战争爆发 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 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 急剧下降到不足1000吨 这还不算什么 1943年 国统区出了一件怪事情 大后方工业危机 钢铁厂大量倒闭 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 一方面 国军缺枪缺炮 另一方面 国统区既不缺原料 又不缺工人 但钢铁厂 机器加工厂 却大批倒闭 怎么会发生这种多多怪事呢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清白党买办思想太浓厚 不愿扎扎实实办工业 因此 秦迪弄这个钢铁厂 算是有枣没枣打三杆 他将钢铁厂建在川西渡口市 就是因为天高皇帝远 想躲在角落里多运转几年 民营资本家太难了 既没有统一的国家 也没有开明的政府 投资工厂 举步维艰 只能在夹缝中挣扎 或许 这也是凤凰涅槃的一部分 我只要付出努力就行 不必在意最后的结局 就算工厂不能运转 那么做好前期勘探 留下长纸和高炉 也能给将来打下基础 第107章 闲来做个说书人 随后几个月 钢铁厂还在紧锣密鼓的筹件 大批的粮食 一传又一传运过来 第一批粮食并没有送往四川 而是分配到秦家经营的各大粮店 秦汉城在摩都的租界建了个不小的粮仓 另外在杭州 金陵 安庆 九江 长沙 武汉等十几个城市都有粮行 每一家粮行都有附属的粮仓 能接受数千吨甚至万吨粮食 所以刚开始运过来的几条大船 很快就清空了 从美国到中国的远洋船 都在两三万吨以上 最多只能开到无松口 在往里因为航道限制 必须换五千吨级甚至一千五百吨级的小船 为了进一步加强航运 秦迪给摩都轮船招商局 注资三百万美元 相当于九百万大洋 购买了一些中小型商船 专门负责自家物资 在长江航线上的转运 1930年 一盎司白银只能换0.3美元 虽然远不如以前 但还没跌到极限 等到1932年最便宜的时候 一盎司白银只能换0.22美元 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980年 一盎司白银价格50美元 由此可见 白银价格波动之剧烈 这一年的6月6日 张乃锦和秦玲 带着一双儿女来到秦家 他们的儿子 名叫张绍青 才几个月大 女儿张仪然已经三岁了 正是年任的时候 一到秦家 就抱住秦迪的腿 想听舅舅讲故事 当初他跟着父母 和秦迪一起去美国 在漫长的海上旅行中 听秦迪讲故事 所以始终念念不忘 有时候秦迪也觉得可惜 因为秦家人除了他自己之外 其余的人都没有灵根 他想交张 宜然修宪都不行 唉 秦家后继无人啊 张乃锦看上去兴致勃勃 似乎近来的日子很舒坦 他的伯父张锦 将当了两年的浙江省主席 如今是民国建设委员会的主席 主持工矿建设 铁路改造等等 张家跟着水涨船高 兄弟七人都发了财 张乃锦虽是小辈 但手底下控制了两家公司 资本接近两千万大洋 当然 其中的一半是秦迪赠送的 就凭这一点 他见到秦迪 别提多亲切了 他昔日陪着去美国走一遭 知道秦迪卖了持仓八年的股票 赚了五千万美元 并不晓得 其随后做空赚了两亿美金 他每次来秦家也不敢跟秦迪下棋了 因为那相当于找虐 他又不是受虐狂 张乃锦慢慢地喝着茶 跟抱着张怡然的秦迪闲聊 听说你再筹建一家钢铁厂 还准备将厂子建到川西去 你到底怎么想的 秦迪笑道 这有什么好想 建就建了呗 张乃锦一挑双眉 他的眉形秀长略微向下弯曲 为啥要建在川西啊 我觉得最好的位置应该在浦东 靠着大洋 可以从国外进口铁矿石 我跟你说 中国的矿石大都是平矿 国外的铁金粉纯度很高 炼钢效率高 你把钢铁厂建在海边 地价便宜 交通方便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比川西那种偏远的地方好多了 秦迪眯起眼睛道 假如有一天 日本军队悍然侵略中国 从东北 青岛 无松口 杭州湾和广州 多路夹击 你认为会出现什么结局 张乃锦到西一口冷气 呆愣了一会儿 道 小日本有那么大胆子吗 中国这么大 他想整个吞下来 这怎么可能呢 人心不足蛇吞向 他不怕把自己撑死 你别管是否可能 我问你 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形 魔都能保住吗 那就建在租界里 日本人总不能闯进租界来 钢铁厂规模太大 没法建在租界 再者说 租界内也不安全 日本军队想进来 照样能进来 那他们肯定是疯了 不怕英国和美国联手报复 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 已经席卷欧美了 英美自顾不暇 哪里管得了魔都的租界 你是因为这个 才在西部布局 将工厂和粮仓 都建在四川吗 没错 主要是这个原因 我看你起人忧天 想太多了 秦帝拿了颗梅子 塞在小丫头嘴里 道 别说我了 说说你自己 除了开源电气厂之外 听说你还成立了一家 开源缝纫机厂 已经投产了吗 张乃锦苦笑道 我从美国盛家公司 引进的技术 正在消化吸收 刚生产出来的缝纫机 有缺陷 主要是国产钢不行 唉 说起这个 真让人头疼 没有好的钢铁 不但造不出枪线 连缝纫机都难造 不得不从美国进口不建 你说 这跟组装有什么不同 清迪道 等我的钢铁厂建好 就能拿到好钢了 那最少也要两年 对吧 这种事迹不得 怎么不急 人生苦短 你都三十了 俗话说 六十为寿 你的人生走了一半 还不结婚 你想干啥 嘿嘿 我是长寿之人 至少能活两百岁 哈 乐仪你来说说 舅舅是不是胡说八道 张乐仪舒服地 躺在情敌怀里 鼻子里闻着一股 好闻的香味 道 舅舅 你身上是不是洒了香水 为啥这么好闻呢 情敌微微一笑 道 提起香气 我给你讲个故事 话说 很久以前 新疆某个地方 有一个回族的头领 拥有两个女儿 都很漂亮 小女儿游慎 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 长发披肩 漆黑如叶 身上带着香味 淡雅清幽 甜美难言 人们称她为香香公主 张乐仪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珠 咕噜咕噜 咕噜的转动着 显然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 情敌节选了一段 书见恩仇录 讲给她听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不光张乐一入了神 就连张乃锦也有些发愣 秦灵 秦月和燕雪也凑过来 听她讲故事 话说 红花会总舵主陈家乐 英雄侠气 武功盖世 偶然看见一对杨枝白玉瓶 瓶上描绘着一个美人 美艳舞匹 光彩逼人 秋波刘慧 阴口欲动 后来 她在新疆见到了真人 那少女名艳绝伦 秀美至极 再后来 香香公主 被乾隆皇帝抢走了 将她封为香妃 陈家乐器不奋 单枪匹马 杀入紫禁城 将香香公主救出来 最后两人浪迹江湖 隐居于天山脚下 因为是给小孩子讲故事 她不能说 香香公主自杀了 那样会在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阴影 第108章 断送了大好青春 听完故事 众人都赞不绝口 秦月道 哥 这样的好故事 可以写成书 改编成电影吗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懒得动笔 我可以用口说 你找个人来诉计 然后再润色一下 用你自己的名字发表 干嘛用我的名字 因为我不想做文学家 太容易招人惦记 秦月也不想要这种虚名 但她对故事本身感兴趣 所以想了想 道 这事儿好办 也不用找外人了 上次我听顾如梅讲 她学过素纪 善于听音 一分钟能记两百个字 于是乎 自此之后 顾如梅除了练琴之外 又多了一个活 半个月内 书建恩仇录 素记下来 秦迪和燕雪就消失不见了 秦月又费了一番心血 一个月后将书稿修改好 然后集结出版 在书的前言里提到 这部小说 是由一位名叫 金庸的说书人口述 被固如梅笔录下来 经过秦月的修改 最后编撰成书 自始至终都没提秦迪 八月中旬 这书一出来 顿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人们都在传言 大诗人秦月改写小说了 魔独有些包打听 经过一番努力 找到在国立音乐院 练琴的顾如梅 以及秦家二小姐秦月正时 但却始终找不到 说书人金庸 于是 人们便将这本小说 围在秦月头上 顾如梅成了她的助手 这样一来 秦月的名声更上一层楼 成了著名小说家和诗人 顾如梅也意想不到的 展露了头角 对此 秦月已经无所谓了 她以为 反正是自家兄长讲述的故事 又不是剽窃别人的东西 再者说 她此前剽窃的诗词够多了 也不在乎多一本小说 反正 诗子多了不咬人 顾如梅却对秦月抱怨 月儿姐 你害苦我了 我走在学校里 人家都追着我问 为啥我一个情师 要帮大作家抄书 还问我金庸先生是谁 是不是杜撰的人物 就连院长肖先生 都把我叫过去 问我怎么认识你的 我这才知道 秦家在魔兜 如此有名 简直要盖过 蒋宋孔臣四大家族了 秦月道 秦家的名声 主要是我娘和我姐在撑着 两位诺贝尔奖金 获得者 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个是卫生部副部长 再加上著名的国泰药业 慈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遍布全国的慈安外科医院 以及我爹经营的秦氏粮行 一直在低价销售粮食 给秦家带来很大的知名度 我一个小女子 因为写了几首诗 拥有一些浮华的虚名 算得了什么呢 固如没问 月儿姐 你说我师父是怎么回事 她一肚子的才华 为何不愿意展示呢 秦月摇摇头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她作为秦家的大少爷 家族财产的继承人 走在魔都街头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 她还经常出入舞厅 惹来数不清的女人 就像蝴蝶一样 围着她飞来飞去 可她百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你说这事儿 是不是很古怪 提起这个 固如梅禁不住偷偷窃笑 因为她到魔都之后 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言 说秦家大少爷是天烟 还有人附上一句诗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秦家大少上青楼 她作为弟子的 自然不敢说师父的不是 而且她正儿八经 拜师学情 纵然师父身体有缺憾 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秦月又道 阿梅 你是我哥的徒弟 也算自家人 所以我不瞒你 我哥三十岁了 像他这样的男人 长得一表人才 又有非凡的家事 怎么可能拖到现在 还是单身 我爹都快丑死了 说是再这么下去 他要绝后了 他不怕我哥跟五女友牵扯 在他看来 恨不得牵扯越身材越好呢 只要给秦家留下后代 管他什么样的女人呢 结婚不结婚又怎样 不论什么人 秦家也不亏待了他 去年冬天 我哥和我姐去了美国 爷爷 奶奶将我父母叫去 骂了好一阵子 说他们不催着我哥娶亲 不孝又三 无厚为大 若是没有子孙 赚那么多钱 又有什么用 当时我妈说 我哥是天上降下来的天使 无论有没有后代 都是上天的旨意 她并不担心 反正我姐友有女了 我爷爷骂她 富到人家 头发长 见识短 外孙能跟孙子一样吗 我奶奶说 若阿迪一直无厚 何不从堂兄家 过几个孩子呢 这个提议受到我妈坚决反对 她说 所有财产都是我哥的 宁愿等她百年之后 再把财富都捐出去 这种事 在西方国家多着呢 结果 我爷爷 奶奶大怒 这些繁琐的事 我都没敢跟我哥讲 顾如没笑道 月儿姐 你别担心 我师父学究天人 既是文明天下的奇圣 又是超凡脱俗的大琴师 难道还安排不好 娶亲生子的小事吗 秦月摇头 这可不一定 我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打上次在古琴台 见燕雪捏碎青石之后 我回来讲给父母听 我父亲听完之后 发呆了一会儿 然后猛地一拍大腿 完了 阿迪在修道 他会像和尚 道士一样 一辈子都不结婚 顾如没眨眨眼睛 问 和尚道士为啥不结婚 因为他们积累元气 必须练童子功 即便不是童子功 也要像红异法师一样 抛弃弃子 太上望晴 进入寺庙里前修 啊 这么说 我师父会功夫 他为啥说 自己自幼体弱 练不成功夫呢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练成 在我看来 祈祷和秦道都是功夫 还有他和燕雪推出来的 像婉慈 叶魔都 常成谣 每一样都非同小可 都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要说我哥没有功夫 连我也不敢相信 顾如没忽然打个寒战 月儿姐 照你这么说 要想将秦义提升至道尽 就不能成亲生子 我是不是也要如此 秦月也跟着一惊 你可别乱想 哎呀 我哥收你为徒 这不是害你吗 顾如没呆愣了片刻 眉头一会儿紧锁 一会儿舒展 最后 他一咬牙 俗话说 不疯魔 不撑脚 为了学成真正的秦道 我就算一辈子不结婚 不生子又怎样 哼哼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女人也能做大事 不一定要待在家里 做什么贤妻良母 听她这么说 秦月只能拍打着桌子 苦恼地发出悲叹 害人啊 害人啊 我干嘛跟你说这些呢 一个好好的姑娘 被我三言两语 断送了大好青春 唉 第109章 注鸡的意义 顾如没笑了笑 问道 月儿姐 你知道我师父和燕雪去哪了 他们6月20号离开 都快两个月了 还没有回来 秦月摇头 不知道 这俩人神神秘秘 每年夏天都要出去 等到9月就回来了 难道是去郊山和小姑山了 不一定 他们行踪不定 你就算想找都找不到 过了一会儿 秦月忽然道 对了 你帮我整理书稿 我还没分你稿费呢 不能让你白干活 顾如没白手道 月儿姐 你这叫什么话 我帮师父干活 那是应该的 千万别提搞废的事 秦月想了想 忽然展颜笑道 我若给你一堆大羊 那也没意思 这样吧 我送你一件礼物 你师父粗心大意 收你为徒 没给你什么礼物 对不对 他给我9颗丹药 比任何礼物都珍贵 我才吃三颗 就觉得遍体舒畅 仿佛吃了人生果一样 我现在弹琴的时候 执法比以前灵变了许多 脑子也更加轻盈了 而且身体轻盈 跑起来也快了 原先跑100米 就累得气喘吁吁 如今跑几十里 也不觉得累 什么样的丹药 能有这么奇特的效果 有时候 我哥也给我几颗 可我吃了之后 效果并不明显 按照师父的说法 他给我的丹药 能够伐毛洗水 唾筋开脉 需要有特殊的体质 才能服用 若是普通人 吃了反而有害 秦月点点头 如果有好的丹药 哥哥一定会给我 既然没给我 那肯定有原因 他起身去抽屉里 翻找出一串珍珠项链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固如没见了 忍不住又惊又喜 哎呀 这串项链可值钱了 这是多少颗珠子 秦月道 总共98颗 直径都在一厘米左右 其中最大的一颗 在底下做挂坠 直径1.8厘米 颜色通红 是不是很漂亮 固如没睁大了眼睛 天哪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东珠啊 单时这一颗珠子 也能值上万大洋 这种好东西 市面上可买不到 月儿姐 你从哪里弄来的 都是我哥给的 他除了给我一条 价值连成的项链之外 还给我十颗大珠 两百颗小珠 这些直径一厘米的珍珠 都算是小珠了 一 太珍贵了 我们顾驾 在四川也算富贵人家 可我从来没见过 这样奢侈的项链 这种级别的东珠 不是平民百姓 所能拥有的 难道说出自清宫大内 哼哼 不瞒你说 有时候我也怀疑 我哥是不是抢了东陵宝物 前两年 报纸上一只灯仔 说军阀孙电英 倒挖了东陵 可他拼命地叫哭喊冤 说 挖出来的宝贝 被别人抢走了 他连手指都被人砍了一个 这样的项链 能不能戴出去 会不会惹麻烦 不怕 以秦家如今的财富 买几颗东珠怎么了 这样的大珠 虽然少见 但不等于市面上没有 只要一出来 就被权贵买走了 固如梅心中爱极了 嘴上不得不推辞 这东西太珍贵了 我怎么好收下呢 秦月笑道 收下吧 算我哥给你的 固如梅扭泥了一阵子 最后还是收了起来 他是情师 需要经常登台演出 胸前佩戴这样的项链 能给自己增色几分 这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对观众的尊重 后世的有些艺人 甚至租借珠宝 以壮生威 随后又过了半个月 等到九月初 秦月和燕雪 果然回来了 秦月在昆仑山的灵洞中 吞服丹药 吸收灵气 完成了筑基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大事 筑基成功之后 才算是真正的踏上先路 理论上能活四五百岁 如果是炼气大圆满 最多能活两百五十岁 而且筑基后的他 实力大幅提升 一个跳跃就是两三里 这还是在灵气匮乏的地球 如果换到灵气充足的一届 他能连续飞行数百里 这才是筑基修饰 超凡脱俗 令人敬畏的地方 除此之外 他能用真气 在体表形成一层护盾 不但刀枪不入 手枪子弹打不穿 而且连步枪和机枪 都无法对他造成丝毫的伤害 换句话说 在这个凡俗的世界 已经没有人能伤害他了 即便是小型的原子弹 只要超出千米范围 也不会让他丧命 而且 筑基完成之后 对他来说 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 从今以后 他不需要再练童子弓 终于可以结婚生子了 先前他之所以不尽女色 一则是因为心理因素 作为转世的先人 早已看透了人世 结婚不结婚 并没有太大区别 二则是为了练金化气 需要守身如玉 如果不这样做 有可能完不成筑基 如今 他筑基成功 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话虽然这么讲 情敌也不会随便找个女人结婚 因为那样的话 生出来的孩子 未必有修炼资质 一般而言 如果父母都没有灵根 子女有灵根的可能性极小 如果父母双方 一方有灵根 另一方没有灵根 那么子女是否有灵根很难说 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灵根 那么子女大概率有灵根 非指如此 父母功力的高低 还会影响孩子的灵根品级 父母功力越高 子女资质越好 这种现象 看似违背众生平等的原则 然而它却很公平 因为父母修炼多年 改变了自身的血脉 这种血脉的改变 类似于DNA突变 将会遗传给子女 要不然 修真人也不会那么辛苦修炼了 更不会浪费功力 失而欲女 试想 如果子女没有修仙资质 顶多活120岁 就会离开人世 而做父母的 谁愿意白发人送黑发人 秦迪作为转世的仙人 虽然没有白发 却不想看到那一幕 他已经踏上长生路 又怎么忍心 看着子女早妖呢 因此 他即便完成了筑基 也不会找没有灵根的人 不管对方是大家闺秀 小家碧玉 还是风姿妖娆的舞女 经过两个月的苦修 咽雪的功力 也有了不小的进步 顺利踏足炼器第五层 在他这个年纪而言 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第110章 民生汽车厂 两人从昆仑山下来 日行2000里 来到西安 秦家在西安城中 设置了一家慈安医院 还有一个国泰制药厂的分公司 专门生产黄岸药和阿斯匹林 另外 医疗器械厂在这儿 也有一个分部 主要生产绷带 纱布之类的外科物资 秦迪带着艳雪 挨个考察了三家企业的情况 西安是一座古城 历史上非常辉煌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渐渐变得沉寂下来 经过多次修整 后人所见 已不是唐代的城墙 主要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 西安城有四个城门 原本有闸楼 建楼和正楼 民国时期四座闸楼都被拆除 北门的正楼和南门建楼毁于炮火 许多城墙被毁 直到21世纪 保留部分城墙 开了18个门 西安城墙周长13公里 乃是一座大城 慈安医院建在上人路 这是一片商业区 人来人往 十分繁华 制药厂和医疗器械厂建在城东北 那里原本有一座满族士兵驻扎的满城 辛亥革命时期被焚毁了 从而变成了西安城内的一个死角 秦迪在这里考察了一圈 跟厂长经理交谈话 然后给每个工厂增资200万 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 并且 他让人在这里建立仓库和防空洞 产品若是卖不出去 就全部收除起来 等到将来打仗的时候 自然能派上用场 秦迪还想在这里建一家秦市良行 但因为交通不方便 西安距离黄河250公里 秦家还没有运输车队 所以这件事暂时办不成 如果用火车运输的话 还需要打通关系 大规模的粮食转运 闹出来的动静比较大 两天之后 他们离开西安 坐火车返回摩都 回到摩都的第一件事 秦迪便让燕雪给美国的老约翰发电报 问有没有破产的卡车公司 不久 老约翰回复说 美国的汽车工业被福特 通用 雪佛兰等几家老牌公司垄断了 这些公司规模很大 暂时没有倒闭的迹象 1930年 美国的汽车保有量很高 1000个人拥有252辆 拥有汽车的家庭占了60% 有这么大的需求支撑着 想倒闭也不容易 秦迪又问了问卡车的情况 结果并不能让人满意 这年月的卡车载重很小 只有一吨 两吨 那种怀特666的6吨卡车 要等到1940年才会有 秦迪自然看不上再重两吨的卡车 这点再重量还不够塞牙缝的 即便有一百辆车 一次运输也只有200吨 而一艘远洋轮船运过来的粮食 都是几万吨 于是乎 秦迪只好将组建车队的心思割下来 不过 他倒是通知老约翰 让他购买一批小汽车送过来 准备配备给秦家属下的经理 此时一辆小汽车的价格 只有1000美元出头 他一口气买30辆 也没花多少钱 没过几天 张乃景又带着子女来秦府 因为朱婉很疼爱两个孩子 所以张乃景和秦玲 不得不经常过来 秦迪和张乃景闲聊 说起汽车工业 不由地发出感叹 张乃景笑道 其实你不晓得 中国也有汽车厂 秦迪问 哪有啊 张乃景道 在东北呢 我听伯父说过 从去年5月开始 张学善拨款74万元 给辽宁迫击炮厂 作为国产汽车的启动资金 他们聘请了美国的麦尔斯 为总工程师 从国内各大院校 召集了一批技术骨干 组成了民生汽车厂 拥有200多位员工 而且 他们的研究有了进展 部分构建从美国进口 或许再有一年 就能推出再重三吨的卡车 秦迪有些惊讶 玄机想到 再有一年 事变就开始了 到那时 张学善拔腿就跑 将整个东北拱手 让给日本 那么这个民生汽车厂 就变成日本的了 想到这里 他觉得很是不爽 陈英片刻 他问道 李伯父是民国建设委员会的主席 能不能让他想想办法 将民生汽车厂转到关内来 张乃景摇头 张作霖死后 张学善接掌东北 年轻气盛 拥兵数十万 别说是我的伯父 即便是 清先生发话都没用 秦迪探道 那就可惜了 有什么可惜的 我上次跟你说过 日本人想侵略中国 首先觊觎的是东北 或许用不了多久 整个东北就会沦陷了 东北所有的工厂 都会被日本人控制 张乃景半信半疑 他知道 秦迪很能干 不但是秦家财富的掌舵人 还是一位围棋高手 可他并不晓得 秦迪拥有超能力 以及转世的记忆 他每次听秦迪说 日本人会怎样 都怀疑 这家伙是否得了失心疯 秦迪琢磨了一会儿 又道 我想送你一笔财富 不晓得 你愿不愿接受 我拿一千万大洋 请你伯父出马 跟张学善商量 将他的民生汽车厂买下来 包括所有的科研人员 全都转到魔都来 这件事若是能办成 我让你做董事长 并且将一半股份送给你 张乃景吃了一惊 抬头望着他 道 你是认真的吗 一千万大洋 就算从头见场 也绰绰有余了 千万大洋封顶 如果能将价格降下来 节省的钱作为流动资金 全部投入汽车厂 最终的收益 一半归张家 一半归秦家 张乃景眨眨眼睛 笑道 我去问问伯父 是否有希望做成 秦迪直接开了张 一千万元的支票给他 既然想做成大事 就要当机立断 不能拖延犹豫 张乃景拿了支票 心情兴奋 当天下午就离开魔都 前往金陵 见伯父张景江去了 此后 这件事千言半年 才有了最终的结果 张景江 秦迪和张学善 达成三方协议 由国泰药业 每年向东北军 按市价的八成 出售三千支青霉素 五十箱黄岸药 在这个基础上 秦张两家 再出资三百万大洋 买下民生汽车厂 将所有的资料和研究人员 连同十几台机床 统统打包运到南方 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 老自来水厂的北边 重新建造一家工厂 依然延续 民生汽车厂的名字 工厂建成后 另外聘请了一位 经验丰富的厂长 此人名叫王守明 出自苏州 怀后堂 毕业于剑桥大学 据说他的祖上 是明朝的宰相王傲 因为秦迪不愿露面 所以由张乃景 担任民生汽车厂的董事长 张乃景掌管的企业 又多了一家 他每天衣冠楚楚 光鲜照人 俨然成了魔都工商界的名人 不过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名下的财富 多半来自秦迪 归根结底 他是沾了妻子秦林的光 而秦汉成自始至终 都没有分家的意思 显然将秦迪 当作唯一的继承人 这年月 男女不平等 女儿嫁出去 就成了外人 秦林和秦月 也没有意见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追求 只要手头不缺钱就行了 并不需要每天 看着闪闪发光的经营 有偌大的秦家做支撑 有厉害的兄弟做依靠 他们心里才感到安全 第111章 地下活动 1930年10月3日 这天中午 魔都洪口区 身穿中山装的陈淑青 和一位戴着墨镜 身穿长袍的长者 自西向东 并排走在大街上 27岁的陈淑青 毕业于黄埔军校 虽然没穿军装 但是行走之间 带着一股阴气 而那位所谓的长者 也只有42岁 身材高大 方便大耳 一字眉 因为戴着墨镜 看不见他的眼睛 他们经过复旦大学的门口 转头看向那金光闪闪的招牌 长者朗声笑道 复旦这两个字 出自上书 于下转 日月光滑 但复旦夕 陈淑青笑了笑 我听说 先有马向博的震旦学院 然后才有复旦大学 长者道 不管怎样 这是一所好学校 是啊 可惜偌大的中国 积贫积弱 外敌环似 很难找到 能让人进行读书的地方 看看那些进出校门的年轻人 都只有20岁上下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真是让人羡慕 陈淑青一面走 一面看着复旦大学的校门 眼见距离越来越远 正准备转回头来 猛然看见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女孩子 身材恶挪 风姿绰约 隐隐有股轻盈的仙气 她的心猛地提了起来 她停下脚步驻足观桥 只见那姑娘看上去十四五岁 面色如玉 亭亭玉丽 仿佛一弯心悦 长者看她停下脚步 也驻足看了看 笑道 没想到 在这种知名学府中 还有这样美丽的姑娘 书卿 你已经结婚了 可不能犯错误啊 陈书卿张了张嘴 眼见着那姑娘出了校门 似乎远远朝这边望了一眼 露出若有若无的笑容 然后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绝尘而去 她的心 砰砰地跳起来 是她 是她 这姑娘是谁 你认识她吗 我 陈书卿看看左右无人 低声说道 伯老 您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 有件事 我想告诉你 您知道 我每月送往苏区一批西药 都是打哪来的吗 长着眉毛猛的一台 问道 难道说 跟那姑娘有关 没错 早在三年前 我第一次见她 她给我一块铜牌 让我平牌买药 价格压低到一成 啊 她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 三年前岂不是更小 这么小的年纪 能做得了主吗 奇怪 她好像三年前就这模样 俗话说 女大十八变 怎么可能三年没有变化 我也不晓得 这姑娘看着鲜弱 却有登平渡水的功夫 长者微微皱眉 仔细盯着陈书卿 怀疑她是不是胡说八道 陈书卿面带苦笑 但却无从解释 伯老 不管怎样 我送回去的西药 总不是假的吧 前后三年 每月六香 为此 我还弄了条小船 专门跑这条线 长者点点头 幸亏你送回去的药物 不知道救活多少战士 因为清白党的封锁 那些药都很难买到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还有周老 李胜公和前任飞知道 你就要离开魔都了 今后不知道啥时候再来 临走之前 是否做了安排 我将铜牌交给了李胜公 前天他独自前去 也顺利买到了药物 长者道 那就好 你查过没有 那姑娘是什么人 陈淑青答道 周老不让查 怕走漏消息 长者微微汗手 不查也好 但别忘了这份人情 陈淑青苦笑 我怕自己哪天牺牲了 这件秘密会埋在坟墓里 长者拍拍他的肩膀 道 最起码我见过他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也不容易忘记 两人一面说着话 一面往东走 最后来到洪口码头 坐上轮船 离开了魔都 与此同时 两人说话间提到的 李胜公 正在大西路富康里 八号的石库门房子里 听取张川 黄英的汇报 这里有大赤党建立的 无线电台 张川和黄英 都只有二十多岁 化妆成一对夫妇 住在这里 电台的天线 架设在三楼的晒台 和屋脊上 被他们小心地夹了伪装 李胜公三十一岁 身穿黑色的西装 白色的衬衫 打着一条蓝色的领带 上嘴唇有两撇小胡子 头上留着短发 鼻梁上架着眼镜 看上也不像是普通人 名义上 他在清白党魔都 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是特务头子 徐恩增的手下 实际上 他是大赤党特科 临时领导人之一 黄英在晒台上 晾衣服望风 李胜公在屋里 仔细询问张川 关于电台收发报的情况 张川忍不住叫苦 我们自己组装的电台 功率太小了 只有五十瓦 而且不够稳定 容易发生故障 李胜公道 我正在找人解决这件事 张川问 能买到原装的发报机吗 李胜公摇头 买不到 只能从亚美公司 和大华公司购买零部件 然后请一位 精通电子的教授帮忙 看看能不能组装 一百瓦的电台 两人在二楼说话 渐渐聊到新的密码本 黄英在三楼晒台上观望 不时地伸手 拉一拉床单 忽然间 他听见啪的一声 似乎有石头落在身后 他转头看时 就见身后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信封 他心里一惊 赶紧探头张望 然而却看不见可疑的人 他将信封捡起来 撕开封口 看见里头有一块石头 一页白纸黑字的书信 还有一张提货单 黄英匆匆瞄了一眼 信件的内容 当即心头狂震 大步从楼上跑下去 震动楼梯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二楼的李胜公和张川 都被吓了一大跳 以为被特务发现了 赶紧掏枪背 这时候黄英急匆匆进来 将信件递给李胜公 先生 您看看这个 李胜公急忙问道 是不是有人围过来了 黄英道 没有 是这封信 吓着我了 买来的信件 我也不知道 刚刚有人扔到晒台上 李胜公很是吃惊 打开信件读了一遍 经不住面色发白 就像见了鬼一样 张川问 先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胜公 抖着一张粉色的单子 道 信上说 凭着这张提货单 可以去北界运早包码头仓库 提取十吨粮食 里头藏着十只大功率电台 每个一千瓦 三人惊恐不定 面面相去 喜忧参半 心乱如麻 第112章 毛脚女婿 黄英颤抖着声音问 这是真的吗 莫非是敌人的圈套 张川道 敌人用得着做圈套 直接上门来抓 我们就行了 那么 谁会闲得无聊 开这种玩笑 谁又恰好知道 我们缺电台呢 李胜公道 这件事太古怪了 你刚才没看见可疑的人 黄英答道 先生 我刚刚仔细查看过 没发现可疑的人 李胜公快步走到窗子边上 掀开一道窗帘往外看 张川干脆下了楼 打开房门走出去 过了斩查功夫 两人都没有发现异样 这才重新坐下来 李胜公收起信封 道 这件事交给我 这两天 你们一定要小心 如果察觉到有危险 就赶紧撤离 两人点头 是 我们明白 第二天 一伙二十个工人 拉着十个木板车 跟着一位名叫 李强的中年人 来到运早邦码头仓库 提走了十个大木箱 这些人将大木箱 拖到扎北区唐家弄的一个院子里 放下之后就走了 随后 李胜公和李强 拆开一个木箱 发现里面装的都是小麦 他们把小麦拨开 从中间找到一个铁盒子 打开一看 里头有一台无线电发暴机 两人又惊又喜 激动的心情难以自制 想想此事 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怎么会有这种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 到底是谁在帮我们 这是正宗的美国货 能从国外一口气 买十台发暴机 定然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更何况 他还送我们十吨粮食呢 直到此刻 我还是一头雾水 这件事该怎么向上汇报啊 李胜公发出感叹 看来 有人默默支持我们的事业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李强问 先生 你知道运藻帮仓库 是谁控制的吗 李胜公摇头不清楚 李强道 运藻帮出了租借的范围 应该是轮船招商局控制的 李胜公想了想 道 轮船招商局现在是半国营机构 大股东自然是清白党政府 除此之外 还有几家大亨 这件事 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先生 李胜公靠着这些发暴机 在魔都又添了几个秘密电台 跟中央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随后 他通过官方公开的资料 悄悄查找轮船招商局的股东 赫然发现 秦家占了13%的股份 而秦家又是国泰药业唯一的东家 如此一来 一切都对上号了 他不知道 秦家由谁做主 所以他去找魔都工人运动的负责人询问 经过一番打探 他渐渐了解到 秦市两行的负责人是秦汉成 轮船招商局秦家的代表是秦汉旭 而国泰药业的负责人却是朱婉 秦汉成是一个纯粹的商人 朱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 两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倾向 而秦汉旭跟清白党关系密切 不太可能支持大赤党 查到这一步 李胜公就只能停下来 不敢再往下查了 因为再查是要冒风险的 万一得罪了对方 停止西奥的供应 那就大事不妙了 李胜公是杰出的谍报人员 平日里做事很小心 他不敢相信秦汉成 秦汉旭和朱婉三个人 都支持大赤党 如果贸然接触其中的一个 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再者说 秦家还有好几个年轻人呢 特别是那个秦月 近年来发表了不少激进的文章 难道是他做的这些事情 按照陈淑青临走前的交代 当年给他铜牌的 便是一个相貌不俗的女子 因此 李胜公以为秦月是怀疑的对象 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措 在他看来 显然时机未知 只要耐心等待 对方早晚会主动露面 而秦迪不声不响 做了这一切 压根就没想去露头 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 用得着弄得尽人皆知吗 他如果想孤名钓鱼 有的是绝妙法子 犯不着费这么多周折 1930年12月4日 天气阴冷 冷风嗖嗖 这天上午 秦月领着王叔来到秦府 这还是王叔第一次登门 心里感到有些紧张 当他见到秦汉城和朱婉时 心情就更加紧张了 站在那里 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秦汉城居高龄下望着王叔 心里不太喜欢 因为王叔家境贫寒 似乎门不当 户不对 俗话说 娶妻娶嫌不娶色 嫁女嫁心不嫁财 在秦汉城的印象中 女婿就应该像张乃景一样 出身富贵 人又能干 品性敦厚 而王叔有才华固然不假 但是有才华不一定靠谱 如果是工程师 科学家 企业家 即便家里不富裕 也还可以接受 然而 王叔擅长的 却是编剧 诗词歌赋 拍电影 这玩意能养家糊口吗 朱婉并没有太在意 他看王叔相貌端正 也就点头认可了 他觉得 秦岳26岁了 不能再往下拖 再拖就成了老姑娘 干脆早点嫁出去 只要对方人品过得去就行 贫穷富贵并不重要 反正秦家有钱 大不了多赔嫁一些 秦岳既然将王叔领进家门 就不怕来自父母的反对 只担心 王叔顶不住压力 仓皇逃走 好在王叔也不是普通人 拥有一肚子的才华 所以 经过短暂的局促之后 很快就能谈笑自如了 秦敌没有为难他 也不敢难为他 因为 王叔是载入史册的人物 容不得别人的羞辱和怀疑 当年 秦敌第一次见张乃景 就通过下棋 给对方一个教训 那是因为张乃景太骄傲 可王叔恰恰相反 第一次来秦府 显得有些不自信 因此之故 秦敌面带微笑语气攀谈 两个人聊了好大一会儿 其实 云里雾里没什么营养 秦敌若说经商 王叔不会感兴趣 王叔想说左倾文艺 秦敌也不会接口 最后 王叔笑道 我听秦岳讲 那本小说 书见恩仇录 是秦先生您口述的 这是真的吗 秦敌微微一笑 如果是外人问 我是不会承认的 既然是你问 我也就认了 王叔赞道 秦先生拥有惊人的想象力 故事情节编排的 思思入寇 很是令人佩服 您是否认识向凯然 李寿明和王杜卢 秦敌笑道 这些人 我都闻名已久 可惜未曾谋面 向凯然就是平江不笑声 李寿明就是环珠楼主 至于说 王杜卢 乃是 卧虎藏龙的作者 这三人都是武侠小说的前辈 1930年 他们都已经崭露头角了 第113章 理想与现实 提起武侠小说 王叔来了兴致 说道 若是有机会 可以请几位大作家聚一聚 老实讲 我还想拍武侠电影啊 可惜 不知道 怎么拍飞来飞去的镜头 秦敌笑道 这好办 找跟钢丝将演员调起来 拍完之后 再将钢丝修掉 王叔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秦敌心里暗笑 你若最心于拍武侠片 恐怕会走上了邪路 以后能否留名轻视 那就不好说了 王叔回头望了 坐在远处的燕雪一眼 笑道 我看三小姐容貌绝佳 隐然带着一股仙气 若是由她来演香香公主 保证会非常卖坐 秦敌摆了摆手 我不想让她沾染是非 若是做了隐心 出门会变得很不方便 王叔尴尬地笑笑 明白了 我只是随口一说 这年头 电影演员也还是戏子 大家闺秀未必肯做 因为入了这一行 今后将身不由己 比如说著名的演员蝴蝶 曾经被军统的戴笠控制 成了她的情妇 蝴蝶还因为跟张学良跳舞 惹出了一段莫须有的公案 燕雪虽然不至于被人操控 但是 秦敌不愿意 让她出现在屏幕上 别说电影屏幕了 即便是无孔不入的记者 以后也难拍到她的正面照片 过了一会儿 秦敌望着王叔道 几年前 我给李景辉的明月歌舞团 投了一笔钱 听说他招了不少年轻人 正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你有没有去看过 王叔赞道 明月歌舞团很有名 前不久在摩多友几场演出 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 我去看过一场 再歌再舞 赏心悦目 那些小演员都很用心 秦敌道 王先生 你经常排演话剧 有没有固定的剧院 没有 都是租别人的厂子 不管是演话剧 还是拍电影 都需要资金支持 对不对 是啊 我弄了个西风社 几个人一起做事 我们演话剧 是为了教育群众 卖的票很便宜 甚至免费送票 所以一直以来 资金都很紧张 可以说桌金剑肘 这样吧 我给西风社注资百万大洋 你看如何 王叔大吃一惊 道 你将大笔资金 交在我手里 不怕打了水漂 我对赚钱没有兴趣 花钱倒是很快 秦敌道 没关系 我既然拿出来 就不在意结果 有了这笔资金 你可以建一个剧场 或者弄个电影公司 通过拍电影赚钱 补贴话剧的亏损 交易更多的群众 王叔有些激动 不过他很快平复了心情 略带自嘲的苦笑道 感情我来这儿 变成募捐了 不过 为了做大事 我不在乎颜面 多谢你的支持 他知道秦家很富裕 却不知道究竟有多富 一百万元是个惊人的数字 这年月建一个较大的剧场 只要二三十万就够了 剩下七十万能演多少场话剧 或许还能拍一部电影吗 秦月作为秦家的二小姐 也不晓得家里有多少钱 她比秦敌小四岁 生下来闲着金钥匙 用不着为柴米油盐操心 就知道家中保险柜里 常年放着数十根金条 和一捆捆的大洋 她如果有需求 直接去拿就行了 因此之故 她跟王叔交往 从来不提前的事 秦敌心里有数 秦家偌大的财产 案里该有秦月一份 可是她这种舒淡的性子 根本不是善于理财的人 给她再多钱也没用 与其送她一大笔财富 让她转手捐献出去 或者被人骗走 还不如分成多次 每次给一些呢 至于说 投给西风社的百万大洋 就当是为宣传革命做贡献 如果王叔省着点花 至少能坚持两三年 秦敌觉得 如果王叔手头有了钱 或许能减少焦虑的心情 才能对秦月好一点 秦月眼见歌的拿出支票 一笔写出百万元 心里感到很吃惊 她回头看了父亲一眼 发现秦汉成嘴角抽搐 却连一句话也没讲 她知道父亲心疼了 却不明白 她为啥不反对呢 而对秦汉成而言 这笔钱出自秦敌之手 根本不在她控制范围内 自从去了美国一趟 远渡重阳回来之后 秦敌为了尽心修炼 便在自己离开的时候 将企业往来的电报 交给父亲代管 因此之故 秦汉成大概知道了秦家的情况 除了在国内有国泰医药 医疗器械公司 慈安外科医院 医药研究所高等医学专科学校 再加上秦市两行 百代公司 川西的钢铁厂 和汽车厂一半的股份外 在美国还经营着有七八家公司 她知道秦敌很有钱 单看美国传来的一部分 会计报表就明白了 但她不晓得的是 秦敌在多家银行里 还有大额的存款 秦敌在美国趁着股灾做空 发了大财 这件事她对谁都没说 只有燕雪跟在身边亲眼目睹 再有就是花旗银行 和摩根银行的人晓得 做空从来都不受欢迎 就像后世的索罗斯 被视作嗜血大鳄 因此 秦敌不想将这件事挂在嘴边 而秦汉成猜来猜去 猜不出秦敌的真正底细 眼见他送给外人百万大洋 也就没法开口阻止了 随后又过去五六天 进入十二月中旬 秦敌和燕雪坐在距离秦府不远的办公室里 跟旗下公司的经理挨个面谈 因为生意越做越大 他不得不建立新的规章 要求所有经理 每年十二月抽出几天 来摩都数值一次 汇报工作进展 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 因为大大小小的经理有数十位 单是慈安医院就扩张到二十家 每一家医院的院长都来了 一下子面对这么多人 即便是秦敌也感到吃力 哎呀 秦家人口单薄 没有人帮我的忙 按理说 秦敌还有几个堂兄呢 可是秦家早已分家 再加上为了保密 他不可能请堂兄帮自己管账 姐姐秦灵已经嫁人了 妹妹秦月终将会嫁人 所以她成了孤家寡人 幸亏还有燕雪帮了不少忙 减少了一半的工作量 好不容易忙完了十几天 转眼进入1931年一月 这一年秦敌三十一岁 看上去还像二十岁 身材挺拔 英俊潇洒 青春洋溢 生机勃勃 燕雪二十岁 身材已经长成了 仙妖鸟挪 风姿绰约 看相貌 只有十五六岁 仿佛水灵灵的兰花 又像十四晚上的月亮 毕竟都是修真人 功力到了一定地步 几乎能做到青春永驻了 一月十七日 秦敌和燕雪 接受秦岳的邀请 去看了一场王叔导演的话剧 《风桥叶博》 这部戏受新浪漫主义的影响 重情绪 直觉 幻想和想象 表现凌柔的激动 与心灵的渴求 一方面表现社会问题 揭露社会和传统势力中 对人性压抑的种种罪行 一方面表现 人们在黑暗现实中 所产生的苦闷和颓废心理 以及不甘与沉寂和对光明的追求 在场的观众有两百多人 到最后深受感动 一个个群情激昂 高喊口号 秦岳看着演出很成功 为王叔的才华而折服 他满心欢喜 觉得这样的日子 才是自己想要的 燕雪还是第一次看话剧 面上带着浅笑 一声不吭 静静地看着 秦敌也不说一句话 他的耳朵里 听见远处传来隐隐的警笛声 心里感到不安和无奈 就在这一天 摩都出了一件大事 王日月在摩都召开会议 有不少大赤党员 按照要求在多个秘密地点 讨论大会相关决议 因为出了叛徒 资料外泄 几乎被清白党一网打尽 第114章 天道为何物 当天中午 清白党出动军警和便衣特务 对几处会议地点进行了包围 一同参与行动的 还有摩都公共租借巡补房的巡补 这些人首先来到东方旅社 由一名特务化妆呈茶房 进入房间打探情况 在大致确认后进入房屋 逮捕了李云青 林玉南 苏铁 柔石 冯坑 英夫 胡野平 彭彦庚等八人 会议的相关文件 没来得及销毁 就被击捕人员全部缴获 在留下部分人员埋伏后 他们又前往中山旅社 逮捕了在那里开会的阿刚 蔡博珍 欧阳丽安 伍仲文四人并同样留下部分人员埋伏 下午 黄李文赶到中山旅社 准备参与会议讨论 发现情况不对后 立刻从旅社离开 路上遇到从杭州赶来参加会议的龙大道 二人被追出来的寻补逮捕 而赶到东方旅社的罗石斌和王清氏 在发觉情况不对后准备离开 没走多远 就被埋伏在周围的特务逮捕 当天傍晚 赶到中山旅社的何孟雄 也被特务抓获 晚上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据点之一的 华德路红运方152号被查抄 房内搜出大量文件 击捕人员从文件中找到一封信 继而发现了其他成员的住址 并在这些住址中的华德路民运方 11号逮捕了费达夫和行红朱 此后三天 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李初黎 罗铁成和孟雄 玉宇棠 李文 王清氏 彭彦庚 罗石斌被捕 清白党被林玉南等人进行分批提审 在审讯和孟雄 李求实等人时 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 隐蔽在提审官的后面 指认出和孟雄 李求实等人的真实身份 此外 在提审官手中 已经获取到了所有人的照片 以及真实姓名 但这些信息的来源不得而知 1月23日 在全部人员都经过审讯后 36人被转移至松户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内勘押 这件事刚发生时 秦月和王叔都不晓得 因为他们虽然政治上左倾 但还不是大使党员 直到1月28日 才有一些作家联盟的成员 包括丁玲 沈从文等 前往龙华看守所 探视胡野平等人 秦月和王叔也跟着去了 看见柔石 冯坑等带着手铐脚链 即便这时候 秦月也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还以为 这些人顶多被关几个月 就会被放出来呢 然而 就在小年夜的前一天 5位作家连同其余大赤党员 总共24人全部被秘密杀害 因夫逝世的时候 才只有21岁 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翻译出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夜启中 他写下柔美的句子 正当这个时分 也无人把残业抱到三更 幽怨的女神将对灵迪回 这 即是我哭泣的心意 事后 周长庚写诗悼念 冠于长夜过春时 妾妇将除病有私 梦里依稀慈母类 城头变换大王旗 忍看棚被称心鬼 怒向刀从密消失 银霸第一枚无邪处 月光如水照滋衣 并且在两年后 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 秦月和王叔都感到无比悲痛 心惊肉跳的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信念 秦敌碍于天道约束 又一次忍住了 没有出手干预此事 有人或许会问 天道约束 到底是什么玩意 秦敌畏惧天道 岂不是活得像个乌龟 说起天道 话就长了 可以长篇大论解释三天三夜 简单说 每个小世界 都有自己的天道 一个正统的仙人 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天道 而不是肆意地破坏天道 天道好像人体免疫系统 不断地清除有害物质 而修真人就像癌细胞 不停地吸取灵气 只进不出 肥了自身 破坏了环境 若修真人老老实实 那就是良性肿瘤 若修真人肆无忌惮 那就是恶性肿瘤 对于天道而言 良性肿瘤还能忍受 等到修真人白日飞升时 降下天雷 劈死九成 放走一成 还能收回大部分灵气 而对于恶性肿瘤 则没有话讲 必须降下天雷 尽早将其击杀 否则 像野草一样疯涨 最终会引起小世界崩解 只要老天还有一口气 就不会放走修真人横行 那么 修真人变成大仙 摆脱天道约束之后呢 有道的仙人会悄悄离开 让余下的百姓 继续生存下去 无道的魔修会反目成仇 要么将星球打个粉碎 要么将星球炼化为星语 甚至一口吞下星球 将它变为自身动天的一部分 至于说 生活在星球上的百姓 自然跟着化作飞灰 正因为如此 秦敌作为正统的仙人 只能小心翼翼地间接出手 不能直接挑战和削弱天道 天道不存 地球将变得不稳定 百姓的日子将更加难过 而且 他也不想太深地介入内部冲突 还是留下几次被雷劈的机会 准备着对付日本人吧 至于说 为什么老天想让这些人牺牲 其中的道理 留待日后分解 按照后世披露的资料 这24位烈士死得很冤枉 可能是被大赤国际的人出卖了 也可能跟叛徒顾顺章有关 王日月也脱不了干系 当时有个花园会议 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 26个反对者为另一方 双方都各持己见 说不到一块去 最后 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 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 这证明 你们是有组织 又刚领的来反对某某全会 走向反大赤国际的道路 你们是反革命 叛徒特务 一律开除党籍 说吧 米夫等三个外国人 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 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 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 说是外面似有警情 如果走难保安全 并且降门上锁 以阻止人外出 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 就冲破他的阻拦 分批离去了 事后才听到说 顾顺章奉命流难 果然是想消灭这些反对者 不管怎样 24位烈士都是好样的 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 慷慨就义 永远值得后人纪念 第115章 秦府家宴 1931年2月16日 乃是这一年的春节 按照惯例 年过八旬的秦赵吉 赵吉所有子孙举行家宴 老大秦汉良三子三女 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整个家族所有人凑在一起 差不多有40多口 一共摆了五桌宴席 主桌做的除了老爷子秦赵吉之外 就是第二代的秦汉良 秦汉成 秦汉旭 还有第三代的秦迪 以及三个堂兄 按理说朱丸也可以上主桌 不过他一个女人 显得很突兀 再加上不愿喝酒 所以 跟秦岳 燕雪 惠子等人 另外坐了一桌 秦赵吉看着一大家人 心中感慨万千 说道 想当初我23岁离开宁波老家 来摩东摸爬滚打 试过开饭店失败了 试过开缝纫铺子 也失败了 后来我孤注一掷 从家里借了三千大洋 跟人合伙开沙场 做了七八年的生意 积累了一笔钱 恰好赶上合伙人想退出 我才将沙场盘下来 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 我也没想到 多年以后 开支散业 能有这么大的家庭 而你们也算争气 自从二十年前我退休后 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大 秦家在摩都声望越来越小 我心里想想 就觉得很满足 哪怕死了都没有遗憾了 秦汉良赶紧说道 爹 大喜的日子 怎能说这种话 秦赵吉道 我都八十八了 还能活几年 记住了 我死之后 将我葬回宁波去 那里有秦家的祖坟 位于七塔寺的边上 秦汉良急忙道 爹 我老早晓得了 大伯的林牌 还在七塔寺里供着呢 他是家中的长子 继承了明州家坊 大部分股份 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也有六十多岁了 渐渐将工厂 交给儿子管理 而秦家的长孙 秦木中学毕业后 跟三叔秦汉旭 在军需署工作了几年 认识一些人 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 回来跟父亲忙前忙后 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 如今乃是 明州家坊的主要管理者 老二秦健 得到秦汉良的资助 开了一家面粉厂 他开面粉厂 有先天优势 因为二叔秦汉成 管着秦市粮行 从国外源源不断的 进口粮食 价格低廉 面粉厂大有赚头 秦汉成觉得 秦健是自家侄子 懒得跟他资助比较 让他得了不少的好处 老三秦伯比秦迪大两岁 是唯一上过大学的人 他从摩都商科大学毕业 得到爷爷秦赵级的赏识 代表秦家 做了四名银行的董事 四名银行是1908年 由宁波商人 袁连青 朱佩珍 方顺年 于洽青等筹建的 在创立之初 资本只有50万两白银 但是随后20多年 资本扩张很快 跟通商银行 实业银行 国货银行 并称为民国四小行 秦家将明州家坊 一半的资金 存在四名银行 为了保险起见 干脆又投了一笔钱 拿下四名银行 7%的股份 让秦伯做了董事 总体来说 秦迪的三个堂兄 还算比较能干 因此 老爷子秦赵级很满意 但是再下一代就不行了 秦牧一气一气 生了四个儿子 长子秦元司20岁 品性勉强凑合 次子秦元空 18岁 既不想学习 也不愿工作 成天在外头瞎混 三子秦元贱 13岁 四子秦元贯 才9岁 这四兄弟合起来 谐音司空见贯 这些名字都是秦牧取的 而秦牧 秦贱 秦伯和秦笛的名字 则是老爷子秦人取的 由此可见 秦家一代不如一代 连名字都变得俗气了 秦贱不加收敛 娶了一妻三妾 生了五个儿子 长子秦元龙才16岁 就开始泡妞 经常出入各大舞厅 四子秦元虎13岁 也同样不成器 秦伯只有一妻 儿子才7岁 暂时看不出好坏 因为他们都住在外头 很少回秦家老宅 所以老爷子秦赵吉 并不晓得 自家子孙都是什么样的人 还以为一个个都很优秀呢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 人一旦娇奢益 缺乏上进心 很容易变得堕狗 秦牧师的生意人 每天忙于管理庞大的工厂 没心思监督儿子的日常 秦贱的为人 有些贪婪 妻妾众多 相互攀比 不容易教育下一代 秦伯好歹上过大学 妻子也受过教育 所以对孩子加强管教 或许将来能有出息 比较其老大秦汉良 这一只拥有众多的子孙 老二秦 汉成就有些可怜了 只有秦敌一个儿子 到现在没有结婚 而老三秦汉须更惨 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家里倒显得清静了 所以 每当秦家举行家宴的时候 一屋子人熙熙攘攘 大伯母胡英就显得很开心 他露出得意的笑容 眉彩飞扬 看向朱婉和惠子 尽管朱婉是大科学家 但是大科学家又怎样 连一个孙子都没有 朱婉并不在意 他作为慈安高等 要装科学校的校长 又是国立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哪有心思 跟一个家庭妇女交进 再者说 他信奉天主教 早家儿孙的未来交给主了 一切都由天注定 没什么好担心的 惠子低着头加菜 一声都不吭 他的女儿秦湛 已经十八岁了 相貌不俗 带着一种别样的温婉 秦湛知道母亲的心病 然而他却无能为力 秦敌坐在主桌 转头四股 将每个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 当他看见秦湛的时候 经不住心中一动 我这个妹妹也长大了 我要花点心思帮她 秦湛这孩子很奇特 也不知道继承了谁的天赋 竟然上了交通大学数学系 一个女孩子 居然读数学专业 在这个年代 也算是标新立异了 秦敌不是数学家 没法在专业上给予指导 秦湛是家中独女 同样不缺钱 秦汉旭雇了保镖 跟在女儿身边 安全没有问题 所以秦敌要想帮他 还得找合适的机会才行 秦敌看向另外一桌 那几个侄子 其中有几位 分明带着顽固气息 对此 秦敌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一个转世的仙人 除了关注父母 姐妹和几个长辈外 其他人在他面前形同螺椅 当然 如果这些年轻人主动讨好 秦敌也不会将他们拒之门外 但是这些小家伙出出茅庐 未经风雨 显然不怎么在乎他这个叔叔 其实这也跟秦敌的低调有关 他平日不显山不露水 年轻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又怎么会尊重他呢 第116章 众怒逼婚 尊重不尊重 秦敌都不在乎 只要这些人别惹他就好 这不 秦元龙和秦元空紧挨着坐 两人不知死活 竟然将眼睛不时描向燕雪 毕竟 燕雪人长得极美 又不算真正的秦家人 虽然他一直跟在秦敌身边 但是两人之间不清不楚 说不上是什么关系 秦元龙和秦元空 也从外面听说了 小叔秦敌可能是天烟 要不然放着这么美丽的女孩子 为啥不收入房中呢 秦元空咽了口吐沫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暴殿天物了 秦元龙学问很差 连暴殿天物是啥意思 都是很明白 但却跟着道 还真是漂亮 只看一眼 就让人心痒 旁边的老大秦元司 轻轻敲了敲桌子 喝酒喝酒 休要胡说八道 两人哈哈一笑 暂时住了口 但是才过一小话 又不自觉地将议论的焦点 放在燕雪身上 泽泽 看那小药 有多细啊 看那双腿 裸露的脚踝 就像藕结一样 燕雪隔着好几丈 脸上的笑容 渐渐收敛 显出冷若冰霜的一面 朱婉注意到她面容的变化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燕雪微微摇头 没有问答 正在这时候 就见秦敌站起身来 走过去 啪啪两巴掌 大喝一声 滚出去 秦元空和秦元龙 并没注意她走过来 猛然间 脸上挨了一巴掌 半边连中其老高 牙齿都松动了 顿时晕头转向 啊呀 谁敢打小爷 定睛一看 才发现出手的人是谁 秦元空顿时啄恼 你怎么打人呢 我爹都不舍得打我 你凭啥打我 秦元龙腾的直跳脚 一时间口无遮拦 叫道 我没有你这样的小叔 你不出去打听打听 外头的人都怎么说的 人家说你是太监 二尾子 阴阳人 你不找人家算账 为啥打我这么狠 你竟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这话一出 满堂皆惊 许多人骇然变色 老爷子秦赵极 又惊又怒 颤抖着手 指点着秦元龙 说不出话来 老大秦汉良身子一颤 心想 我这个孙子 算是戳了马蜂窝 这种话 怎么能当面说出来呢 老二秦汉成大怒 更眼望着秦汉良 这是你孙子 竟敢羞辱长辈 真是岂有此理 打他们两巴掌 算便宜了他们 老三秦汉叙冷哼道 太不像话了 秦家怎会有这样的孩子 这时候 胡音大声叫起来 秦爹 这是你的不是 你作为叔叔 怎么能打人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让大家平平理 分明是你先动的手 然后才惹恼孩子乱说 另有两个女人 分别是秦木和秦剑的媳妇 纷纷起身帮婆婆说话 是啊 秦家是大户人家 应该有规矩 怎么能在宴会上动手呢 再这样的话 下一年 我们不敢来了 再来要被他小叔打死了 吃饭好好的 原本一堂和气 为什么动手啊 在秦家第三代中 只有掌握明州家坊的 大堂兄秦木 略微知道秦迪的情况 知道 二叔一家的财富 达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 不说别的 只要数一数 有几家新开的公司 就明白了 若是别的看不见 难道说 那一传又一传的粮食 都看不见吗 因此 秦木走出来 瞪眼瞧着儿子 秦元空和侄子秦元龙 呵斥道 不管怎样 叔叔教训你们 总是有道理的 还不赶紧道歉 秦元空十八岁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从来没被别人打过 所以他哽着脖子 道 我啥也没做 就挨了一巴掌 凭什么 让我道歉 二堂兄秦剑 向来看不惯秦迪的行为 觉得秦迪 是秦汉城唯一的继承人 放着父亲和母亲 攒下的偌大家业 不管 每天不务正业 带着咽血四处乱窜 经常两三个月 不见人影 分明是个大号的花花公子 凭啥去管下一代的 小花花公子 秦剑还觉得 自家儿子秦元龙才十六岁 年纪还小 泡妞不算大毛病 人不风流往少年 可秦迪就不一样了 都三十一岁了 还不知收敛 当着一大家子人 出手打孩子 这还有天理吗 因此 秦剑上前一步 说道 元龙 刚刚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挨打 秦元龙毕竟年幼 挨了一巴掌 血气上涌 说道 我只是 多看了燕血两眼 疑惑她一个外人 为啥参加秦府的家燕 我哥说她长得好看 跟着小树白瞎了 这话讲出来 周围的人各种表情都有 那些个女人 经不住转头去看燕血 心里涌出各种各样的想法 朱婉勃然大怒 活该挨打 我看打得轻了 怎么不拖出去打死 秦月也怒了 岂有此理 燕血我们走 燕血虽然羞怒 但她是修真人 跟秦敌一样 不将这些人看在眼里 她依然安稳地坐着 既然先生出手了 那就坐着看戏好了 秦月快气疯了 人家在羞辱你和我哥呢 燕血淡淡地道 没有人能让先生难堪 这时候就见秦敌忽然伸出双手 一手掐着一人的脖子 一手提着一个 就那么插浆出去 砰的一声 扔在院子里 两人在地上挣扎 然而却爬不起来 想破口大骂 然而却说不出话 秦敌不知不觉间 封闭了两人的药学 至少一天一夜 才能自动解开 因为外表看不出伤痕 所以秦木和秦剑 说不出责备的话 两家女人手忙脚乱地叫人 将儿子抬走了 一场和和美美的家宴 就这样让秦敌 和两个小辈给搅了局 老爷子骂了秦木 和秦剑好大一会儿 说他们不好好管教孩子 将来秦家迟早败在他们手里 秦木老老实实地攻身受教 爷爷 您别生气了 回头 我好好教育他们 秦剑有些不服气 爷 这事儿得怪秦敌 我听说 他在外头名声不大好 三十多岁了 还不结婚 经常出入舞厅 周轩于众多舞女之中 而且还经营百代公司 手底下有不少的歌星 那么多女人 围着他转悠 给小一辈树立了坏榜样 老爷子文言 心里生出怒气 瞪眼妄想秦敌 道 你今天一定要给个说法 到底啥时候结婚 在我死之前 还能看见你结婚吗 要是看不见你结婚 我死不瞑目啊 这话说的就很重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搁在秦敌身上 三十多岁了 不但没有后人 连老婆都不娶 这在大户人家里 怎么能说得过去 秦汉成也很生气 望着秦敌道 不管怎样 你都得尽快结婚 要不然 我和你娘的面子 都丢尽了 朱婉想说我不在意 但他心里也盼着抱 孙子的念想 所以张了张嘴 没说出反对的话 秦月 秦湛和惠子都看向秦敌 看他怎么摆脱困局 第117章 完美结局 眼看着秦敌迟迟迟不吭声 胡音开口说话了 用尖锐的声音道 就算外头传言不假 你的身体真不行 也可以娶个老婆哥在家里 管他什么样的女人 哪怕是舞女呢 只要娶进家门 就能掩人耳目了 老太太秦张是道 胡说八道 我孙子娶媳妇 怎么能随便呢 上梁不挣下梁歪 娶得媳妇不如意 生出虫孙子 岂不是坏事 胡音觉得 老太太是在讥讽她 什么上梁不挣下梁歪 不是说秦渊空和秦渊龙吗 于是她愈发口无遮拦 能生出儿子 就是天大的造化了 就怕生不出来 哼哼 朱丸很生气 面色变得铁青 惠子更生气 头锤得越来越低 老爷子秦赵吉 将茶杯啪地摔个粉碎 望着秦敌道 大伙都看着你呢 你到底怎么想的 赶紧给个说法 秦敌吸一口气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个交代 我准备娶燕雪为妻 三个月后 举行订婚宴 三年之后 正式结婚 至于说生子嘛 还要多等几年 大概在我49岁之后 才能给秦家留下后代 听见这话 燕雪白玉般的面庞 顿时变得通红 心里喷喷地跳 仿佛小鹿一样乱撞 她从七岁跟着秦敌 如今二十岁了 从未想过嫁给别人 可是秦敌总不开口 这让她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她多次午夜梦回 心里都感到害怕 她怕秦敌有一天忽然离去 让她再也找不到 天下之大 据说有许多仙山洞府 万一秦敌引入深山 让她去哪里寻找啊 她找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 一直找不到 那可怎么办 而秦敌作为修真人 功力一天天提高 每次闭关修炼的时间 越来越久 将来的行径不是燕雪能猜夺的 因此之故 当她听见秦敌 当众说出要取她的话 心中欢喜 脑袋变成了一片空白 秦月抓住她的手臂 使劲抖动着 恭喜恭喜 这是大好事 燕雪的脸更加羞红了 朱丸也是喜从天降 哈哈 太好了 天赋赐福 终于开起了我儿的心 秦汉城双目放光 喜出望外 好好 我早将燕雪这孩子 当儿媳妇了 还是阿迪有眼光 知道打小开始培养 也算是知根知底 然而 大伯母 胡英却撇撇嘴 道 我们是大户人家 应该娶大家闺秀 燕雪这孩子 来历不明 连父母是谁都不晓得 小家碧玉都算不上 朱丸愤然说道 燕雪是我亲手培养的 大家闺秀 还有哪个大家 能比我大 我是三次诺奖获得者 我不是大家 谁是 大家 秦汉城也道 燕雪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 跟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孩子品性没说的 大嫂 你在瞎说我可生气了 胡英道 好吧 就算燕雪品性好 我不说她了 可是秦迪刚刚讲 要在49岁之后生孩子 这话又怎么解释 她今年31 还有18年就到49岁了 到时候 燕雪38 年轻时不生 中年之后再生 还能生出健康的婴儿吗 朱丸道 大嫂 您生最小的女儿时 自己是多大岁数 女人40岁 生娃并不晚 这一点你难道不晓得 胡英问 我就想知道 她为啥要拖这么晚 朱丸道 我而乐意 要你管呢 我做伯母的 难道问一句也不行 这话将朱丸问住了 因为她自己 也想知道答案 男欢女爱 生儿育女 难道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吗 为啥要拖到中年之后呢 人到中年 气血亏虚 生出孩子容易生病 这不符合优生的原则 秦迪随口说出 49岁生孩子 是因为49年解放 解放后不许见牛鬼蛇神 连花草树木 成精都不行 正好适合她隐居养孩子 但是 这种事 她没法解释 所以听见伯母问 她也不愿回答 只是隔空 看了燕雪一眼 这时候 燕雪被秦月摇晃得 渐渐清醒过来 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轻声说道 因为我和先生 都不是普通人 胡音又一次撇嘴 不是普通人 那是什么样的人 燕雪看见旁边 有一个酒坛子 里面装了五金的花雕 桌子上 还摆了两瓶养酒 于是她伸手提起酒坛子 双手拖着凑近嘴边 扬起头 咕咚咕咚往下灌 旁边的人都惊呆了 心道 这丫头疯了 要不然 怎么会做这种事 眼见着酒水 形成一道水柱 仿佛瀑布一样 流下来 进入燕雪的口中 酒坛子越抬越高 酒水源源不绝 那架势似乎能喝完 众人开始感到惊骇 哎呀 这可是五金的坛子 别说像她这样的姑娘 就算两三个大男人 也会喝醉 花雕酒15度 比啤酒度数高许多 燕雪就那么一口气喝完 脸不红 气不喘 身子站得稳稳的 喝完花雕 她似乎还不过瘾 又拿起桌上的两瓶洋酒 咕嘟咕嘟灌下去 这一幕看待了众人 每个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即便秦月见过燕雪出手 也对她的酒量震惊不已 胡音看得瞠目结舌 没想到 这丫头还是个酒鬼 其余众人都觉得心惊肉跳 从老爷子秦赵吉往下 到秦汉梁 秦汉城 秦汉旭 再到第三代秦墓 秦剑 秦伯 然后是第四代的秦元司 秦元剑 秦元冠 但凡喝过酒的人 都打心底感到震撼 燕雪一口气喝这么多 还能稳稳地站着 这说明什么啊 说明她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做不到这一点 若没有强悍的体质 恐怕连两斤都喝不下 这是传说中的酒仙啊 可是 有些人在感到震撼的同时 还是觉得无法解释 喝酒喝生孩子有啥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候 燕雪忽然单手用力 将一只喝完了洋酒的玻璃瓶 变成了粉末 她轻轻地吹一口气 粉末扬起 速速落地 然后 她的手轻轻压在大理石的桌面上 留下一个寸许深的掌印 直到看见这一幕 众人才觉得浑身发抖 天哪 她是人还是鬼 人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玻璃瓶变成粉末 我是不是眼花了 我现在才明白 秦渊空和秦渊龙是在找死 哎呀呀 我们秦家竟然有一位女仙 这种是像做梦一样 没想到出现在我们家里 老爷子秦赵级也被惊住了 用颤抖的声音道 秦家有这样的媳妇 是我们的福气 好孩子 这些年尾屈你了 燕雪笑道 爷爷 我能来秦家 是我的福气 好 好 我亲自挑选良辰吉日 给你们办定婚宴席 第118章 家事后续 这场秦府家宴 闹出个插曲 就此结束了 众人纷纷散去 胡英心神不宁 魂不守舍 回家之后 去探视两个孙子 被告知两人身子不能动 而且说不出话 心里更加感到恐怖 坏了 没想到秦笛和燕雪 都是煞心 我不该得罪他们 这两个孙子 若是从今以后瘫痪了 那可怎么办 两个媳妇在他跟前哭诉 嘴里不停地抱怨 胡英越想越烦 同时感到惊恐不已 发誓以后 尽量少回秦家老宅 秦汉良破于无奈 不得不亲自登门 求助于秦笛 阿笛 你那两个侄子不知好歹 我会好好管教他们的 不过他们 身不能动 口不能言 这是怎么回事 秦笛道 没事 睡一觉 等明天就好了 秦汉良道 阿笛 我以前看清你了 你不要怪罪我 咱们是一家人 一笔写不出两个秦字 秦笛点点头 大波你放心 只要这些侄子努力上进 我不会跟他们过不去 他的言下之意 如果侄子们不上进 哪怕家庭破败 他也懒得管 不过听在秦汉良的耳朵里 就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如果孩子们不上进 秦笛将继续教训他们 其实 秦笛并没有那份心思 虽然都是秦家人 但不是直系亲属 又没有修炼资质 若不是 恰好碰到了 他才懒得管呢 次日 秦元空和秦元龙的身体恢复了 他们对秦笛心存畏惧 但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依然我行我素 继续做花花公子 18岁的秦元空 被父亲秦木丢进沙场 然而 他在沙场里也不正干 甚至调戏当班的女工 秦木又让他去应燃场 那里的女工少一些 男技工比较多 可是秦元空虾倒过 竟然弄坏了一池的燃料 报废了不少的棉布 秦木大怒 给他一百个大羊 将他撵出家门 秦元空花完了手头的钱 又去跟青帮的流氓 借钱私混 这下子 他算是陷入泥潭了 经常被揍得鼻青脸肿 然后被逼着回家 偷东西抵杖 此事自然逃不出秦笛的耳朵 但他懒得插手 天助自助者 自助人横助之 一个人首先要从内心深处自立自强 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如果自甘堕落 那他遇到的人 大都是坑闷拐骗之徒 而16岁的秦元龙 并没有得到父亲秦健的管教 所以他变本加厉的胡折腾 纠集了一帮少年 在大世界出没 赌博 捧戏子 吃喝玩乐 秦笛特意将秦氏良行的经理 朱氏叫过来 询问卖良给秦健面粉厂的事 朱氏禀报道 我们以市价六成提供粮食 每个月最多一千吨 这是令尊交代的 秦笛吩咐到 将价格提到九成 要不然 养出了几只蛀虫 要不要跟令尊说一声 不用 这件是我做主了 于是乎 从这天开始 秦健的日子不好过了 秦健比秦笛大六岁 今年37岁了 原先以六折价格 从秦氏良行拿到粮食 然后制成面粉往外卖 其中的差价 让他赚了不少钱 如今 良价提升了三成 虽然说还能赚钱 但是利润缩小了一大半 因此 他觉得很难受 他找上二叔秦汉诚 想要恢复原价 秦汉诚咋咋 我年纪大了 精力不济 管不了那么多 些许小事 你去找秦笛 秦健厚着脸皮 去找秦笛 兄弟 哥求你降点凉价 有钱大家赚吗 秦笛道 二哥 你赚钱为了什么 秦健道 嘿嘿 我有一期三妾 没有钱养不起啊 总不能让他们睡大戒 我还有五个儿子 四个女儿 那都是你的侄子和侄女 你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挨饿 对不对 秦笛道 你用九成的价格拿两 比别的面粉厂 还多一成利润呢 足够你生活得很好了 还想要怎样 兄弟 你这话讲得不对 咱是同一个爷爷 奶奶 算得上亲兄弟了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手下有多少厂子 单一个国泰药业 顶得上几十个面粉厂 你手指缝里露出来一点 就够过日子了 我平白送你一成折扣 已经看在兄弟份上 秦笛有些生气 道 秦笛 你不要这样不讲情面 要不然 我去爷爷 奶奶面前哭诉 到时候 你的日子能好过吗 秦笛道 老爷子早已分郭家产了 你们这一支 拿了明州家坊的七成股份 难道还不满足吗 提起这件事 秦笛就更来气了 道 明州家坊的控股权 在我哥秦木手里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找令尊要吗 反正 大伯也退休了 产权不明晰 将来的麻烦更大 拖得越久 对你越不利 听见这话 秦笛有些发呆 因为秦笛说的没错 这些年 秦笛渐渐接手明州家坊 随着管理的不断深入 控制得越来越严密 假以时日 秦笛连明州家坊的账目都不清楚 兄长会不会转移资产也不晓得 过几年再分家 他可能吃大亏 因此之故 秦笛呆愣了片刻 对着秦笛深深鞠躬 兄弟 算哥哥我求你了 再让我两成折扣 好不好 秦笛道 罢了罢了 从今以后 我以八折价格卖给你 秦笛哭丧着脸走了 显然不是太满意 没过几天 秦汉良一家闹了起来 几个儿子要求分家产 秦汉良很生气 我还没死呢 分什么家产 秦笛说道 爷也没死 不是做出表率 分了家产吗 话是这么说 但良者显然不一样 秦赵集八十岁才分家 秦汉良才六十出头 将来的日子长着呢 于是乎 这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朱婉听说了这件事 在家里很开心 哈哈 我只有一个儿子 不用考虑分家产 汉成 你说 我是不是很英明 秦汉成哭笑不得 英明 英明 就是人叮单薄了一点 要是早年 我那房妾就好了 朱婉白他一眼 你倒是那妾啊 谁还拦着你不成 秦汉成探道 我已经老了 没耐的心思 只是开玩笑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 开始提倡一夫一妻 那妾的人逐渐减少 当然 这种事也要看人 看家境 比如说 后来的台宿王永庆 1917年生人 不是娶了四个老婆吗 这些人比秦迪小了二十岁 比秦汉成差了四五十岁 第119章 歌仙出世 转眼到了4月10日 清明过后第四天 黄道吉日 一嫁娶 这一天 秦家邀请亲朋好友 相聚在外滩的 和平费尔蒙酒店 正式宣布秦迪和艳雪订婚 前来观礼的宾客中 有大资本家张诞儒 卢作福 陈广福 荣德明等 有秦悦请来的左连作家十几人 有朱婉和秦林认识的医学家 教育界精英 还有秦家属下的厂长 经理 院长 单是著名的歌星 影星 舞女就来了十几位 其中包括李湘斌 带着身穿军装的师长 陈生赴燕 马梅平 跟着一位清白党的官员赴燕 还有蝴蝶和阮林玉 他们是常年待在魔都的演员 也受邀过来 凑热闹 这些女人看见秦迪和艳雪 无不露出艳羡的神色 同时打心里发出叹息 李湘斌端了一杯酒走过来 恭喜秦先生 艳雪小姐 花好月圆 白头偕老 秦迪笑道 听说你结婚了 可惜 我当事人不在魔都 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 李湘斌道 感谢先生大梅 马梅平也过来敬酒 先生大德 小妹记在心里 秦迪道 如果遇到难处 可以寄一封信来 多谢多谢 不知为何 徐志摩和陆小曼也来了 两人走到秦迪跟前 举杯祝贺 徐志摩道 转眼间 过去好几年 呵呵 幸亏我还活着 秦迪叹了口气道 祝两位百年好合 我以前年轻 说错话了 请别介意 徐志摩 哈哈笑道 你再看看 我的寿命 还剩下几年 秦迪微微一笑 道 生如下花之绚烂 又何必在乎寿命 徐志摩伸手拍了拍 他的手臂 道 这句话 是泰格尔说的 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翻译这句诗的人 是我的好友郑郑多 看着对方乐观洒脱的样子 秦迪的心里有些难过 就像小珍再赐自己的心 他鬼使神差地说出一句话 徐先生 你最好少坐飞机 这年头飞机不平稳 徐志摩一正 怎么 你还是认为 我会出事 陆小曼一拉他的衣袖 走了 走了 别听他乌鸦嘴 两人匆匆现身 喝了一杯水酒 然后匆匆而去 仿佛一场春梦一样 李景辉带着明月歌舞团的 一群小演员 出现在宴会上 为众人唱歌助行 秦迪在那些小演员中 看到了金嗓子周璇 他才十一岁 已经被发掘出来 等到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 顾如梅和宴雪出场了 顾如梅弹出优美的琴曲 宴雪亮出了 金氏歌喉 他演唱了 花好月圆 和日君再来 如果没有你 笼上一朵玫瑰等 他那美妙的歌声 放出绝妙的仙音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鱼音绕梁 三月不知肉味 至此人们才知道 那快智人口的三张专辑 像晚辞 叶上海 和 长城谣 竟然是他唱的 每个出现在现场的影星和歌星 舞女 都对燕雪佩服的五体投地 原来如此 雪像晚就是燕雪 只有他 才能配得上秦先生 秦先生手身如玉三十一年 竟然是为了等他长大 前世五百年的回首 只是为了今生的等待 天哪 这是怎样的爱情 我被他们俩感动了 而那些道场的左联作家们 也感到很吃惊 因为 长城谣的感染力非常强悍 每一首歌曲 都传遍了大江南北 乌苏里江水长又长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 也不能分割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风吹绿草遍地花 我爱你塞北的雪 红颜上红梅开 这些曲子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许多作家一直在猜测 作词 作曲 演唱者究竟是谁 没想到 今天终于解开了神秘的面纱 歌者雪向晚订婚了 就连明月歌舞团的组织者 李锦辉也忍不住 对艳雪鼎领膜拜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艳雪是横跟三百年 杰出的歌仙 今后三百年内 不会有人超过他 秦先生真是好运气 竟然能娶他为妻 真是献煞人业 而弹琴演奏的顾如梅 虽然记忆惊人 但他的风采 都被光彩夺目的艳雪掩盖了 这场盛大的宴会 一直持续到深夜 宾客们还久久不愿离去 第二天 几家报纸上都在头版刊登消息 沉寂数年的传奇 歌唱加雪向晚 终于在昨晚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大音牺牲 歌仙雪向晚订婚了 在场宾客有幸 聆听他的歌声 歌仙雪向晚嫁入豪门 准备迎娶他的 是魔都大富豪秦家 三次诺贝尔奖获得者 朱婉的儿子 同时也是秦家偌大家产 唯一的继承人情敌 消息传出来 有不少人表示不满 哼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听说秦家大少 是典型的花花公子 结交的舞女 歌星不计其数 雪向晚眼瞎了吗 怎么会嫁给 他这样的人 唉 熙熙攘攘 皆为力望 歌唱得再好听 还不是成了财富的奴隶 这有什么 雪成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 身为歌舞技 嫁给有钱人 还不是一回事 总而言之 很多人对燕雪和秦迪扁 多余包 燕雪看了报纸 感到很不安 他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 对秦迪道 先生 我不该上台唱歌 我先前受了阿梅的蛊惑 还以为 能为您添几分光彩呢 秦迪微微一笑 轻者自轻 随他们说去 燕雪自责道 我不该在人前 展露头角 秦迪笑道 人有了才华 想压也压不住 在他看来 燕雪还年轻 年轻就容易气盛 即便歌在异界 也常有惊人之举 不杀的失衡便 也就算好的了 而在这末世的民国 略微展露头角 抛头露面唱首歌 那又怎么了 难道说 作为修真者 就该受打压 连唱歌也不行 因此 他宽慰燕雪道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燕雪道 可是 先生您为什么那么低调 秦迪心想 我也曾经年轻过 第一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是踏上仙路 修炼几百万年 杀了不知道多少人 该出的风头都出广 随着时光的流逝 青春和热血一点点被消磨 所以现在才能耐出兴奋 他并没有多解释 只是说到 顺其自然 不必强求 无论你做什么 只要出于本心 我都不会介意 秦迪自己碍于天道 很多时候只能刚看着 不敢大幅改变历史格局 可如果燕雪无意间做了什么 那也不能怪在他头上 天道反噬的力度 应该弱一些 第120章 秦家男人都挨骂了 秦迪和燕雪订婚的风波还没有完 随后有魔都画报 和良友画报的狗仔队 经常出没在秦府周围 试图挖他们的新闻 这两家画报 都是大型综合性摄影画报 扒开本 倒灵纸精硬 有照片 有文字 影响力比较大 秦迪虽然知道有狗仔队 但没有亲自下落手对付他们 只让保镖将少数 靠得太近的人赶走 人家也是混口饭吃 只要不胡乱编造新闻 就没有严打的理由 说实话 这些狗仔队也很辛苦 不管埋伏多久 都难拍到 秦大少有价值的照片 秦迪已经注击了 提标有一种奇异的神光 拍出来的照片很模糊 没办法印在画报上 燕雪的功力 才只是炼器第五层 虽然秦迪之下 也能改变面容 但他并没有那样做 而是出门蒙一层面纱 遮住大半个面孔 拍出来的照片 显得愈发的蒙蒙精美 因此之故 那些狗仔队 都将主要精力放在 跟拍燕雪上面 眼看他在 杜容和杜兰的保护下 进入复旦大学的校门 还有人守在教室的外面 隔着窗子 对他进行拍摄 那些照片 每一张都非常精美 不论从哪个角度拍摄 都显得美轮美奂 因此之故 每一期的 魔都画报 和良友画报 都有几张燕雪的照片 两家画报的 发行量节节攀升 有人精心地收藏画报 也有人将燕雪的影像剪下来 专门做成 蒙娜丽莎写真集 而极少数的有钱人 则设法收购燕雪的原版照片 甚至底片 这让那些狗仔队 都跟着发财了 毕竟 燕雪是当时最著名的歌星 他唱的近30首歌 每一首读快智人口 电台上每天播放 普通老百姓都会哼几句 像他这样的歌星 比后世的歌坛天后强多了 不信你回头想想 那些所谓的 天后 除了邓丽君之外 有几位唱了30首新歌 一直让人念念不忘 传唱不休的呢 民国三四十年代 魔都出现了七位女歌唱家 分别是周璇 白红 姚丽 白光 宫秋霞 李香兰 吴殷殷 他们的名字到21世纪 还在华人圈耳熟能详 就因为他们唱红了很多好歌 开创了流行歌曲崭新的时代 而燕雪比他们出道还早 算是中国流行歌曲 亘古以来第一人 他的歌声奇妙非凡 早已超出了凡人的范畴 即便是后世的天后 也难模仿他三成的歌喉 因此之故 追逐燕雪的狗仔队长胜不衰 随着时间的流逝 甚至越来越多了 经过报纸和画报的轮番渲染 他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响 渐渐成了国民女神 而他显然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越来越后悔 不该在订婚宴上唱歌 哎 我要是当时不声不响 哪有后来这些事呢 我太爱慕虚荣了 这种虚名 对我有什么用 这些人是不是疯了 为啥老追着 我不放 他一直觉得 自己是一个小丫头 压根配不上情敌 所以才在订婚宴上出一把风头 可是没想到 后面的风波越来越大 让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将当时隐心蝴蝶和软铃玉都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更因为 他将要嫁入秦家 有人听一句歌曲 就忍不住骂一句脏话 他娘的秦大哨 为父不仁 霸占我的梦中秦人 秦家女人 一个个光彩夺目 秦家男人 全他妈臭狗屎 秦家女主人朱婉 中国最著名女科学家 秦家长姐秦玲 继承母亲的志向 拿到两次诺贝尔奖 秦家小妹秦月 当时著名女诗人 如今又多了一个歌仙雪向晚 更加的光彩夺目 这些人凑在一起 就像天空中璀璨的星辰 可是秦家的男人呢 秦汉成唯唯诺诺 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秦敌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 游手好闲 这些人连带着 将秦汉成骂进去了 甚至有人追溯到 老爷子秦赵吉 都跟着挨骂 除了两家话报之外 还有一些报刊的记者 不断追逐燕雪 试图生挖戏挖他的日常生活 想知道他和秦大少 究竟在做什么 有人悄悄联系国泰药业 慈安医院 秦市两行的职员 不断揭露秦家的秘密 写出一连串的文章 国泰药业 中国最大的西药集团 秦家发财致富的金木鸡 不断扩张中的慈安外科医院 在全国拥有25家分院 救助伤者不计其数 秦市两行 粮食交易的巨无霸 沿着长江 黄河布局 开辟多家分行 按照海关统计 但是去年的下半年 就进口粮食280万吨 秦家这么大的手笔 究竟想干什么 这些文章每一篇都引起震动 特别是关于秦市两行的文章 连续几天都有人不断深挖 渐渐的人们发现 秦家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 然后在国内以低价售出 平均售价只有其余粮行的8成5 极大的平移了物价 让无数百姓受益 秦家通过国泰药业赚钱 然后大举进口粮食 低价提供给各地的百姓 因此救活了不少人 去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 导致200多万人饿死 按照各地官方的统计 如果没有秦市粮行进口的粮食 死亡的百姓会超过六七百万 按照国家水利局的预警 因为去年冬天天气寒冷 长江上游 有大量冰雪堆积 预计今年华中地区 可能会爆发洪水 建议各地储备粮食 否则会有大饥荒 根据秦市粮行内部人 透露的消息 秦家在四川 湖北 湖南已经建立了大型粮仓 经过多年的积累 储备了近百万吨粮食 于是乎 开始有人赞叹秦家的善行 也有人忍不住发出感叹 天哪 秦家真有钱 竟然储备百万吨粮食 你算算值多少钱 没想到 秦家还是大善人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秦家救活了几百万人 是不是该成仙成佛了 秦家不声不响 做了这么大的善事 应该受到赞誉和尊重 我以后不骂秦家为父不仁了 第121章 本心与天道 不过 包扬秦迪的好消息并不多 很快便有小报带歪了风向 根据可靠消息 秦市粮行主要是秦汉城在管 秦汉城留学英国 熟悉食品外贸 十几年如一日 一点点将粮行做大 秦汉城鞠躬尽瘁 为粮食转运操碎了心 而大少爷秦迪 连续数月不见人影 不晓得浪荡到哪里去了 秦大少只知道 吃喝玩乐 经常出入各大舞厅 劫时的舞女数不胜数 根据熟悉娱乐圈的人士披露 秦大少爷投资明月歌舞团 买下百代唱片公司 就是为了结交无知少女 上当受骗者不知反己 秦大少在小红楼有一间密室 装饰得金碧辉煌 他把那儿当成了皇宫 将旗下歌手当作妃嫔 渐渐的 针对秦迪的污蔑和讽刺越来越多 有些话变得很不好听 对于这种污蔑和讽刺 秦迪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是转世的仙人 心里关注的是天道 不是人间的舆论 除了国仇家恨之外 其余的是 他都随心所欲 高兴了就插手 不高兴就置之不理 老实讲 如果按照仙人的思维方式 洛飞秦迪第一世生于中国 受过三十年红旗下的教育 他连国仇家恨 都不会放在心上 他知道 所有的舆论都很短暂 过不了多久 就会烟消云散 反正他已经铸鸡了 拥有四百多年的寿命 没有人能伤害他 就算被人家骂两句 又不会少一根汉毛 他需要给自己证明 处心积虑的孤名钓狱 将自己包装成积极进取 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积虑的似有青年吗 他不需要 不管是污名还是美誉 对他来说 都行同服于 他只要出于本心 在不耽误修行的情况下 小心翼翼地为这末世的中华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至于他的功与过 有老天爷知道就行了 若能在他度劫的时候 网开一面 便是对他最大的奖励 又何必说出来给世人听呢 当然 他也不会约束艳雪的行为 一个年轻的修真者 总得做点无厘头的事 只有经历了繁华 才能耐得住寂寞 这也正是他将燕雪带入娱乐圈 让他演唱经典歌曲的缘由 否则 他可以为与筹谋堵住这条路 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这些事了 作为修真人 拥有健康的身心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燕雪一直很听话 从来不做一点出格的事 那么久而久之 就可能压抑身心 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心魔 有的师父对徒弟管教严格 以为那样是对徒弟负责 可是做弟子的 却觉得受约束 仿佛陷入无休止的牢笼中 最终会挣脱牢笼走向毁灭 这就像做父母 教育孩子也是一种艺术 有些父母天天唠叨 让他们学习学习再学习 长到18岁还是乖乖宝 然而等到高中毕业进入大学 一下子放飞自我 将书本一丢 喝酒 泡妞 泡网吧 醉生梦死去了 有的甚至连续放飞几十年 直到四五十岁才醒悟过来 可是一切都晚了 秦敌的本意 是拿艳雪当徒弟的 无奈世俗逼着他做出选择 宣布彼此之间结为连理 但即便两人结了婚 也不会将修炼割下 就当是寂寞仙路上的神仙伴侣吧 他如果一直拖着 不娶艳雪的话 反而会伤害对方的心灵 那样艳雪的仙路也就断绝了 修真人 就像震翅腾飞的大鹏鸟 绝云气 赴苍天 展翅翱翔 随心而为 除了保持对天道的尊重以外 哪有那么多约束 1931年4月28日 秦敌借到老约翰发来的电报 说有一家破产的自行车厂 只要五十万美元就能拿下来 秦敌大喜 当即只是将其买下 将所有机械打包运到摩都来 并且雇佣一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一起随传送过来 在美国 人们崇尚的是汽车 自行车只是休闲锻炼的工具 并不是常用的交通工具 马路上没有自行车道 自行车跟汽车一起跑 往往让人提心吊胆 而在中国则不然 因为百姓贫困 缺乏钢铁 道路不通 做不到汽车的普及 自行车就成了良好的交通工具 中国被称为自行车大国 按照后世的统计 1995年单是北京一个城市 自行车就多达831万辆 然而在1928年以前 中国的自行车 9乘9是舶来品 主要是从欧美和日本进口的 1928年 摩都有几家人力车型 开始尝试着自制零部件 结合从国外进口一部分零件 然后组装自行车 但因为缺乏核心技术和机械设施 同时也没有合格的钢材 所以产量很低 1937年 日本在摩都 天津 沈阳建立自行车厂 才有了全部零件 但因为战争的缘故 产量依然很低 1940年 摩都自行车厂成立 也就是永久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 使得中国有了自己的品牌 直到1949年 中国自行车产量 也只有1.5万辆 秦迪知道 自行车是个好东西 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因为汽油受限 汽车都开不动啊 自行车和三轮车 就成了绝佳的交通工具 所以他很快成立了一家企业 取名为神龙自行车厂 注资500万元 在摩都建设厂房 同时提前进口了一批钢铁和橡胶 准备生产自行车 他给自行车厂取神龙这个名字 主要还是源于恶趣味 既然有凤凰 飞哥 金师 那我就取名神龙 好了 截至此时 渡口市的钢铁厂 还没有生产出钢铁 不过按照厂长张振业的汇报 铁矿石已经挖了不少 煤矿也投入生产了 焦化厂练出了第一炉焦炭 距离钢铁厂的全面投产很近了 为了筹建自行车厂 秦迪不得不登广告招聘经理 最终 他选择了王守明的堂弟王守清 家学渊源 出身苏州 怀后堂 品行优良 值得信任 王守清今年32岁 曾经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 回国后 在金陵机械工业局工作了三年 算是张景江的属下 因为民生汽车厂 是张家和秦家合资的工厂 所以他受到堂兄王守明的邀请 来应聘自行车厂的厂长 秦迪跟他交谈了一番 感觉很满意 他打心里发出感叹 中国也有绵延数百年的大户人家 特别在江浙一带 比如说孤苏王家 近代出了王继烈 王继彤 王继典 王继续 王继玉 王守静 王守武 王守绝 王淑珍等一批科技界顶尖人物 再比如吴越前家 近代出了一位诺奖 二位外交家 三位科学家 四位国学大师 十八位院士 类似的还有晚山顾家 海宁奖家 这些世家代代相传 培养了不少人才 日后世家逐渐消亡 学校培养的人才很多 却了传承数百年的底蕴 没有了忠厚 永逸和宽宏 既然相信对方 秦迪便开了一张五百万元的支票 后面的事情都交给对方处理 做完这件事之后 他便和燕雪一起 挑了个寂静的夜晚 纵身离开秦府 前往百余里外的苏州 然后从苏州乘坐火车 一路向北 直奔东三省而去 那里有很多宝贝在等着他们呢 第122章 流失的国宝 此时的东三省 看似平静 实则酝酿着一场 惊天大波澜 再有几个月 就要出事了 此事有多重原因 内外两方面都有 这里先说一点内因 在事件爆发之前 日本人占据了朝鲜 在中国东北修筑了南满铁路 拥有铁路沿线的驻兵权 这是一个很混蛋的协议 在别人国家修铁路 就能驻扎军队 这算什么玩意 1929年 张学善为了收回中东铁路 先跟苏联人打了一架 结果灰头土脸 暴露了虚弱的本质 民国政府宣布跟苏联断交 这给日本人创造了条件 随后 日本人处心积虑挑动中国内战 汪大卫 李总任在广州另立中央 石友三在华北叛乱 日本人协助流亡大连的延西山返回山西 跟石友三合攻北平 天津 张学善率领大量东北军进入华北 而且他自己常驻北平 无暇顾及东北 而在南方 除了军阀混战以外 再加上洪水大灾难 弄了个焦头烂额 所以日本人才会承虚而入 说起来 这跟当年满清入关一样 当年的明朝因为大饥荒 再加上鼠疫和瘟病 类似于COVID-19病毒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李自成 张献忠杀人如麻 明朝政府无力围剿 最后国破家亡 清兵杀进来了 作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 如果不是虚弱到极点 内乱不堪 谁吃饱了撑的 敢欺负上门 当然 外淫也很重要 强盗来了得先打 打完了还要扎离吧 秦敌这时候去东北 已经无法挽回乱局了 不管怎样 历史还会照着该有的方向行进 这场浩劫无法避免 这也是中华民族承受百年耻辱 然后完成凤凰涅槃过程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 那么他和燕雪去东北做什么呢 他们要去做一件事 这件事也要从头说起 话说 1912年2月12日 清廷宣布退位 紫禁城的外朝 部分为民国政府所有 而迅帝溥仪在内庭 依然保持一个威形小朝廷 俨然国中之国 1924年10月 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接管北京全城防务 修改清室优待条件 将殉帝溥仪牵至石刹海 纯卿王府 苟延13年的小朝廷 寿终正寝 1924年11月20日 紫禁城完全收归 北洋民国政府 不到一年时间 将宫内物品大部分查点完毕 登记造册 今初步清典 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 共有117万余件 包括三代鼎仪 远古玉器 唐宋元明各代的书法名画 宋元陶瓷 发廊 漆器 金银器 竹木崖角袍 金铜宗教造像 以及大量的地后飞瓶服饰 衣料和家具等 可谓精粹诸玉 奇珍异宝 无不尽有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图书典籍 文献档案等 1925年10月10日 经过一年筹备 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 并举行庆典 1928年6月 南京国民政府 接收了故宫博物院 然而这些文物并不全 在此之前 就已经有大批文物流失了 最为严重的国宝流失 发生在溥仪身上 早在1922年7月 溥仪就开始以 赏赐其地溥节为名 趁溥节 溥家二人 每天上午 进宫半期读书之机 将珍贵地送 原版善本书偷运出宫 因为善本书 与溥节兄弟 平时随身携带的 课本大小相类 方便携带 盗运活动 没有引起 内承守备 对执勤士兵的任何怀疑 几个月后 盗运活动的规模 逐渐扩大 开始时几天赏一次 每次识卷或识册 后来 几乎是逐日赏赐 赏赐数量 也逐日增多 盗窃活动一直持续 直到溥仪 被逐出紫禁城 才得以终止 溥仪被逐出宫后 先是居住于其 附载封淳王府 被盗出的书画 古籍就存在淳王府中 不久溥仪 躲进了日本驻华宫使馆 1925年2月23日 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 溥仪前至天津 从宫中盗出的文物 通过铁路运抵天津 英租建 为了维持自己的奢华生活 溥仪开始通过 各种人物搭桥 出卖盗运出宫的字画 那些画都很珍贵 亦付能卖出千两黄金 后来 溥仪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 从天津搬到东北 带有书法名画 手卷约30箱 书法名画册页4箱 书画挂轴1箱 内装21件 送原版书31箱 电版书3箱 内装不册不详 最后 这些宝物 大多落在日本人手里 秦敌和雁雪奔赴东北 是冲着这些东西 以及大帅府的藏宝去的 他们先趁夜 潜入沈阳故宫 找到溥仪居住的地方 将宝物洗劫一空 具体细节不需要描述 因为秦敌的功力太高了 筑机修饰 轻轻一跳就是两三里 移动速度每秒数百米 趁着夜色窜过去 谁能看得见 而且 他手里还有几柄飞剑 那些飞剑 都是古代的金丹 原因 不需修饰留下来的 每一柄都祭练了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 不但锋利无比 削铁如泥 而且 在他的灵力催动下 穿墙打洞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房门外的大铁锁 秦敌伸手一捏就碎了 宫殿内外的护卫兵丁 远处的不用管 近处碍眼的在头顶一拍 就能让他睡一整夜 醒来 还不记得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 秦敌要想做大盗 全世界的宝物 他都予取予求 就算一个式的军队守护都没用 因为他已经不具刀枪了 先人居于凡俗世界 只怕天劫 不怕人劫 天劫是指苍天 他与国家意志也有一定关系 正因为如此才不能干涉国体 人劫指的是私人之间的伤害 其实 这时候的沈阳故宫 藏品并不是很多 沈阳故宫最早被沙皇俄国截掠过 1900年9月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沙俄军队占领沈阳 打开了圣经皇宫禁地的大门 沙俄军队占领沈阳故宫两年半 其间一些建筑遭到破坏 大批针丸丢失 剩下的宝物则在1914年 被北洋政府运送到北平和南京 而秦笛和艳学洗劫的宝物 则是被溥仪偷窃携带的部分 数量看似不多 只有四五十箱 但其中有很多精品 包括唐舟房 三花式女图 五代黄泉写生真情图 北宋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南宋的肖香卧油图 李迪的红白芙蓉图 还有一套清定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溥仪的寝宫里 潜入藏宝的房间 打开一个个保险箱 拿到金砖一百八十块 每块十公斤 十两重的大黄鱼三箱 银元五百万元 以及珍珠 玛瑙 翡翠 宝石等六七箱 而这些东西 对秦笛而言 还只是开胃菜 真正的今天之举 还在后面呢 溥仪毕竟是个失事的皇爷 身家财富 大部分被民国政府剥夺了 而张学善的大帅府 却不然 大帅府始建于1914年 收藏着张家父子两代人的财富 第123章 惊天大道 大帅府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 按理说 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宝物 难度太高了 绝不是一夕之间能做到的 但是 秦笛还有一招杀手锏 他潜入大帅府 伸手摸摸别人的脑袋 就能以搜魂之术找到藏宝室 随后几天 他和燕雪咒服夜初 凭着搜魂术 鬼魅般的身法 和无坚不摧的飞剑 在东北四处游荡 做了几起惊天大案 在短短的五天里 他们先后洗劫了 东三省官银号 一亿两千万元 一元就是一块大洋 奉天银行五千七百万元 外加三千万日元 编业银行三千六百万元 外加一千一百万美元 还从张学善的大帅府官邸 盗走黄金八万条 每条两公斤 即256万两 相当于80吨 折合2.6亿元 外加两千万日元 以及数百万英镑 和美超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 一年的岁入只有七亿元 大帅府储存的黄金价值 竟然超过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看见那么多金银 勤敌着转世的先人 也几乎背弃个半死 历史上这些东西 全部被日本人抢走了 按照陈觉先生所述 日军占领东北 给东北造成的损失 高达五十亿美元 日本人不但抢了大批的金银 而且在后来的十二年里 从1932年到1944年 劫掠煤炭2.23亿吨 钢材580万吨 生铁1100万吨 石油每年20万吨 木材1.1亿方 粮食1.2亿吨 这些被劫掠的资源 都成了日本侵略者 继续屠杀中国人 乃至于将战争扩大到 东南亚和太平洋的物质基础 对于这些大宗商品 勤敌没办法阻止 被日本人抢走 但他可以提前一步 抢走金银和美元 反正张学良的东北军 也不抵抗 留给他就是造孽 不说这些大宗商品 就说沈阳兵工厂 被日本人占据之后 里面还有大炮668门 机枪2724艇 步枪10万支 弹药无数 可以直接武装20个陆军师 勤敌在沈阳兵工厂 看见这些成品武器 气得眼珠子都红了 他奶奶的 难怪中国人抗战 打得那么艰难 有这些好东西 不早点拿出来 其让拱手让给了敌人 这不是助纣为灭吗 关于这段历史 勤敌事先并不是很了解 他并不知道 日本人从东北军那 接手了260架飞机 上百辆坦克 也不知道 沈阳兵工厂 被称为东方克鲁博 更不知道东北军的实力 当时的东北军 拥有29个步兵旅 8个骑兵旅 3个炮兵旅 还有空军 海军 屯墾军 总共46万人 拥有300多辆坦克 400架飞机 21艘战船 张作霖在长达 20余年的时间里 控制了东三省和北平 剥夺了东北的延税 关税和各种税 不但自家积累了 惊人的财富 还在沈阳兵工厂 投入5亿元 将其建成了 亚洲最大的兵工厂 当时兵工厂 拥有洋人技师上千人 职工36000人 各种机械一英俱全 单式机床就有上万台 沈阳兵工厂 年产大口径火炮150门 小口径火炮上千门 炮弹20万发 年产步枪6万支 枪弹1.6亿发 轻重机枪1000艇 看见兵工厂堆积如山的枪械 秦迪的心里感到很痛苦 悲愤交加 难以抑制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恨不能立马将兵工厂炸了 可是兵工厂里 还有不少三班岛的工人呢 这些人又不该死 而且真要炸了的话 会不会改变历史格局 导致日本人提前几个月发动事变 将来的人回溯历史 会不会将所有责任推在他头上 所以秦迪想了半天 并没有立即炸毁整个工厂 先放在这里 等过几个月再说 他的储物腰带 虽然说拥有不小的空间 但也装不下所有的武器 于是他拣选了2700艇机枪 50门火炮 还有5000支步枪 再加上若干香弹药 然后愤愤不平地离开了 他和燕雪在东北的劫掠 自然而然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学善和溯仪得到消息 刚开始暴跳如雷 继而又惊又木 如坐针毡 溥仪也倒罢了 一个没落的皇爷 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可是张学善却拥有数十万军队 是除了清先生之外的 第二号实权人物 他家里被抢走价值 2.6亿元的黄金 这件事可以说捅破天了 他在北平再也待不住了 急匆匆返回东北 盘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负责守卫的官兵 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件事太古怪了 黄金八万条 总共十六万公斤 要是被人背走 得出动多少人 就算一人携带一百斤 那也要三千二百人 相当于两个团 这么多人 难道能像鬼一样 凭空出现 又凭空消失吗 其实 抢劫的主力 只有擎敌一个人 燕雪只是从远处看着 并没有亲自下手 秦敌改变了容貌 一秒钟掠过数百米 就像一道风一样 眨眼就过去了 他放过外围的兵丁 只将守门的兵丁打晕 抹掉他们短暂的记忆 然后用古线人留下的飞剑 轻松切开大铁门 或者在墙上挖个大洞 进去将黄金装入储物腰带 整个过程完成得很轻松 面对这样的惊天大盗贼 别说东北军没有发现 即便发现了 也无能为力 张学善查不出结果 心中慌乱 惊怒交加 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 东三省的主席 和几家银行的行长 也如丧考比地跑过来 哭诉观银和储备的美元被盗了 这些人将丢失的钱财加起来 结合张学善大帅府的损失 合计六亿元以上 这可真是惊天大案了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做这种震惊天下的大事 谁又有这种能力 能将此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成 张学善的心感到了惊恐 他觉得浑身冷嗖嗖 仿佛底裤都被人剥脱了 一下子丢失这么多钱财 几十万东北军怎么办 东北大学的老师 东三省的官员 还能发出工资吗 此时此刻 他只能严令手下人和银行行长 不能将消息走漏出去 否则 东北会变成一团乱麻 可是这种事一旦发生 想遮掩也遮掩不住 不久 还是有一家北平的小报 将消息捅出来 好啊 东三省出现惊天大盗 盗窃官营数亿元 大帅府有盗贼光顾 丢失黄金不计其数 沈阳兵工厂丢失机枪 两千七百艇 有人怀疑 惊天大盗贼出自日本 可能是日本营武者所为 因为在现场留下一把武士刀 张学善当即派人将报社查封 收缴所有的报纸 并且发布记者会 说这些事都是子虚乌有 但因为消息实在太劲爆了 所以有不少记者深入东三省 想要调查有关的新闻 这时候 就显出张学善对东北控制的力度了 他将军队撒出去 将前来调查的记者捉住 逼着他们携毁过书 或者严刑拷打 将他们定为匪徒 后来张学善还发现 被他手下军队捉住的 不单有中国的记者 还有来自日本的密探 这让他越来越感到惊心 最后迫于无奈 只好放弃阻挠 任凭记者胡说八道 反正他一概否认 再后来 就联摩都的申报都刊载文章 提到沈阳兵工厂 储存了不少的武器 建议民国政府将武器收归国有 此时已经是1931年6月 距离出事还剩下三个月 无论民国政府 想干啥都晚了 张学善也不是尼捏的 即便是蒋先生发话 他也可以置之不理 第124章 一块肥肉 秦敌和燕雪这对雌雄大盗 完成了惊人的劫掠之后 离开东三省 直奔昆仑山 在灵洞中修行了两个月 直到八月份 才回到摩都 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而他们刚一回到摩都 又被狗仔队包围了 好在这一年 燕雪从复旦大学商学院提前毕业 不用沿着固定的线路前往学校 被狗仔队的人跟拍了 秦敌将抢来的黄金 收藏在储物腰带中 枪支弹药搁置在摩都几处密宅内 大炮则丢到普陀山的庄园里 他将美元和英镑一点点 混入国泰药业的货款 分期分批存入各大银行 这需要慢慢来 悄无声息地将赃款洗白 至于说那成队的银员 他也要想办法 慢慢花出去 他将每家医院的院长召集来 给每个分院增资百万大洋 另外又挑选西部的二级城市 比如说渡口 雅安 汉中 宝基 特别是大赤军长征途径的地方 新开了五家分院 将慈安外科医院扩大到三十家 这些新开的分院都储备了医药物资 需要消耗不少的资金 可是即便如此 他也花不完 从东北抢来的大量银员 所以 他想了想 准备将剩下的钱 缓缓注入秦市粮行 进一步加大粮食储备的规模 8月16日 秦敌坐在办公室里 对着地图琢磨了许久 决定在陕西 韩城建一个粮仓 韩城位于黄河边上 距离西安和延安都只有几百里 在这里建粮仓 相当于把一块肥肉 搁在两只老虎嘴里 秦敌故意选这个地方 是想将抢来的钱财 回馈于西北内陆的人民 当然 他只管低价受粮 不会明目张胆 招惹任何一方 谁愿意抢尽管来抢 但是土匪不行 从韩城往下游 黄河比较宽 船运容易抵达 从这儿再往上 黄河变窄 水流湍急 还有湖口瀑布阻隔 已经不适合航运了 秦敌将孙胜 周明叫过来 征求他们的意见 这两人常年在外头 跑来跑去 手底下都有四五十人 很多是沙场的工人 秦敌见过那些工人 隔着李许 听他们说话 知道其中有两位 大士党员 一位叫 韩江 另一位叫 韩绍琪 果然 孙胜也推荐了他们 说 这父子俩坐视可靠 而且是北方人 可以找来问一问 于是秦敌 将韩江和韩绍琪 叫来问话 其中 韩江年龄比较大 快五十岁了 头发斑白 宝金风霜的脸上 露出善意的微笑 他来自山西 早年上过私塾 辗转来到摩都 刚开始在印然厂工作 因为能说会到 还懂得一些会计知识 在工人中颇有影响力 最近帮孙胜做了不少事 韩绍琪是他儿子 才二十多岁 身体健壮 浓眉大眼 跟着他跑来跑去 两人第一次见到秦家大少 打心底里感到好奇 他们从报纸上 看到不少新闻 听说这位秦大少 沉迷女色不干正事 秦敌问韩江 你家是哪的 韩江笑着回答 启禀大少爷 我是山西运城人 那你有没有去过韩城 去过 我太爷也是韩城人 那儿古城韩国 姓韩的人很多 但因为生活艰难 不得不四处奔走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还跟父亲去韩城寄过祖吗 这么说 你在韩城 还能找到远房亲家 是的 有些人还没出五福 我想在韩城建一个粮仓 储粮至少在百万吨以上 想听听你的看法 韩江为之一愣 大少爷 您为啥将粮仓建在那里 韩城是一个小城市 人口只有五六万 而且经常到土匪 所以并不安生 秦敌做出高深莫测的模样 抬头望天说道 我夜观天象 发现有一团大火 直奔西北而去 未来的西北地区 可能有大饥荒 真正的理由 他没法说出来 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 韩城是位于黄河西岸 按照历史记载 由于两党的通力合作 浴血奋战 日本军队进攻五次 都没有渡过黄河进入陕西 韩江呆呆地望着他 心里想笑 却又不敢笑 韩少奇低着头 拼命忍着笑 心说 还真是白痴啊 报纸上说的没错 就是个不学无数的家伙 可他的面也太好了 家里那么多钱 一辈子花不完 秦敌收回目光 盯着二人道 我如果派你们过去 提供一百万大洋 外加三十挺轻机枪 一百支步枪 让你们召集人手 能不能办成这件事 闻听此言 父子二人大惊失色 如果说先前 他们还怀疑 秦大少开玩笑 那么后面这段话 就不像是儿戏了 韩江心想 百万大洋 对别人是大资金 搁在秦大少手里 却是毛毛雨 至于说那么多武器 只要有钱 自然能买到 土匪都能买到枪 何况是秦大少呢 韩少奇 从后面拉了 拉父亲的衣袖 觉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韩江心头狂跳 却强自保持镇定 大少爷 能不能让我们考虑两天 跟家里婆娘商量一下 后天早上答复你 秦敌知道他们 要征求上级的意见 于是点点头 不急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等你们考虑清楚 再答复 我也不迟 父子俩晕晕呼呼 走出办公室 在没人的地方停下来 低声交流了几句 韩少奇道 爹 你为啥不当场答应呢 三十艇轻机枪 我们留下十艇就够了 剩下送到苏区去 韩江道 别胡说 你以为秦大少真傻呀 事后 他会派人检查 到时候 枪械数量不够 我们就露线了 到时候 他只要说一句话 就能要了我们的脑袋 那怎么办 难道放过这个机会 别忘了 还有百万大洋呢 哪怕抽一万交党费也好啊 等我将这件事汇报上去 听从上级的安排 当晚此事上报到魔都工尾 此时 大赤军还没有长征 陕西只有一个闪干游击队 队员还不到一千人 因此 没有人能猜透 秦敌 在韩城建立粮仓的目的 不过 秦市粮行遍布天下 救助百姓 善莫大焉 所以 工尾的同志仔细商量之后 决定派遣 韩江和韩少奇前去 不管是机枪 还是步枪 都不能随意拿走 但在招募保安的过程中 可以多招一些贫下中农 争取培养成自己的军队 第125章 东北的大斗 又过了两天 韩江 韩少奇带着五六个人出发了 他们到了韩城之后 一面圈地建粮仓 一面跟陕干游击队联系 请对方派几个游击队员 另外在陕北雇佣八十个贫农 开始筹建粮仓保安队 至于说武器装备 会随着运粮船送过去 擒敌将抢来的武器 抹掉抢号标志 装在大木箱里 然后交给孙胜办理 他自己不需要多关注 对他来说 这只是一件小事 虽然说 百万吨粮食已经不少了 但他准备在1931年 进口粮食1000万吨 这些粮食也不全部从美国进口 此时世界四大粮仓 分别是加拿大 美国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因为经济危机 粮食价格降到了很低的地步 一个不售的小麦价格 0.33美元 而一个不售等于 0.027吨 也就是说 一吨小麦要12美元 购买1000万吨 需要1.2亿美元 虽然说情敌的财产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 可是赃款还没有洗白 黄金珠宝都不会出售 大量资金沉淀在公司里 如果骤然拿出1.2亿美元现金 他也会感到颇为吃力 好在中美之间 粮食价格有较大的差距 他只要将进口的粮食 卖出一半 就能收回本金继续进口 剩下的粮食 还可以储备起来 换句话说 他的资金相当于注册资本 可以通过不断的滚动 结合银行借贷和延迟支付 撬动大手笔的粮食交易 并不局限于1000万吨 但因为轮船运力有限 特别是内核航运吃紧 所以不能无限量进口 实际上1000万吨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因为后世中国2018年才进口1亿吨粮食 当然在那1亿吨中八成是大豆 而勤迪进口的主要是小麦和玉米 同样的一亩地能产玉米2000斤 却只能产大豆300斤 为什么 因为大豆蛋白质含量高 储存的热量高 同样的阳光普照 光合作用 能量守恒 正因为如此 大豆的平均价格是小麦的1.7倍 是玉米的3倍 这也正是后世进口粮食 以大豆为主的原因 因为中国缺少足够的土地种大豆 先前分析日军侵略东北的原因 作为外因的部分没有讲 其实有一条很重要 那就是跟大豆有关 1930年 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 粮食十分缺乏 民众陷入饥荒 而东北却是令人眼馋的粮仓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就不断地从东北进口大豆 20世纪初 东北大豆在国际上也是强首货 1905年 日本占领大连 将其定位为满洲贸易中心 大豆 豆油 豆饼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1906年 满洲铁路成立 日本攫取了1100公里铁路的驻兵权 从而控制了东北的局势 加紧掠夺东北资源 1909年 东北出口大豆80万吨 后来 张作霖成了东北王 想要夺回一部分利益 结果触怒了日本军方 导致他在1928年6月4日 黄孤屯事件中被炸成重伤 回到奉天后身亡 所以说 人一旦饿极了 为了一口吃食 就能拼上性命 作为国家 也能够拼上国运 因此 后世中国常年保持粮食储备 而且从来都不公开具体的数目 若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欧美国家会极力提高粮价 让中国社会动荡 迅速崩溃 大国纷争 丛林法则 一向是残酷的事 温情默默 只是表象 情敌在家里待了二十多天 想起沈阳兵工厂的那些枪炮 心里还忍不住生气 眼看着时间到了九月上旬 再有十天就出大事了 他心里觉得很沉重 一股怒气 无法压抑 于是 他没有通知雁雪 便清空了储物腰带 趁着夜色深沉 纵身往北方飞奔 他是助机修士 一个跳跃就是三里远 从摩都到沈阳 一千七百二十公里 他竟然一夜之间就赶到了 白天 情敌在沈阳找个旅馆休息 等到后半夜 人困马乏时 他又一次光顾兵工厂 避开守护的军队 将大炮一百门 步枪两万余支 但要一千多箱 装入储物腰带里 然后 他拉响两枚手榴弹 经走了值班工人 进而引爆了剩下的弹药 当夜 兵工厂火光冲天 爆炸声震耳欲聋 等到第二天上午 爆炸声渐渐平息 数千军队 三万名工人 从四面八法聚拢来 看见兵工厂被夷为平地 数千台机械变成废铁 顿时目瞪口呆 悲从中来 哪个天杀的混蛋 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天哪 工厂毁了 从今以后 所有人都失业了 老婆孩子要喝西北风了 为了建设厂房 调试机械 多少技术人员 耗费无数心血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是说 大帅派了军队保护吗 兵工厂附近 铸扎着一个旅的东北军呢 当天 张学善从长春匆匆赶过来 看见一片废墟 心中绞痛 面色惨白 立即掏出墙来 想要杀人 废物 全他妈废物 留着你们有什么用 来人 所有士兵 每人识别 所有军官 五十军棍 备战 备战 全军备战 秦敌躲在远处静静地瞧着 心想 东北军要是能全面备战 反倒是一件好事了 次日夜里 他再一次光顾了大帅府 上次他来的匆忙 只偷走黄金和美元现钞 其实 大帅府不只有黄金 还有别的好东西 秦敌趁着张学善带走大量的守卫 在大帅府仔细搜查了一整夜 找到两个密室 发现银元四十箱 古玩字画三十箱 珠宝首饰三箱 以及许多的玉器 陶瓷 发廊 漆器 金银器 竹木崖角袍等奇珍一宝 价值不知几何 那么 历史上张家到底被日本人 抢走多少财物呢 1990年 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善 当年关东军司令本庄 凡将你的财物运去北平 全部送还给你了 是不是真的 张学善回答 不是所有财物 只送来两列火车 由此可见 张家到底有多富裕 贪了多少明知明高 第126章 国耻日 等到张学良得到消息 从沈阳匆匆返回时 看见家里一片狼藉 连挂在墙上的字画 都被接走了 经不住腿一软 脑袋一片空白 嗡的一声 晕了过去 上次 他被抢走大量的黄金 就已经痛彻胸腹了 这次被洗劫得更彻底 几乎让他变成了穷光弹 当然 他手里控制几十万军队 只要给他两三年时间 还能迅速积聚家财 问题是 日本人会给他充足的时间吗 张学良的内心受到重创 口吐白沫 四肢冰冷 旋即被送到北平最好的医院疗养 他跟历史上一样 没有在918爆发的时候 留在东北指挥战斗 沈阳冰工厂的爆炸 是一件惊天大案 消息传遍全国 再也遮掩不住 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 都报道了这件事 有记者采访工人 货系工厂被炸时 里面还有数百门火炮 十万支步枪 数不清的弹药 心疼的直跺脚 将其刊登在报纸上 一时间 全国的军阀 都对张学良口诛笔伐 尤其是川军 武器装备太差了 听说 沈阳冰工厂 有那么多好东西 最后竟然全都被炸了 心里又急又怒 一个个气得吐血 而在湖南和江西 正在反围角的大赤军领导 则感到义愤难平 发出一声声悲叹 我们要是有那些枪械 早把白狗子撵走了 广州的汪兆明 痛骂张学良 将他骂得像狗屎一样 总裁蒋先生也非常不满 给张学良发去电报 贤弟 放着那么多好东西 怎么不跟中央军分享 好好的冰工厂 为何不严加看守 既然被人混进去 你太让人失望了 张学良躺在病床上 欲哭无泪 比起冰工厂的爆炸 他更心疼家里被盗的财产 可是偏偏没法说出去 如果黄金 白银 美元没丢 即便冰工厂被炸了 他也能重新复建 可是现在 啥都没有了 他想死的心都有 张学良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赵四小姐一直在旁边伺候 转眼到了9月18日 赵四见他心情郁闷 说道 汉青 今晚在开明大戏院 有一场异演 据说梅兰芳会去 要不 我们去散散心 张学良在床上躺得浑身难受 于是道 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当天晚上 戏院的演出很精彩 张学良看得津津有味 忽然接到手下通知 说 沈阳有长途电话 张学良并未在意 交代手下 你去帮我接听 问问 有什么事 结果 这名手下接听之后回报 少帅 沈阳出大事了 张学良匆匆离去 先接了电话 又接到紧急电报 他回到家中 凌晨一点 召集东北军 留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会 他以为日本人只是试探 未免战事波及全国 所以下达不抵抗命令 殿请南京出面 要求国联攻财 随后 蒋总裁同样下令避免冲突 因此 东北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 此后三个月内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 而国际联盟受中国申诉后 前来调查 采取绥靖政策 不对日本做出惩罚 这就是918事变 至于说 日本人如何炸毁南满铁路 然后栽赃给中国人 具体细节就不说了 918事变 是中国14年抗战的开始 也是中国的国耻日 事变发生后 引起举国震惊 无数民众走上街头 9月20日 918事变发生后 仅两天 大赤党就发表 为日本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 只有广大群众的铁拳 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 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并发出指示 要求满洲党组织 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 中东路 及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 与动摇不满的东北军阀中 去发动反日斗争 游击对战争与兵变 而蒋总裁则号召百姓忍耐 等待国际调停 不让战争扩大化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 南国诗社著名诗人 广西大学校长马军武 在1931年11月2日的魔都 《时事新报》 上发表了一首诗 《挨沈阳》 赵四丰留诸武狂 偏偏蝴蝶正荡型 温柔乡是英雄种 哪管东诗入沈阳 告急军书业办来 开场闲管又相催 沈阳已现休回顾 更报家人无几回 诗中开头出现的三位女子 一是赵四 即赵一迪 人称赵四小姐 后来与张学良结婚 二是朱武 即朱梅云 其父朱起前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 代总理 她排行第五 是张学良秘书 朱光木的夫人 第三位便是著名 隐星蝴蝶 蝴蝶拍过 《火烧红莲4》 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 还拍过 《歌女红牡丹》 《秋善院》等电影 在当时红遍半边天 按照报纸上的说法 这三位女子 便是沈阳市边纳晚陪 张学良跳舞的家人 这首诗 给张学良增添了无数骂名 可是却约望了隐星蝴蝶 因为蝴蝶当时没有去北平 也没跟张学良跳舞 时事新报的影响力很大 再加上国破家亡 面对外敌入侵不抵抗 这首诗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蝴蝶成了红颜祸水 实际上 张学良的不抵抗 不等于所有东北军 都放下枪 918事变次日 沈阳沦陷 面对北京黑龙江的日军 马战山将军 在省府会议上拍案而起 首途有则 绝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的 让与敌人 马战山率数旅之军 聚首嫩江桥 血战三天二夜 抗击进犯 齐齐哈尔之敌 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教师 纷纷通电要求北上抗日 请因杀敌 关内各地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 纷纷组织圆马团 义勇军前往东北 支援抗日 毁家疏国 举家抗日 纵强敌环四 也绝不放弃抵抗 这是当年 涌动在白山黑水间 不屈的信念 直至1933年 总数超过30万的 东北义勇军 在日本关东军的争较下 顽强抗战 白山黑水进化为赤血之躯 第127章 三叔快疯了 等到张学善得到消息 匆匆返回家中 看见家里一片狼藉 连挂在墙上的字画 都被接走了 经不住腿一软 脑袋一片空白 嗡的一声 晕了过去 上次 他被抢走大量的黄金 就已经痛彻胸腹了 这次被洗劫得更彻底 几乎让他变成了穷光弹 当然 他手里控制几十万军队 只要给他两三年时间 还能迅速积聚家财 问题是 日本人会给他充足的时间吗 张学善的内心受到重疮 口吐白沫 四肢冰冷 玄机被送到北平 最好的医院疗养 这件大案消息传遍全国 再也遮掩不住 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 一时间 全国的军阀 都对张学善口诛笔伐 尤其是川军 武器装备太差了 听说兵工厂有那么多好东西 最后竟然全都被炸了 心里又急又怒 一个个气得吐血 清先生也非常不满 给他发去电报 贤弟 放着那么多好东西 怎么不跟中央军分享 好好的兵工厂 为何不严加看守 竟然被人混进去 你太让人失望了 张学善躺在病床上 欲哭无泪 比起兵工厂的爆炸 他更心疼家里被盗的财产 可是偏偏 没法说出去 如果黄金 白银 美元没丢 即便兵工厂被炸了 他也能重新复建 可是现在 啥都没有了 他想死的心都有 张学善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赵四小姐一直在旁边伺候 转眼到了某一天 赵四见他心情郁闷 说道 今晚在开明大戏院 有一场异演 据说梅兰芳会去 要不 我们去散散心 张学善在床上躺得浑身难受 于是道 好吧 我跟你一起去 当天晚上 戏院的演出很精彩 张学善看得津津有味 忽然接到手下通知 说有长途电话 张学善并未在意 交代手下 你去帮我接听 问问有什么事 结果 这名手下接听之后回报 出大事了 张学善匆匆离去 先接了电话 又接到紧急电报 他回到家中 凌晨一点 召集留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会 此处省略五百字 不管怎样 此后三个月内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 而国际联盟受中国申诉后 前来调查 采取绥靖政策 不对日本做出惩罚 事变发生后 引起举国震惊 无数民众走上街头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 南国诗社著名诗人 广西大学校长马军武 在1931年11月2日的魔都 时事新报 上发表了一首诗 赵四丰 刘朱武狂 偏偏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种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业办来 开场闲管又相催 沈阳已现休回顾 更报家人五几回 蝴蝶拍过《火烧红莲寺》 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 还拍过《歌女红牡丹》 《秋善苑》等电影 在当时红遍半边天 这首诗给张学善 增添了无数骂名 可是却约忘了隐星蝴蝶 因为蝴蝶当时没有去北平 也没跟张学善跳舞 时事新报的影响力很大 再加上《国破家亡》 这首诗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蝴蝶成了红颜祸水 实际上 东北还是有人抗日的 面对北京黑龙江的日军 马战山将军 在省府会议上拍案而起 守徒有责 绝不能将黑龙江寸土耻的让与敌人 马战山率数旅之军 聚首嫩江桥 血战三天二夜 抗击进犯齐齐哈尔之敌 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教师 纷纷通电要求北上抗日 请因杀敌 关内各地青年学生和爱国同胞 纷纷组织援马团 义勇军前往东北支援抗日 毁家输国 举家抗日 纵强敌环四 也绝不放弃抵抗 这是当年涌动在白山黑水间 不屈的信念 直至1933年 总数超过30万的东北义勇军 在日本关东军的争较下 顽强抗战 白山黑水进化为赤血之躯 当秦敌回到摩多的时候 才是9月13日 随后 他度日如年 又等了几天的时间 才得到事变的消息 历史还是按照固有的步伐朝前走 并没有因为他的劫掠而发生改变 事变后的第二天早上 张乃景便托儿带女的赶过来 他坐在秦敌对面 瞪大眼睛瞧着秦敌 看了许久 方才开口 说道 你说的日军清华 果然开始了 他们侵占了东三省 以蛇吞向的态度 已经昭然若揭了 我只想知道 你怎么提前数年 便看出来了 秦敌叹了口气 道 山僧不解蜀甲子 一夜落之天下秋 张乃景显然对这种说法不满意 不过 既然秦敌不愿意多说 他再问也得不到答案 于是改变了话题 那你告诉我 日本人何时进攻魔都 秦敌故意掐指一算 道 日本人真正占领魔都 还要五六年的时间 张乃景又问 我上次听你说 日本人会攻占广州 杭州 青岛 济南 是吗 秦敌叹息道 大战一起 从武汉往东 所有国土 全部沦陷 张乃景文听此言 浑身颤抖 脸都绿了 他的牙齿咯咯只想 如果真这样 那我们怎么办 张家全部的财产 都在江浙一带 若被倭寇烧杀抢掠 那可就全完了 秦敌道 从现在开始 需要未雨绸缪 将一部分产业迁移到西部 剩下千步走的 就留在这里 反正日本人 也没法将房产 土地都抢去 等到将来 还可以再收回来 日本人会占据中国 多长时间 秦敌低头拨弄手指 过了好半天 才道 从现在开始算 最多十五年 张乃景略微说了口气 道 十五年我还死不了 否则死不明末啊 没想到 我堂堂中华上国 竟被小日本 欺负到这种地步 他是留学美国的人 跟留学日本不一样 留学日本的人 对日本有幻想 比如说汪兆明 宁愿选择投靠日方 过了一会儿 张乃景问 民生汽车厂 快要建成了 你说 这不是白折腾吗 早知如此 将厂子建到西边去 岂不是好 秦敌道 没关系 距离全面战争 还有好几年呢 张乃景瞪他一眼 道 反正所有资金 都是你投的 我只是沾了伯父和秦林的光 平分一半的股份 若是亏了钱 我也不会太伤心 秦敌笑了笑 我不怕亏钱 他当然不怕 从东北抢了六亿元 要是怕亏钱就见鬼了 张乃景道 你新建的自行车厂 生意很不错 似乎大有可为 那当然 我对此寄予厚望 自行车 技术含量低 比汽车容易造 也不尽然 同样需要升级换代 精益求精 秦敌说 这话没错 普通自行车很便宜 换成高档比赛用车 那就贵得没普了 技术含量差别很大 不过 对他来说 先造出普通的自行车 让老百姓美人一辆 就是天大的生意 若有山地自行车 新四军 八路军美人一辆 来去如飞 岂不痛快 秦敌忍不住想起 电影里出现的一幕 伪军穿着大褂 戴着黑色帽子 骑着自行车 一手提着盒子枪 追赶前面的游击队员 张乃景问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既然猜测 日军会进攻魔都 为啥还要将自行车场 建在这里 秦敌答道 驻见场建在渡口 魔都只有组装车间 随时都可以撤走 张乃景眼前一亮 原来是这样 我听说最近以来 有不少人从东北逃过来 我们的机会来了 正好可以招一些熟练技工 秦敌心道 我炸毁兵工厂 造成三万人失业 其中一部分人 脱家带口 逃到南方来 这倒是无心插溜溜成衣 对于这些人而言 逃离日本人的魔掌 或许是一件幸事 晚饭过后 三省会子哭哭啼啼地 从屋里冲出来 因为事变爆发 秦汉旭气愤难平 在家里拍桌子砸碗 看会子如寇愁 骂得很难听 女儿秦站拦不住 干脆拖着眼泪汪汪的母亲 想要离开家门 会子不想走啊 她一个平凡的女人 嫁到中国二十年 早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这种军国大事 跟她一个小女子 有什么关系 秦敌听见动静 赶紧出门拦阻 三省 你不能走 你是秦家人 走到哪里去 会子碑从中来 坐在门口台阶上 放声嚎啕大哭 秦站也跟着流泪 说道 哥 我带母亲出去住两天 等事情平静了再回来 秦敌大声道 不要走 瞎折腾什么 三叔 你出来 是男人 别对老婆孩子发脾气 秦汉旭双目赤红 从屋子里走出来 口里叫道 耻辱啊 国难当头 我家还有个日本娘们 走在外面 我觉得 有人戳我几两骨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 秦敌叫道 狗屁 日本娘们怎么了 ,你既然娶了她 过了二十年太平日子 就该继续过下去 没来由 现在挑剔起来了 你早干嘛去了 秦汉旭道 过不下去了 我要拿起枪 去东北抗日 你去就去好了 在这里鬼叫什么 我,我这就走 他跌跌撞撞地走出来 隔着老远 就闻到一股酒味 原来是喝醉了 正在撒酒疯呢 秦敌上前两步 轻轻摸他的脑门 封闭了头顶几处大穴 又在背后大锥 风池上捏了一把 秦汉旭 顿时像一滩软泥倒在地上 惠子和秦湛 都被吓了一跳 赶紧上前查看 秦湛道 哥 你把我爹打晕了 千万别出事啊 秦敌一手提起秦赵旭 进入对方的家 将他放在床上 然后道 莫要管他 让他睡一觉 醒来就好了 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等明天上午 我跟他好好聊聊 帮他梳理心结 第二天早上 秦汉旭醒过来 你在床头 一声不吭 惠子给他端茶倒水 他也不吱声 惠子心里难过 却无从劝解 只能站在门口屋檐下 呆呆地望着一丛菊花 他再想要不要回日本去 又有什么颜面见父兄呢 第128章 空白信件的用场 过了一会儿 秦敌来了 对惠子道 三婶 你去我家坐会儿 我跟三叔好好聊聊 惠子站在那里没有动 但是 燕雪快步走过来 将他拉走了 秦敌走进屋里 回身将房门关上 秦汉旭道 阿敌 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我当年留学日本 跟着同盟会做了一些事 参加过黄花岗起义 和武昌起义 不就是想让国家 变得富强吗 如今 民国建立20年 反而被日本人打上门 我心里很痛啊 我不想待在摩都 再做富家翁了 我想出去做点事 秦敌看着对方头上的 少许白发 道 三叔 你已经老了 拿刀动枪 还是算了吧 秦汉旭道 我哪里老了 我才50岁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我有不少朋友 在政府和军队里 已经做了高官 我去找找关系 看看能否去军队里 做个营长或团长 不管职位高地 能带兵打仗就行 秦敌劝道 三叔 你虽然参加过战斗 但不是军校毕业 再加上年纪偏大 从军不是正途 而且 日军清华才刚开始 占领东北成了事实 中央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你就算带一个师 也没有参战的机会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 有一件事 三叔你可以做 什么事 三叔是否认识 徐恩曾和戴力 秦汉旭道 这些人都比我小十几岁 我跟他们不熟 只是偶尔接触过一两回 徐恩曾留学美国 毕业于卡奈基梅隆大学 戴力是黄浦六七 他们都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我跟他们搭不上话 秦敌问 那你在中央俱乐部 有没有认识的人 秦汉旭道 我跟陈果夫比较熟悉 多年以前 我就在日本认识他父亲 五六年前 秦先生筹建黄浦军校 陈果夫在魔兜采集物资 曾经找过我几次 我帮他转运了一批枪线 秦敌陈思片刻 道 我给你一张信件 你拿了信件 去找陈果夫 我找他做什么 三叔 你等我一会儿 秦敌回到自己的小楼 找出秦先生当年留下的空白便间 提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总裁守裕 资命辛亥革命元老秦汉旭 牵头成立东亚经济情报调查科 挂靠清白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秘密搜集日本 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情报 他拿了这封信件 回头去找秦汉旭 将门关上之后 把信件递上去 秦汉旭一看就懵了 猛地跳了起来 秦敌 你胆子不小 竟敢伪造总裁守裕 这不是找死吗 秦敌冷哼道 这是秦先生欠我的 就这么一张便肩 我花了一百万大洋 给你换个小小的科长 算是便宜他了 秦汉旭一头雾水 怎么回事 你仔细说说 秦敌将当年的事说了一遍 你拿了这封信 交给陈谷夫 他自然会去找秦先生 如果秦先生小心眼 因为信间发怒的话 那么这件事就算了 你也不用对清白党寄予厚望 我估计秦先生不会发火 你只要附带一份材料 说明成立东亚经济情报 调查科的原因就行了 秦汉旭问 这个调查科究竟做什么 秦敌道眯起眼睛 从脑海深处抽出相关的记忆 缓缓说道 日本清华战争归根结底 是一场经济战 甲午战争后 日本拿着从中国掠夺的 巨额赔款做准备金 于1897年10月 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 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 极大的推动了日本产业的发展 甲午战前 日本各公司资本 只有6785万日元 而到战后的1897年 便急剧增长近7倍 达到了53252万日元 到20世纪初 日本公司总数的84% 工厂总数的80% 都是在1894年以后建立起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又借机大发展争财 1914年 日本黄金储备为3.41亿日元 1920年增至21.78亿日元 1912年 日本还是个负担着19亿日元的债务国 一战后却摇身一变 成了拥有27.7亿日元外债的债权国 从前年开始 日本陷入经济危机 很多工厂倒闭 大量人员失业 百姓饥饿 只能啃竖皮 在这样的背景下 急于摆脱困境的日本军方 谋划了918事变 企图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危机 日本占领了富饶的中国东北 开始疯狂地掠夺资源 秦迪知道这些资料 一部分来源于前世的记忆 他的记忆十分惊人 只要是曾经描过一眼 哪怕过了千万年 还能历历在目 另一部分内容 则是他翻看了近年的报纸 掌握了一些新的信息 其实 秦迪不知道的东西更多 918事变前 日本主要从当时的英属印度 及马来亚地区进口生铁 事变发生后 1931年 日本从中国东北 掠夺了24.2万吨生铁 占当年日本进口总数的61% 1932年掠夺了32.2万吨 占进口总数的73% 1933年掠夺了45.3万吨 占进口总数的71% 1934年掠夺了40.9万吨 占进口总数的67% 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 主要通过属于满铁的安山制铁锁 和属于大仓财阀系统的本系钢铁厂 其所掠夺的生铁和钢 除了在中国东北就地制造军火 以供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外 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帆等地制造武器 秦迪要是知道这些信息的话 一定会将安山制铁锁和本系钢铁厂也炸了 另外 日本从东北抢夺了大量的煤炭 主要通过满铁和满炭两大公司进行 前者统辖辅顺等28处煤矿 后者管理复兴 基西 鹤岗等12处煤矿 918事变后 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煤炭逐年增加 1932年为703万吨 1933年为885万吨 1934年为1055万吨 1935年为1127万吨 1936年为1214万吨 1937年则达到了1266万吨 在日本的进口煤中 东北煤占60%至70% 特别是腐顺煤 日本称其为工业煤绝好典型 全部用于重点部门 但价格仅相当于日本煤的五分之一 当年 日本虽然在东北没能找到大油田 但仍然掠走了不少叶岩油 918后 日本不断扩建腐顺的叶岩油厂 将其年产量从1931年的6.3万吨 提高到1936年的30万吨 而且 这还是仅仅针对东北三省的一部分掠夺 日本对华北 华南的掠夺同样很凶残 后来 日军攻入南京 单是从南京抢到的民间宝藏 就有黄金6000吨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损失的黄金超过2万吨 通过大量的掠夺和进口 日本的军事工业发展很快 1937年 日本共生产步枪42754支 机枪2295艇 火炮478门 坦克479辆 飞机1580架 军舰51724吨 分别是1931年的10倍 3.2倍 4.3倍 38.9倍 2.8倍和9倍 这使得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 第129章 挂羊头卖狗肉 秦汉旭静静地听他说话 一双眸子开始放光 秦敌接着诱导 由于坦克 飞机大规模使用于战场 钢铁 石油 橡胶及化工原料 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日本从其本国资源贫乏的情况出发 每次发动战争 都把攫取战略资源作为首要目标 通过掠夺资源 来扩充军备和扩大战争的规模 听到这里 秦汉旭渐渐明白过来 为什么要建立东亚经济情报调查科了 只有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否则两眼一抹黑 还怎么打仗啊 他仔细琢磨了一会儿 问道 除了调查日本的经济情报外 我还能做什么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日本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 日本国内还有很多倒闭的企业 所以 我想让你跟三省一起 去日本多走走 趁机收购一些企业的股份 秦汉旭斜眼看着他 莫非你想挂羊头卖狗肉 名义上调查日本经济信息 实际上是为了发展争才 嘿嘿 两件事看似不相干 实则可以合为一体 三叔 你若是做了东亚经济情报调查科的科长 在大摇大摆地去日本搜集信息 万一被日本军方知道了 很可能会把你关进监牢里 搞不好还会杀你的头 而你去日本购买企业 顺便收集经济情报 则可以掩饰自己的身份 不会引起别人的关注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先整理材料写份文件 然后再把你这份伪造的总裁手艺交上去 看看清先生会不会了砍你的脑壳 随后 秦汉旭整理了几天的材料 然后坐火车去精灵 当清先生看见陈果夫呈上来的信件时 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娘媳婢 竟然伪造我的手劲 而且还模仿得那么像 还敢公然拿到我面前 让我给他背书 这小赤佬 胆子太大了 不过 他并没有大发雷霆 而是认真阅读了计划书 轻轻点了点头 陈生说道 这件事我同意了 秦汉旭是同盟会的老人 年纪比我还大几岁 他愿意出山为国效力 这是一件好事 这个秘密的科室 不必建在精灵 就让他建在魔都 魔都是东亚经济活动的中心 更容易获得信息 陈果夫点头 请问总裁 这个科室的编制该怎么弄 清先生道 给他20个人的编制 具体人员让他自己招 薪水按照调查统计局的职员拨备 让他每个季度交一份研究报告 我要亲自阅读 你要及时送过来 清先生不单是清白党领导人 还是一位官僚资本家 背后跟着一帮财团呢 他已经意识到 经济情报不禁有利于抗战 而且蕴含着发财的机会 蒋送孔臣四大家族 一边为国家富强而努力 一边为家族财富而奋斗 这火人控制的财团 被称为官僚资本 这不是民国独有的现象 即便如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 总统身后不也有军火商 石油商人吗 财富从来离不开全市 全市必然会带来财富 那种两袖清风的官员 只是老百姓心中的幻想 但是民国时期官僚资本太贪婪了 这也正是清白党最终失去民心 退出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汉旭只在金陵待了两天 就拿到了总裁的批示 成了东亚经济情报调查科的科长 他心里也感到十分惊奇 我那侄子还真是不凡 竟然轻易做成了这件事 总裁不但没发火 还给我批了20个职员的名额 外加30万大洋的初始资金 让我回魔都全权负责调查事务 他回到魔都之后 又去找秦迪商量 具体该怎么办 他觉得这个侄子很有办法 不用太可惜了 秦迪只管提出建议 三叔 我手里有不少房产 可以帮你找一处私密的宅院 作为你的办公室 另外 我劝你联系某个大学 在学校里挂个教授的头衔 成立魔都经济学会 创立一种经济期刊 然后借助学会的名义 聘请两套人马 一套收集报纸上的公开资料 写成论文发表在期刊上 另一套人马派往日本和朝鲜 尽量收集秘密资料 写成详细的报告 交给清先生 秦汉旭想了想 笑道 这么做 除了能掩人耳目以外 不晓得有没有别的好处 我知道你喜欢角兔三窟 秦迪和 笑道 这么搞几年 你就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了 你说 这算不算额外收获 七 我要那名头做什么 三叔 还有一点 你别忘了 三婶是日本人 虽然说跟你结婚二十年 但你还是要小心一些 你打着研究经济的旗号 将论文发表在期刊上 岂不是对他也有个交代 要不然 他知道 你刺探日本情报 会不会心里产生疙瘩 秦汉旭文言叹了口气 哎 让女人卷入国仇家恨 也不是我心中所愿 秦迪道 三叔 要想去日本收购企业 你那些钱 可能还不够 我给你三千万日元 够你折腾了吧 秦汉旭吃了一惊 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平常做生意 不是只收美元和英镑吗 怎么还有日元呢 秦迪微微一笑 心想 我从凤天银行 抢了四千万日元 外家大帅府 和其余几家银行 总共有五千多万日元 还在储物腰带里躺着呢 这时候的日元 还比较值钱 一块日元 略高于一块大洋 1931年底 一块日元 等于0.33美元 而白银的价格 已经跌破0.3美元了 当天下午 秦迪装模作样地 领着秦汉旭 来到自家的阁楼上 指着一捆 捆得日元纸币道 三叔 这些钱 你带到日本去 要像小夕流水一样 慢慢花 莫要一股脑存进银行 更不能存入 魔都本地的银行 秦汉旭被那么多钱惊呆了 阿迪 你吓着我了 这么多现钞放在阁楼里 不怕一把火烧了 为啥不能存银行啊 秦迪道 三叔 你别问了 这些钱来路不干净 如果在国内暴露于人前 会给秦家带来灾难 若是拿到日本去花 分批存入多家银行 问题倒是不大 秦汉旭愣证了好大一会儿 忽然间 他的身子猛地一颤 转头看看四周无人 这才低声问道 前不久 报上刊载了一则消息 说东北有几家银行被抢了 难道是你做得不成 秦迪面色如常 微笑道 三叔 你看我这骨瘦如柴的样子 能是做大盗的人吗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去川西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军阀 他因为走私稀有金属 赚了一批日元 非要跟我换成美元 我就跟他换了 走私啊 那也算不了什么 怎么说不干净呢 这两年 国家管得越来越严 走私屋 木 来 太等金属 都是犯法的 捉住了严惩不贷 三婶不是早就洗手不干了吗 秦汉旭摆了摆手 算了 我也不问了 这有多少 秦迪点头 大约三千万 秦汉旭捡起一打纸币 看了看 直接上面印着 圣德太子的头像 面额是百元兑换券 他曾经留学日本 妻子又是日本人 所以 很了解日本的情况 秦汉旭道 这种兑换券 是可以兑换真金白银的 秦迪抬头看了一眼日历 道 今天是1931年10月20日 英国已经废除了金本位 估计日本也快了 三叔 要不我陪你去趟日本 看看能不能换点黄金 秦汉旭道 就算你换了黄金 也不容易运出来 日本政府对黄金出口差得很严 秦迪转念一想 估计这时候兑换黄金也难 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还是等日本战败后再去 届时四处劫掠一番 还可以将罪名 转嫁到美军头上 第130章 你把人咒死了 随后又过了半个月 秦汉旭按照秦迪的提议 给复旦大学捐助了十万元 得到一个名誉教授的头衔 成立了魔都经济学会 以及魔都经济月刊 邀请一些学者定期聚会 算市民面上的研究人员 暗地里 他去魔都清白党分部 翻阅了部分党员的资料 选出十位年轻人 或多或少懂一些日语 其中一半是大学生 他将这些人召集起来 给他们分派任务 让他们建立渠道 前往日本和朝鲜 搜集各种各样的资讯 然后分析蛛丝马迹 除此之外 他还写信给戴笠和陈果夫 请蓝衣社和中央统计局协助 在东北刺探军事情报的同时 顺便收集经济情报 一般而言 收集军事情报很危险 而采集经济信息危险度较小 那些探子千辛万苦奔向东北 却可能拿不到军事情报 又不想空手归 于是便弄点经济信息回来交差 往常这些经济信息 都被中央统计局丢在一边了 如今既然秦汉旭有需求 那就送给他好了 等到办完这些事 秦汉旭便和惠子一起 带着三位手下 提着几大皮箱的日元 渡海前去日本 三千万日元 无法一次拿过去 只能多跑两趟了 因为惠子是日本人 秦汉旭略微打扮一下 看上去跟日本人没什么分别 所以秦迪并不担心他们的行程 秦湛没有跟着去 他留在魔都 继续上他的数学课 秦湛毕竟在魔都长大的 从小到大只去过日本一回 他打内心以为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日军侵华感到气愤而有无奈 惠子虽然是日本人 但他嫁到中国 在魔都生活二十年 早已融入这个社会 一直希望中日之间能和平相处 如今既然发生了战争 让他感到彷徨和不安 秦迪一眼能看透人心 他不认为三叔就该撵走惠子 否则必将是一场悲剧 十一月十九日对于秦月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这天傍晚 电台里播报了一则新闻 著名诗人徐志摩 于今天早上八点 乘坐中国航空公司邮政号飞北平 飞机在大雾中误撞济南开山 不幸罹难 享年三十四岁 听到这则消息 秦月惊乐的心跳都停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才喘过气来 很是气愤地来找秦迪 哥 你终于满意了 徐先生被你咒死了 秦迪一愣 哪个徐先生 秦月道 诗人徐志摩 你不是一直说 他会出事吗 秦迪这才醒悟过来 经不住叹了口气 不是我咒他 是他才华横溢 遭到老天的妒忌 秦月很伤心 因为他跟徐志摩和陆小曼是朋友 如今 私人已逝 怎么能不难过呢 另外 他还想起了卓青秋 既然徐志摩出事了 那么 卓青秋 也可能会出事 秦迪的预言 正在一点点兑现 哥 我恨你 既然不肯救人 又为何要说出来 对不起 是哥错了 我提前说出来 是想让他抓紧时间 多写几首好事 秦月眼眶里 有泪水滚动 快步走出了房门 燕雪见了 急忙从后头跟上 这一天 天气阴冷 绵绵细雨 下个不停 燕雪从储物手镯里 抽出一把伞 帮秦月撑在头顶 秦月想去陆小曼的家 可是他走到地方 发现房门紧闭 屋里没有人 他只好又伤心地走回去 燕雪一直跟着他 当天晚上 徐志摩出事的电报 发往陆小曼家里 陆小曼难以接受 因而拒收 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 他还和徐志摩吵过一架 第二天 徐志摩就生死人亡 陆小曼的心里 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 他这是掩耳盗铃 人已经死了 拒收电报 又有什么用 陆小曼还有时间悲伤 徐志摩的尸体 可没时间再等 电报随即发到 原配夫人张又宜家 张又宜虽然已和徐志摩离婚 但因为 徐志摩的双亲 对陆小曼十分不满 徐志摩在婚后 两个老人 反倒和张又宜生活在一起 这是传统的中国老人 根本不认陆小曼这个媳妇 张又宜出的消息 也是十分震惊 但张又宜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是她主动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此后 孤单一人在外国求学 抚养孩子长大 回国后又创立公司 俨然是一名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 张又宜先把事情隐瞒起来 尤其是对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 怕他承受不了 没有直接告诉他这个消息 张又宜先说 志摩乘坐的飞机出事了 徐志摩本人在医院抢救 随后 他提出去医院查看情况 实际上是带着儿子徐基凯 前去葬礼现场 21日下午 徐志摩遗体 由沈从文等人运往摩都 在万国殡仪馆重练 直到此时 陆小曼才赶到现场 陆小曼到达时 重练已经完成 看见是中式葬礼 徐志摩穿的是长衫 他对此并不满意 提出阴伴西式葬礼 穿西服下葬 这样才对得起徐志摩的一生作风 但张又宜却异常地坚决 他说 志摩是中国人 而且他已经不宜再折腾了 张又宜此举有多重考虑 一方面 徐志摩葬身火海 面目已飞 若是开关重练 不知道陆小曼能否坚持得住 另一方面 徐申如绝对不想看见自己的儿子 以西式风格下葬 基于这两点考虑 张又宜一改往日的忍耐 在此事上据理力争 最终 陆小曼败下阵来 不再坚持 秦月和燕雪参加了葬礼 秦迪没有现身 他不喜欢那种气氛 也不愿承受陆小曼的白眼 在他看来 凡人哪个能不死 有才华的人早死不是坏事 如果死晚了 谁还能记得这个人呢 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人只要活得精彩就够了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 譬如翁美玲 譬如张国荣 譬如邓丽君 时钟都停在 人生美好的岁月 当然 秦迪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把修真人当作例外 因为修真人可以长生 而凡人的寿命有终点 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 终于成长起来 收起自己的大小姐脾气 过上身居简出的生活 徐志摩正是因为 张又宜的落后 才和他离婚 但他生死后 却是张又宜主持了 落后的忠式葬礼 这种事也让人唏嘘不已 人死如灯灭 哪个先进 哪个落后 第131章 不生不想出嫁 1931年12月16日 秦月与王叔 在魔都静悄悄地结婚了 因为王叔家境贫寒 加上他正在向党靠拢 按照党的要求 不可铺张浪费 秦月也支持他的主张 于是 两人不生不想地领了结婚证 他们的结婚证很有意思 以金黄色的纸张为底 上面写着 两姓联姻 一堂帝约 两缘永结 匹配同称 看此日 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补他年瓜蝶绵绵 耳昌耳赤 仅以白头之约 书向红奸 好将红叶之盟 载名冤谱 然后 写明两人姓名 介绍人和正婚人 介绍人一栏 写的是周长庚和沈从文 正婚人是沈颜冰 和林玉堂 沈颜冰是大赤党人 著名的左联作家 林玉堂也是牛人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哈佛大学文学硕士 莱比锡大学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 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 曾经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秦月结婚的时候 连父母和家人都没有通知 因此 秦汉成得到消息后 几乎背弃个半死 他将秦月和王叔叫过去痛骂 秦家是魔都大户人家 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嫁女 你要外面的人怎么看 我们的颜面搁在哪里 王叔善笑着不说话 秦月道 爸 时代不同了 婚礼当简约 秦汉成怒道 不行 我要补办婚礼 大操大办 至少请三百桌 要请你自己请 反正我不去 你这丫头 怎么这么执拗 婚礼这么简单 你将来不后悔 我不后悔 结婚以后 我要搬出去住了 爸 你自己多保重 气死我也 赶紧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们 秦汉成憋了一口气 干脆离开家 去西部巡视 秦氏两行去了 朱婉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并没有批评女儿 女儿已经二十七岁 再骂她有意义吗 再者说 朱婉是天主教徒 她也不喜欢大操大扮 只要婚礼郑重即可 而秦月请了四位大文学家 为自己证婚 也算是比较正式了 秦敌无所谓 个人自由 爱杂整杂整 秦灵为妹妹出嫁 感到开心 特意叮嘱秦敌 拿一份厚礼送过去 秦敌想了半天 送她什么好呢 送她钱财吗 没有太大意义 秦家这么多资产 本来就有她的份 只不过还没有分割而已 秦月不善理财 给她钱只会添赌 但如果不给的话 那也说不过去 秦家大富大贵 岂能连嫁妆都没有 所以秦敌琢磨了一阵子 然后出手收购了 世界书局的一部分股份 世界书局是绍兴人沈之方 于1917年创立的 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 后来跟中华书局 和商务印书馆比肩 成为民国时期魔都 三大出版社之一 曾经出版过5500种书籍 包括张恨水的春明外史 金粉世家 平江不孝生的江湖奇侠传 程小青的福尔摩斯探案集 除此之外 还有五种畅销杂志 秦敌找到几家股东 以高于市价五成的价格 收购他们手中的股份 最后拿到总股本的四成 他将这些股份送给妹妹秦月 并且用她的名义出版了一套小说 算是为她的婚礼祝贺 秦月很开心 对这两份贺礼很满意 比起世界书局的股份而言 他更喜欢那套名叫 射雕英雄传的小说 因为里面的故事太精彩了 堪称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 而秦敌的心里又多了一笔债 说不得等将来见到金庸先生 要给对方巨额补偿才行 小说出版后 再度引起极大的轰动 让秦月的名望更上一层楼 不过 他对外宣称这本书不是他写的 而是跟书建恩仇录一样 出自一位神秘的说书人 元旦那一天 秦敌想起三叔和三婶都不在家 不晓得秦湛怎么样了 于是让燕雪叫他过来 问他在学校里的情况 秦湛答道 这些天同学们都上街游行了 留下来上课的人不多 秦敌道 你老实上课 莫要跟人上街 不管出什么事 遇到什么困难 你跟我说 我帮你解决 秦湛答 我知道了 哥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心里觉得困惑 所以想跟你说说 好 你慢慢说 我舅舅锦上归三郎 在摩都住了十三年 我记得有一次 他对我说 日本像残 中国像桑叶 所以 残吃桑叶 天经地义 我当时听过就算了 直到最近才又想起来 你说 日本人都是这么想的吗 秦敌叹了口气 道 现在的日本人 被武士道和军国思想控制了 所以 人性变得疯狂 若干年前 他们抬头仰望中华上国 若干年后 可能还会有那么一天 秦湛问 哥 你说 中国最终会赢 秦敌道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晋朝的时候 仙碑 节 枪 低等五胡乱华 后来这些人哪去了 元朝的时候 忽必烈侵入中原 统治中国近百年 后来一半蒙古人归附中国 明朝末年 清兵打进长城 统治中国两百年 可是现在呢 也变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份子 现在日本人来了 他们不知死活 试图像残一样 吃掉中国这片桑叶 却不知桑叶里 藏着强大的基因 如果他们在中国待久了 也会像冰雪一样消融 秦湛睁大了眼睛 啊 这就是 你说的中国必胜 被人家统治两百年 还好意思说 秦敌道 那只是最坏的结果 如果往好里说 大约十五年内 日本人将会战败 十五年啊 怎么要那么久 老大帝国 陈科日久 需要慢慢治疗 才能凤凰涅槃 过了一会儿 秦湛问 哥 我能不能跟你借两个人 秦敌问 你想借谁 跟着燕雪的 有两个女保镖 好像叫杜蓉 还是杜兰 前几天 我看见他们 赤手空拳拍打青砖 一掌能打断十几块 能不能将他俩借给我 怎么 你在学校里遇到了麻烦 最近以来 有日本浪人 在学校周围转悠 因为同学们都 罢课游行了 我怕待在学校里会出事 秦敌沉思了片刻 猛然惊醒过来 问道 你什么时候放寒假 秦湛回答 还有一个月呢 秦敌略微盘算了一下 道 再过半个月 你不要去上学了 就在家里待着 也别出门了 怎么 可能会有一件大事发生 秦湛想问什么大事 然而秦敌却不肯细说 第132章 东南之战 秦敌将杜蓉和杜兰叫过来 询问他们修炼的情况 杜蓉的神情很是兴奋 笑竹颜开 悄悄对秦敌道 先生 我已经突破到暗境了 而杜兰则苦着脸 显然他还没有突破 跟姐姐有一些差距 秦敌将姊妹俩交到院子里 找了一块五寸厚青石 测试他们的功力 秦湛和燕雪都跟过去看 杜蓉深吸一口气 然后猛然出掌 无声无息拍在青石上 随后 眼见着青石裂成了两半 就像用模具切割的一样 秦敌满意地点点头 道 不错 你已经打通了手臂上的部分经脉 三阴经和三阳经 督通武术学 阴阳协调 刚柔病急 所以击打在青石上 并没有发出太大的响声 然而去能开杯烈石 这就是暗境的效果 杜蓉满心欢喜 多谢先生指点 然后 杜兰也跟着拍了一张 他在出掌之际 发出尖锐的声音 啪的一声 落在石头上 青石并没有裂开 只有边角碎石飞溅 他显得有些沮丧 道 我跟姐姐一起练功 为啥我没有获得突破呢 秦敌让他玩起衣袖看了看 道 你打通的穴位比较少 回头 我给你开个方子 你去熬起服药 吃了之后 再练三个月 大概就可以了 杜兰文言 面色才变得好看起来 多谢先生 秦敌道 你们的枪械 练得咋样了 杜蓉答道 手枪在两百米内 命中目标 长枪在千米内 百发百中 杜兰道 我的成绩也差不太多 秦敌看得震惊 听得泽舌 觉得不可思议 你俩怎么练的 为啥这么厉害 杜蓉笑了笑 我们也不会别的 跟小姐 您没法比 秦敌道 从今天开始 你们配枪跟着秦战 保护他几个月 姊妹俩对视一眼 答应下来 是 先生 他们名义上 是燕雪的保镖 然而 燕雪的功力深不可测 哪里用得着他们保护呢 而且 燕雪已经毕业了 经常跟在秦敌身边 不用再装模作样 带着他们去上课 秦敌又叮嘱道 出门戴上遮阳帽 若是遇到危险 我允许你们杀人 但要迅速离开 不可留下把柄 听见这话 三个姑娘都感到吃惊 秦敌叫道 哥 不能杀人 秦敌没支声 摆了摆手 走回自己的阁楼去了 秦敌和杜氏姊妹的年纪相仿 虽然走上不同的道路 但都没有杀过人 所以 听见秦敌说那种话 都显得很吃惊 杜蓉和杜兰觉得 杀人不是不可以 但要看时间和地方 兔子还不吃窝边桃呢 总不能在摩多闹市区 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杀人吧 秦敌则认为 如论和石和地都不能杀人 杀人属于不可饶恕的罪过 喂 你们说 我哥是不是疯了 杜蓉摇头 先生这么说 自然有他的道理 看来 摩都要出大事了 秦敌半信半疑 能出什么大事啊 难道跟日本浪人有关 秦敌回到阁楼上 闭幕思索往日的记忆 他隐约记得看过一些文章 所以经过思索 将它从脑海里翻出来 1931年 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 板元征四郎大佐 和御人天皇的文官党与 十一人俱乐部 包括幕户信一 敬畏文迷 木野显生等 参与了一场新事变的策划 该组织主张日本 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 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 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 为此在这期间 日本需要再摩都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 板元征四郎 给日本驻摩都五官 田中龙集发电报 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 进行以策划之事变 使列强目光转向摩都 田中龙集接电后 将2万日元经费 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 让她具体策划实施 1932年1月18日下午 川岛芳子唆使两名 日本日联宗僧人 与三名日本信徒 到毗邻魔都公共租界东区的 三有实业社区生事 日方五人在场外观看场内 工人义勇军操练 并投掷食子挑衅 引发冲突 而之前川岛芳子 早已经雇佣打手 扮成工人模样 混入人群 冲突中 日方五人遭到不明人事攻击 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 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 因此 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工厂纠察队所为 此处省略五百字 此后事情越闹越大 中国守军百般忍让 最后还是爆发了战争 这场战役的规模不小 看起来并不像是假战争 打到最后 战争触动了租界的利益 引来欧美国家出面调停 最后中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战后统计 按照中方的战报来算 毕伤日军10254人 中国军队伤亡14104名 而据日方资料 日军合计伤亡3091人 另外 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为14亿元 扎北滑稽的伤号被毁达4204家 房屋被毁1.97万户 损失惨重 同济大学 复旦大学 魔督法学院等 军遭轰炸 老实讲 在这场战争中 清白党的陆军的表现不错 不像后来那样一窥千里 秦敌坐在阁楼上想了半天 才把这些事想起来 然后他继续琢磨 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如果他啥也不坐干看着 岂不是白来 这世界一回 如果他介入太深 会不会改变历史格局 他做事的原则是 不能改变大的方向 否则会影响中华民族 凤凰涅槃的过程 所以这些东西 他都得好好想想 第133章 东风破 两天后 顾如虎从四川来到摩都 秦敌老早告诉他 至少每年要来一趟 会报修炼的进程 一年来 顾如虎的功力 有了不小的进步 靠着修炼土系功法 在丹田内形成一股真气 从传统武士到修真人 其间隔着很大的距离 练武之人常常从脾开始练 然后是肉 然后是筋 然后是骨 然后是脉 最后把五脏之气练出来 从而变成修真人 而秦敌传给顾如虎的先家功夫 则是先养五脏之气 到了一定地步 自然由内及外 强化筋 脉 肉 脾 骨 顾如虎因为有土灵根 所以先修炼脾脏之气 练了一年 终于有了点成绩 但还没有踏入练气漆的门槛 与其相比 顾如梅进水楼台先得月 每个月吃一颗丹药 经过伐毛洗水 反而修炼的速度 比他还快一些 顾如虎在魔都待了半个月 除了接受情敌的指点之外 就是跟姐姐顾如梅 在街上胡乱溜达 这一天 他和顾如梅从外头回来 神色显得有些郁闷 先生 我想参军打小日本 可是我爹不准我去 刚刚在外面 我看见好多百姓在街上游行 号召抵制日货 不和日本商人做生意 看上去很热闹的样子 我想留在魔都 不回去了 情敌道 不行 你的功夫刚有点起色 要留在家乡 借助那儿的领土修炼 想参军打仗 有的是机会 顾如梅忽然开口道 先生 我有一个提议 想跟您说说 说吧 有什么想法 我想让燕学姐出面 开一场演唱会 我来帮他伴奏 借助爱国歌曲 激发民众热情 顺便为九一八事变后 流离失所的百姓募捐 您看行不行 情敌有些愣证 回头去看燕雪 问道 你觉得呢 燕雪微微一笑 我听您的 你说 可以去 那我就去 情敌道 这倒是一个改变形象的机会 不是有人攻击你演唱 《秘密之音》吗 那就开一场演唱会 演唱积极进取的爱国歌曲 我在帮你写几首歌 留在演唱会上用 十天之后 申报和新明报 都在醒目的位置刊登消息 著名歌唱加雪向晚 定于12月14日晚7点 在卡尔登大戏院举行一演 为九一八国难募捐 消息传开来 很多有钱人争相购票 磨都有头有脸的人 几乎都去了 当晚 有明月歌舞团的女孩子伴舞 固如梅领弦百代唱片公司 乐队伴奏 仙女般的燕雪登上舞台 彩灯照耀下 显得异异生灰 光彩夺目 动人心弦 燕雪一口气演唱了十八首歌 除了原本纳入 长城窑的九首老歌外 还增添了九首新歌 这九首新歌分别是 绝别营 中华颂 梅花雪 保卫黄河 龙的传人 我的中国心 万里长城永不到 在希望的田野上 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歌 东风破 当天晚上 每个出现在演唱会 现场的人都疯了 他们听了一场天籁之音 在迷迷糊糊中受到洗礼 糊里糊涂的慷慨解囊 回家之后 一个星期都没清醒过来 也不知道 自己捐了多少钱 事后统计 燕雪的一场一演 总共募集到五百八十万元 这消息在报纸登载之后 整个魔都 甚至大半个中国 很多人都感到震撼 一代歌仙雪向晚 横空出世 献申卡尔登大戏院 一晚上募捐五百多万 一笑清人城 再笑清人国 雪向晚美貌无比 风华绝代 比传说中的西施 貂蝉 还要迷人 雪向晚的歌声 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 但凡听过他唱歌的人 都会变成他的歌迷 一辈子都忘不了 天哪 五百多万元 能干多少大事了 报纸上说 他把这些钱八成捐给了民国政府 两成捐给了流离失所的难民 真是一位中华旗女子 我还听说 他的未婚夫情敌 当晚捐了一百万大洋 还真是舍得啊 那是应该的 要不然 歌先凭什么嫁给他 我更佩服的是 雪向晚唱的那些歌 歌词已经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可惜 没有唱片 我们也没去现场 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太可惜了 早知如此 我砸锅卖铁 也要去听一会儿 燕雪只办了一场演唱会 就让人们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随后 秦迪和燕雪去百代公司 将新歌录在词盘上 为专辑取名为 东风破 东风破是21世纪著名歌手周杰伦的经典歌曲 按理说 不应该放在爱国歌曲里面 可是秦迪把这首歌修改了一下 就勉强放进去了 苏氏有一首诗 雨后春荣清更厉 只有离人 忧恨中难洗 北顾山前三遍水 避穷书拥倾罗记 一纸相输来万里 问我何年 真个成规计 白手宋春拼一醉 东风吹破千行泪 这是一首写思念难忘的诗 方文山的东风破 起源于此 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悲哀思绪 一盏梨愁孤灯 注立在窗口 我在门后 假装你人还没走 就地如重游月圆 更寂寞 夜半清醒的烛火 不忍苛责我 谁在用琵琶弹奏奏 一曲东风破 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 我看透 篱笆外的古道我 牵着你走过 荒烟漫草的年头 就连离别都很沉默 秦迪将东风破放进去 主要考虑到两重因素 一则十四年抗战 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 牵涉到多少生死离别 多少人流离失所 可怜吴定河边谷 犹是春归梦里人 二则是因为 演唱会需要多样化的歌曲 如果全是一个味道 最后会显得太单薄 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 其中夹杂一首 悲凉哀思的歌曲 能将艺术感染力放大许多 他将整首歌改了几个字 将分手改成离别 从分手后的无奈 变成离别的悲哀 思念逝去的故人 怀念破碎的家园 如此一来 才符合演唱会的主题 另外 东风破 这个词拍名 容易让人想到 日本人从东方而来 打破了神州大好河山 打碎了无数人的家园 更容易激起中国人的斗志 这个顶就像我儿子 这样我儿子的太疲倂 幸福的湾